未等登上台阶 就见大殿里黑压压的迎出了一片人来 领头一个 身穿淡灰色锦袍 两间处绣着树团鲜红的火焰 闪闪发亮 十分夺目 此人相貌俊朗 白面无虚 身材秀长 气势不俗 既有派头又有几分谦虚 并无高高在上之感 只是他脸色惨白 看肤色颇有些不自然 此人身边 僧道俗老少男女皆有 衣着虽说是五花八门 但腰间都挂着一个红通通的腰牌 引人侧目 此人一见火小杰等人 立即抱拳 十分热情 而且爽朗的笑道 土王大人 穆家特使大人 未能远迎 抱歉抱歉 火小杰看得真切 此人正是郑泽道 而郑泽道身旁的一个素装女子 五官长相分明是水妖儿 火小杰填问等人抱拳还礼 看着郑泽道等火家人执行而来 火小杰对水妖儿低语道 是水妹儿 水妖儿应道 是 同时他向郑泽道身边的水妖儿 飞一块地递了个眼神 眨了眨眼睛 火小杰 火小杰水妖儿 王孝仙百艳四个人 依旧戴着重重面纱 所以郑泽道尚未认出他们 只是郑泽道身边的水妖儿 与火小杰身边的水妖儿眼神一碰 似乎就立即明白了 眼中闪出了一丝惊讶 立即恢复了平静 火小杰所说不错 那位在郑泽道身边 与水妖儿长相一模一样的女子 正是水妹儿 郑泽道赢道的面前 又是抱拳一败 田问兄 已是土王 可喜可贺 土王大人能够来火云庄 真是蓬毙生辉啊 田问抱拳还礼 一字做的 歇 王权王兴连忙介绍说 这位是沐王学察特使 郑泽道见火小杰等人不露面目 只是微微抱拳 特使大人一路辛苦了 火小杰还了个礼 并不说话 火家其他人等 也上前来问候 郑泽道一一介绍 这位是我的灼精 水妖儿 想必土王大人很熟 是 郑泽道欣慰一笑 继续介绍 这位是火法坛坛主 苦灯和尚 尊火堂堂堂主 尊敬旗 要火堂堂主 要敬民 伯火堂堂主 伯守在 伏火堂堂主 伏守允 中火堂堂主 中敬世 纵火堂堂主 纵敬为 光火堂堂主 光敬遥 红火堂堂主 红敬客 炎火堂堂主 严守宝 火小邪等人 一一招呼 抱拳示意 火小邪认得大半 原先的伯火堂 原堂主 伯景臣 伏火堂堂主 伏景在 炎火堂的堂主 炎景天 火法坛坛主 火制道人 应死在了 一润广义 围攻炎烈之时 所以换了两张 新面孔不认识 还有两张 鼠脸 一是苦灯和尚 多年不见 他们几乎没有变化 没想到 他已经成为了 火法坛坛主 另一个 是新任的 炎火堂堂主 炎首宝 竟是在 火门三观时 与火小鞋 有知欲知恩的 闹小宝 闹小宝 已不是个娃娃了 虽说他仍然是个娃娃脸 看着 也有二十岁出头 个子不高 但显得分外的精神 算得上是美男子 正则道 介绍完一圈 一直看着火小鞋 等待火小鞋 开口介绍 穆家随行之人 可火小鞋 只是站着 一言不发 王全 见火小鞋 迟迟没有介绍 穆家众人的意思 只好硬起头皮 代为介绍 火毛大人夺利 恶蒙特使大人不爱讲话 这位是特使大人的夫人 正巧 正则道笑道 你好你好 幸会幸会 这位是小鞋之祖贤主林婉 现在也是土王田问大人的棋子 天作良缘 登对登对 林婉温婉的施了一礼 以作答谢 这位是穆家长老 华之贤主 百燕 哦 九阳大明 百燕先主 来到火家这个荒山野外 实在辛苦了 百燕先主 媚笑了两声 取下了面纱 没想到 火王大人 这么年轻英俊 这么涵养斯文 让小女子 很是为您心折 心里跳得厉害 王秀仙 在百燕先主身边猛拽她的衣角 正则道道不是一个好色之人 只是平静地客气道 百燕先主 百燕先主 过奖了 说吧 他看向了王秀仙 立即岔开了话题 这位是 呃 这位是小有之贤主 王秀贤 王秀仙 正则道又惊又喜 哦 记得记得 病罐子王秀仙 哎呀 当年火家择图时 一身药理医术的绝技 所以去了穆家 哎呀 今日再见 兴神 王秀仙拉下了面纱 不冷不热的说道 是啊 当年多亏了火王大人 您的照顾 我才能侥幸不死 正则道一副 恍然不知王秀仙 所说何意的样子 装糊涂的笑道 帮了一点小忙而已 不足挂齿 你能成为穆家先主 全凭你的实力 我身在火家 也为你高兴啊 别看正则道说话时 用词十分客气 但口气语调 绝对拿捏的恰到好处 对田问林婉说话 有理有结 不万不知 对穆家人说话 则是既显热情谦虚 又能姿态比穆家略高两成 彰显出高出一等的火王身份 这种说话方式 在官场上极为有用 上司 平级 下级 乃至平民百姓 都很喜欢这样的官员 王孝仙心里骂道 你个正则道啊 真会说话 脸皮之后算是罕见了 当年你和苦灯和尚乱道之官联手 杀了开封亮八 被我看到 本来不想说的 你们却用毒 想毒死我风口 好在我自己解了一计 这才不至于死 现在居然变成你的功劳了 要不是在火家的地盘 你又是火王 我真想给你下几剂猛药 结我当年之恨呢 王权又道 诶 个王权和个尔王邪 把我介绍了 你有见过我们好几次了 我们父子俩这次是为穆家另路的 火王大人嗨嗨 正则道不看王孝仙 也不对王权说客气话 反而笑着看向了火小邪 直视火小邪的眼睛 客室大人 怎么称呼啊 火小邪变了变嗓音 低哑地说 我叫穆邪 穆邪 正则道低声地念了一遍 接着笑了笑 挥手请道 土王大人 穆邪大人 穆家各位朋友 请进殿休息 我们一会儿详续 火家便请了众人上殿 正则道显然对田问更加重视 亲自请了再请 邀田问与他并肩同行 走在最前面 以示身份 火小邪等人 由其他火家堂主领着 尾随在正则道的身后 王权王兴 虽觉得正则道 轻视了穆家 但毕竟正则道是火王 田问是土王 身份高低有别 只能如此 火小邪看着正则道的背影 走上了几级台阶之后 便觉得胸口挂着的火煞猪 渐渐发烫 异常的明显 与之同时 就见正则道的脚步 微微一蹲 富有奇步 若不是火小邪 一直盯着正则道 这极快的脚步一蹲 仍很是不易发现 火小邪知道火煞猪发烫 必然与两颗火煞猪 彼此感应有关 就如同两颗木广猪一样 分开的久了 再一靠近 便能彼此感应 同时有很短促的冰凉 如果另一个火煞猪 此时就在正则道身上藏着 那正则道脚步微蹲 一定是与火小邪同时 感觉到了两颗火煞猪 正在彼此感应的缘故 众人进了火云殿 就见正面一座 三人高矮的天然巨石 横沉在火王主位上 这块巨石形状 如一个火字 变体均是红色纹路 或深或浅 交错纵横 最后汇于下方 红纹汇集之处 巨石被人工切开一部分 形成一个能容一人端坐的石蚁 石蚁则是通体红色 极为要目 这块巨形 其实如此天工造化 也堪称是无价之宝了 正则道请了田问 火小邪等落座下方 自己则快步走到了巨石前 端坐于上 气宇宣昂 却有一派宗主的气势 绝不是能随便装得出来的 正则道坐定 低声唤了苦灯和尚上前 在苦灯和尚耳边 极细微的耳语了两句 苦灯和尚点头称是 快步退下 正则道见田问 火小邪以及火家 九堂义法 已经悉数落座 呵呵一笑 向田问火小邪 顿手示意 土王大人 若知你亲临 我一定在火云庄三门外迎后 怠慢了 怠慢了 只是 你怎么跟着 穆家特使大人 一行来火家了呢 低调顺便 呵呵呵 理解了理解了 那土王大人 来火家有何指教啊 看看 正则道显出了一副 略为失望的表情 哈哈 没有其他事情 只是来火家看看吗 但他马上 眉头一展 哈哈 也好 也好 土王大人 能来火家看看我们 更是火家荣幸 我们五行世家 理应平日里也多多往来呀 是 正则道对田问少言寡语一事 早有耳闻 心知再问下去 也问不出个所以然 又见穆家几个人脸上 有些挂不住 连忙一笑 话题从田问身上撤出 看着火小邪抱了抱拳 哈哈 特使大人 从南方千里迢迢赶来 一路辛苦了 火小邪哑着嗓子应道 火王大人客气了 正则道见 火小邪一直不去掉脸上面纱 便又说 几个月前 火家收到了穆家的药会令 邀请火家去斗药大会 见证穆王之位 绝出 可惜这几个月来 火家出了些纷扰 前任火王严烈大人 被倭寇害死 所以未能派人 前往穆古寨拜会 很是遗憾哪 今天见到特使大人 想必是穆王 已经顺利绝出 颇为欣慰 火家性子急 我就不多说客气话 开门见山地 问问特使大人 您此行 有何指教 火小邪长身而起 拜了一拜 毫无掩饰地说 此行 乃邀请火家 五行合纵 破万年阵 破罗刹阵 行合纵 破罗刹阵 火家酒味堂主 也听得真气 一片哗然难以相信 尊火堂堂主 尊敬其 乃火家守堂堂主 眉头紧皱 笔直地沾了起 高声喝倒 五行合纵 乃五行世家大计 此事绝不可为 立即便有两位堂主 高声应喝 火小邪嗓子一粗叫道 五行合纵一事 火家何人做主 此话一出 尊敬其口气一致 把千百句拒绝的理由 声声咽回了肚内 无人再嚷嚷了 正则倒缓缓地站了起来 倒是很平静 可使大人一语 石破天经啊 我本想着你是来通告 新任沐王是谁 以及 沐火两家的其他合作事宜 岂知 沐王之妖 竟是五行合纵 这等大事 如此重大事宜 恐怕一时间 无法给特使大人答复 还望新任沐王 亲自与我商议 见谅 尊敬其闷声地说 火王大人 说得极是 另几个刚才还坚决站在 尊敬其一边的堂主 也立即改口 附和尊敬其赞同正则道 正则道实际掌控火家 待火王之位 不过两三个月吧 居然能让一直对严烈不满 不听火家拆遣 以守堂尊火堂堂主 尊敬其等人为首的一批人 扶手贴耳 不敢在阅祖带袍 替正则道拿主意 正则道的确是有几分手段 正则道能在火家站稳 其间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 简而化之 正则道在火家十年 虽一直是严烈的亲传弟子 但人缘甚好 集会钻营 遍布眼线 兼容并举 拉拢亲信 又有水家的水妖儿为妻 逐渐形成了正则道苦灯和尚为首的一派势力 连尊敬其等反炎烈之人 也对正则道是又净又怕 表面上颇为亲近 其实火家人大多数想得明白 炎烈要是不做火王 正则道乃下任火王的最佳人选 数月前 正则道从火家祭坛夺了一颗火煞猪 不惜毁容逃出 一通哀告之后 得到了水王流川的首肯 于是水王流川为首 联合了土家田羽娘 穆家林穆森 一共三家给火家递信 请火家破格 让正则道代持火王之位 正则道脸伤刚刚修复 便赶回了火云庄 庄作勉勉强强 痛哭流涕的 赞代了火王之位 随后立即安排 由苦灯和尚做了火法坛坛主 控制住火家的法礼 玄机以火家惨祸 理应各堂自责的理由 抽空了尊景旗一方的势力 使得尊景旗旗下大半数人 倒戈至正则道一边 正则道得势 却不傲气 反而善加安抚尊景旗等火家元老 小知以情动之以理 点中尊景旗 一直抱怨严烈 使火家内乱祸首的这块 心头软肋 鼓励众人 火家虽折兵损将 但主力仍在 更要精诚团结 才能重振火家雄风 这般一软一硬 攻守兼备 不过两个月时间 火家便改其意志 归于正则道手中 无人撼得动正则道的火王地位了 尊景旗虽说不甘心 但救敌严烈已亡 自己年龄也大了 见火家中右团结一致 感慨良多 心里佩服正则道 不愧是严烈看重的人 却是个玩政治的奇才 火家有正则道当火王 终结火家三十多年内乱 算得上是火家姓氏 于是乎 今日正则道说话 均是掷地有声 火家没有谁敢 直接顶撞反抗的 火小邪听正则道说出此话 不禁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说得好 如果我本人就是沐王呢 是否可以谈谈了 没等正则道不相信 王权王兴就差点把眼珠子吓得掉在地上 怎么的 明明沐家来信说是新任沐王不来 只是派出了特使 结果特使大人就是新任的沐王啊 他们给火家败铁上 也是说沐王不来特使来 没往火小邪就是沐王这个方向上想过呀 可火小邪这一句话 把一对父子完全给弄糊涂了 王孝仙站起身来 向火小邪一拜 这位就是沐王大人 百雁先主也附和 是啊 千真万确 火家人喧哗一片 纷纷站起 不知是该信还是不信 都向郑泽道看过来 郑泽道轻哼了一声 不露声色 反问林婉 林婉大人 你是沐家少主 敢问一句 他是沐王吗 林婉盈盈盈一拜 清脆地说道 他的确是新任沐王 郑泽道还是继续问道 土王大人 那你说呢 他是 扑通扑通 王权王兴已经跪倒 齐声说道 晴云客栈王权王兴 惨见沐王 请沐王原谅 不敬之罪 郑泽道高声大笑 好 既然各位都说 特使大人就是沐王 我当然也相信 沐王大人 你说你这是何必呢 你是怕你过早 说出自己的身份 邀我五行合纵 我若直接拒绝了你 会没有再谈的余地了吧 火小邪也笑了 哈哈哈哈 火王说得对 郑泽道走上两步 看着火小邪说 可是沐王大人 就算你亲自来了 五行合纵这件事 我还是不能立即答复你 等我想清楚了 择日再告诉你 你看如何 火小邪针锋相对地说 我看还是 现在定夺比较好 现在 沐王大人 你是不是有些强人所难了呢 就是现在决定 郑泽道口气一立 沐王大人 你我都是五行世家的一家之主 彼此平辈 理应互相尊重 而沐王大人 你一直戴着面纱用假声说话 不露出真面目 是不是瞧不起火家呀 又有什么资本 让我现在就决定 这就是我要求你现在决定的资本 火小邪换成了自己的真声 同时话语一落 便将脸上的面纱扯下了 偌大的火云店骤然一片安静 就听一个声音大叫 火小邪 是你呀 那叫喊的人 正是与火小邪 同闯火门三关的闹小宝 火小邪 火小邪 石头 就是他 火家所有堂主 看清了火小邪的相貌 纷纷大叫了起来 尊敬其手中一抖 已有一道 漆截着钢鞭晾在了手中 怒气暴涨 死死地盯着火小邪 大骂 火小邪 你好大的胆 几个月前 刚刚引倭寇 毁了我火家祭坛 杀我火家人数百人 夺走火王信物 今日还敢假借 木王身份来火家 秀仗 我看你怎么 逃出火云庄 有人也喊道 土王大人 此人与火家有血海深仇 请你千万不要 受他蒙蔽 还请速退 火小邪 你这个火家企图 汉奸走狗 狼心狗肺之人 你今天死定了 杀杀死人 结火家之恨 闹小宝是又气又仇啊 火小邪呀 我曾经当你是兄弟 你怎能干出天理不容的 无耻行径呢 今天见到你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吧 火王大人 请下令杀了火小邪 说着 他双手一挥 两团火焰已经在手中生了起来 王权王兴 哪知的火小邪与郑泽 到火家有如此多的恩怨呢 冷汗直冒 不知怎么好端端的一件事 火小邪 火家就翻了脸了 王孝仙 百艳 先主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见火家众人发难 要杀火小邪 不敢犹豫 急忙被毒准备大战一场 有人叫道 小心 沐家毒药 火家各堂知道 沐家药物厉害 对手又是先主级别的人物 尸毒手段高明 绝不能小事 故而纷纷后撤 有人叫道 老小邦 先用你的火球打过去 烧他们个焦头烂额 火小邪一直黑黑的冷笑 此时 才直视着郑泽道 抱贺了一声 深圳污几 你们谁敢动手 伤到我们任何一个 火家无人能火 别听他的 围住他 看他们手脚感动一下 火王大人 请发令吧 大不了烧了这座火云店 郑泽道一直与火小邪 也牢牢对视 不言不语 终于沉喝了一声 火家 烈阵 呼呼啦啦 火云店外 从各处钻出了全副武装的火家道中 傻气腾腾 顿时将火云店围了个水泻 不通 原来郑泽道是早有准备 郑泽道这时 才对火小邪说 果然是你 火小邪嘴角微微一撇 似笑非笑的说 你早就怀疑是我 我只是现在才确认 佩服 你真是沉得住气 我讲 我也佩服你的勇气 你想报仇 当然 我时时刻刻都在想 火小邪黑黑直消 却不答话了 郑泽道说 你的镇定 究竟从何而来呢 火小邪反问 你刚当上火王 就想对沐家宣战 你能当上沐王才是天方夜谭 我看我杀了你 沐家人要拍手称快 巴不得你死 郑泽道 你的口舌之能更胜当年呢 我可不是只靠口舌之能 而你现在似乎只有口舌之能 犀利 不愧是郑泽道 我只问你 火家是否愿意五行合纵 看来你是有十足的把握 认为我会同意吗 想必你知道火煞猪在你我身上都有一颗 不错 你可以光明正大的迎我一次 拿回火煞猪 也可以以多胜少混战一场 把我杀死以后再拿回火煞猪 目前的局面 你选择后者可以稳操胜券 但失去了一个你今生都可能无法预见的机会 你说的机会就是五行合纵吗 这算是什么机会 你这么聪明应该知道五行合纵是为了什么 郑泽道 眉头总算是微微一皱 郑泽道 我根本信不过你 首先 我不是你 其次 信不信 有你 你现在可以下令杀我了 我本就是一个无牵无挂的人 死了一了百了 而你呢 来吧 下令吧 我求之不得 郑泽道看着火小邪 火小邪也看着他 郑泽道呼一抬手 大声说 火家人听着 我今天与火小邪要依旧火家倒数的高下 所有人不得插手 不得干预 火家众人一愣 尊敬旗随即大声叫道 火王大人 你一人应战十分危险 不能轻率啊 还是我们一起发力 郑泽道突然大怒 别说了 难道我赢不了一个火家企图吗 我若是输了 我让出火王之位 给火小邪 火家人更是大惊啊 有人不安的说 火王大人 请慎重啊 统统闭嘴 退后 让出位置来 谁人再敢阻止 火家家法 火家众人建 郑泽道下定了决心 颇为无奈 但又不敢违抗 只好再度后退 腾出了一片空地 郑泽道缓步走入场地中间 看着火小邪 火小邪 谣言在先 你我较量身手 可用兵械 但你不得用牧家要力 除此之外 方法不论 谁先拿到对方身上的火煞猪 谁便赢了 土王田问大人 你素来公平 受人敬仰 还请你做个见证 田问高盛的说 好 火小姐也念了声好 对水妖儿 王孝迁 百雁 林婉 田问等人说道 真巧 田问兄 林婉 各位 请你们退后 万万不可插手 水妖儿 田问林婉 三个人都很平静 领着其他人向后退去 火小邪上前了几步 好了 政策到 开始吧 火云殿上满满当当的人 全部打气不敢出 等着这次火王和木王打战开罗 郑泽道脸色更白了 说得成请 突然身子激动 笔直的向着火小邪冲 一只手无找齐杖 直袭火小邪的胸前 火小邪堪堪然避过 在地上打了个翻滚 退后了几目 政策道杀气纵贯全身 快如闪电一般 虽是凶猛异常 但进退有度 不是一味猛攻 而且精神状态 绝无一丝一毫的轻视 乃是用出了十二分的本事 火小邪按赞了 郑泽道好身手啊 以前在奉天营 他实属侥幸 今天看来 胜负手在十个来回之内 火小邪心想则深动 体内尽力一展 两套经脉顿时全开 一阵夜反随时交替 所以与郑泽道两个回合下来 动作之诡异 行为之难料 如同两个人 套在了一个躯体内 让人是称呼结舌 尊敬其和几位年长的堂主 与烟火池乃同一个时期的 火家弟子 见火小邪这种动作都是心中狂狐 这是掩火池的手段啊 火到双脉吗这是 火小邪难道是掩火池之责 可是郑泽道从未领教过火到双脉的功夫 见火小邪应对自己的攻势易于常人 看不出他下一步的动作趋势 心头也是一惊 如果如此 唯有快准狠制胜 容不得火小邪反应啊 郑泽道下手更狠了 双手交替极快 一须一时 一动一静 却是火家道术的精髓 如此犀利猛烈的火行道术攻势 又夹杂了杀手之气 纵然是火到双脉 火小邪也并未游刃有余 三招一过 两个人已转为近身缠斗 道术比拼的不是武术 以道为主 以武为辅 所以俩人尽管靠近 却不见武术中常用的一招置敌于死命的套路 反而看着像是喝多了守武足蹈一般 明明要击打要害 却又贴身而过 殊不知越是这样 火小邪越是凶险 郑泽道随时会转道为杀 你去盗他 他会杀你 你去杀他 他会盗你 而火小邪杀人的技术 比杀手世家出身的郑泽道 差得太多了 郑泽道眼看着火小邪伸手动作 已经慢于自己半拍 只凭不合常理的动作躲避 暗哼了一声 更是下手如闪电一般 郑泽道变明 那颗火煞猪 一绳悬挂在火小邪的胸前 虽藏在衣下 要倒出来 反而容易 反而容易 郑泽道单手猛然一指 直插火小邪的双眼 火小邪侧头避过 正让郑泽道抓到了机会 一把抓住了火小邪的颈部皮绳 啪的一下拽断 整个的拽了出来 火小邪立即抬手来抢 郑泽道心头一喜 本以为事成 岂止刚把皮绳全部扯出 便觉得不对 皮绳上根本就没有挂着火煞猪 而火小邪直扑而至 与郑泽道纠缠一下 一个反手 用的是火道双脉的本事 不是可以猜测到的运动轨迹 火小邪手掌在郑泽道的全心一划 郑泽道猛然察觉到 有两颗热乎乎的珠子 向自己手心中直塞 郑泽道自然而然的 把这两颗珠子握住 往后急推 一边后退 郑泽道一边感觉到 自己的腰间不禁背心一凉 腰间的火煞猪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 甚至藏火煞猪位置的 腰间衣裳也被划破 开了一个小口 只有两只宽窄 不进身翻看 根本就观察不到 郑泽道心头狂跳 再退了树步 张开手掌飞快地扫了一眼 两颗火煞猪正躺在自己的手心中 原来火小鞋不仅贴身近战时盗走了藏在自己身上的火煞猪 而且把胸前的另一颗火煞猪取下 一并塞到了自己手中 若按道理 火小鞋刚才明明完胜了正则道 却把两颗火煞猪归还 恰到好处地制造了正则道 盗取两株的假象 如果火小鞋正则道不说 火小鞋这番缜密之举 局外人根本就察觉不到啊 火小鞋并未追逐正则道而来 正则道刚刚站定 就听火小鞋说 我输了 正则道心里是又惊又怒 事已至此 手握两颗火煞猪 难道能当着如此多人的面 说出自己本来败北 反被火小鞋赠送两颗火煞猪的实情吗 于是正则道强压住心头的愤恨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领教了 说着 他把手一伸 将两颗火煞猪亮给田问 和火家众人观看 火家欢声雷动 可其他人的恭喜 在正则道心中 却如刀扎一板 他心里非常清楚 真正的胜利者 是火小鞋 火家道众见两颗火煞猪 再度齐聚 士气大战 一片欢呼声中 有人大喝 火王大人速退 带我等杀了火小鞋这小贼 呼喇一声 火家的包围圈立即收拢 各色兵器 持于手中 杀气冲天 若是齐功而至 只怕火小鞋是难逃一死 火小鞋面无巨色 只是看着正则道 沉声的说 正则道 你赢了 你是火王正统 现在 该你选择了 有人依旧大喝 火王大人 不要再听这小贼废话 不少人跳出镇外 就要对火小鞋急功 正则道并不退后 面色发白 突然举手高叫道 统统退下 众人一惊 站住了脚步 火王大人 诛杀此贼 一劫火家之恨 大好机会 可不能心软呢 正则道依旧大叫 退下 谁敢不听号令 擅自出手 火家家法论处 尊景旗 也站出来大喝 尊火王量 任何人不得妄动 激出此言 火家重道 没有敢违抗 众人暗叹了一声 盯着火小鞋 愤愤不平的退下 火家守堂 尊火堂 堂主尊景旗 本是最想杀了 火小鞋之人 怎么突然态度力转呢 改为维护火小鞋的呢 原来尊景旗 此人毕生 都与炎烈不对 巴不得炎烈早死 可他仅是对司 对火家 则是不折不扣的 忠心耿耿 处处为火家撑腰 火家祭坛被日本人围剿 死了炎烈 三堂一法 丢了一颗火煞猪 与尊景旗的私怨已了 而此事 在尊景旗的心中 仍属火家的奇耻大辱 他之前杀火小鞋之心 那是毫无折扣的 但是尊景旗之所以 和炎烈如此不对付 那是因为他毕生心里 只佩服一人 就是火小鞋的生父 炎火池 当年尊景旗 炎烈 炎火池 一润广义等人 都有争夺火王的实力 尊景旗 少年 急入火家 比炎火池 进火家 还早了近十年 他本是极为不服 炎火池 屡次偷偷 邀约炎火池 鄙视 君是大败 故而对炎火池 是又敬又配 心里早就认定 炎火池 乃火王之不二人选 后来炎火池 到五行重宝一室 东窗事发 前任火王炎尊 为了平伏各家怨怒 与炎火池 一起受了火药针 废了道术 流亡天下 事前扶持了炎烈 为新火王 尊景旗 与炎烈的梁子 就此结下 自始至终认为 炎烈就是一个 无耻之徒 是他窜夺了 火王之位 当年尊火堂 堂主尊火天师 乃是尊景旗的师父 也有废掉炎烈之心 但尊火天师 心思缜密 稳住局势 并未立即发难 而是先听从了炎烈 吩咐 把一直反对炎烈的 原火家守堂 炎火堂 逐灭 并成功将尊火堂 列为火家守堂 具备了称雄火家的 一切基础 可两年之后 尊火天师向炎烈挑战 结果是炎烈不顾 烈火灼面之伤 一追击杀了尊火天师 武力之雄 让尊景旗 不敢再草率的 向炎烈发难 辛仇旧恨 尊景旗发誓报复 可这一等 竟是三十年 也奈何不了炎烈 不过火家格局 便渐渐清晰 从此内部分作两派 一派忠于火王炎烈 另一派以尊火堂为首 对炎烈冒合神离 时至今日 尊景旗舰火小邪 使出炎火池 独有的火道双脉 陈年就义 滚滚而起 火小邪的面貌 几乎与炎火池 合二为一 仿如重回数十年前 与炎火池相识之时 刺激的尊景旗 差点老泪纵横 尊景旗断定 火小邪 必是炎火池之子 杀火小邪 与杀炎火池有何差别 自己又与终身敌视的炎烈 有何差别 可火小邪是正则到口中 率领日本人围剿火家的罪魁 祸首之一 并由水木土三家作证 火小邪杀了炎烈 尊景旗拍手生快 可其余火家人的性命 火家之旗齿大辱 难道能一笔勾销吗 尊景旗的确没了办法 唯有看正则道会做如何的安排 正则道若命令杀火小邪 尊景旗也无法阻止 与尊景旗同盟的几位老堂主 都是见识过炎火池的火道双脉的 自然也感觉到了火小邪 与炎火池脱不出干系 又见尊景旗再不喊打喊杀 心里明白了几分 也都闭口不语 只等正则道如何处置 偌大的火云殿 尽管有数百人聚集 竟一时之间鸦雀无声 几百双眼睛 齐齐向正则道看来 正则道深知自己面临着自己 成为火王之后的最大挑战 如果处理不好 自己在火家的身份地位 名望势必是一落千丈 正则道不愧是一个 有窃国之能的大刀 他冷横了几声 回身走到了火王之位旁 昂然肃立 正气凛然 倒有几分君子之威 正则道环视的一圈喝道 火法谈 谈主苦灯可在 一声佛号响起 从火云殿外稳步走入一个和尚 正是火法谈谈主苦灯和尚 阿弥陀佛 苦灯在此 上前来 苦灯和尚双手和时 向着正则道走来 一边向正则道深深地 看了几眼 正则道与苦灯和尚 何等默契 立即明白苦灯的意思 事先正则道 命苦灯离去 乃是担心田问 带着土家人来 苦灯回来 这几个眼神 已经说明 有大批土家人 在火云庄外 绝不是儿戏 正则道等苦灯和尚 站定了 方才又严肃地 看了火家重道几眼 朗生说道 火家最大的敌人 不是火小些 而是日本人 特别是日本人军 火家重道想了一下 都点头称是 正则道看向了火小邪 高声问道 火小邪 你是沐王身份 邀请火家参与五行合纵 可是对抗日本人 火小邪斩钉截铁地说 正是 正则道大喝了一声好 高声地对众人说 窝寇为祸中华 政府军队江湖草莽 一盘散沙 军事酒囊饭带 我们五行世家千百年来 军事中华帝王一脉的守护者 道义有道 更该精诚团结 绝不应在窝寇淫威之下 内斗消耗 让窝寇看我们五行世家的笑话 坐收愚人之力 火小邪尽管有罪于火家 但愿意与日本人为敌 又成为五行牧家之主 亦算是五行中人 可以不分彼此 所以 以我粗陋见识 我建议火家 暂不追究火小邪 之前所作所为 从今日起 暂化干戈为玉伯 先亦如何剿灭日本人军 以报火家之血海深仇 郑泽道所说之话 何情何理 容不得有辩驳之处 只是可笑 这些话语 本该火小邪说出 却让郑泽道 占足了道理 苦灯和尚 双手合十 火家 以大局为重 同仇敌开 不计小劫 正是火法 郑泽道 看向了尊敬旗 火家守堂尊敬旗堂主 你乃火家元老 你看如何 尊敬旗忙抱拳说道 火王大人 言之有力 尊敬旗双手赞同 火小邪虽有罪 但能将功赎罪 善莫大焰 郑泽道 正色一笑 好 其他各位火家堂主 你们看如何 火王大人 听火王大人 一些话 如梦初醒啊 惭愧 剿灭日本人军 乃火家头等大事 火王大人说的非常对啊 谨遵火王大人发指 双手 双手双脚赞同 火家诸位堂主 一片赞同之声 闹小宝 收了双手火焰 向火小邪递了一丝 愧疑神色 也抱拳对正则道 火王大人 所说即是 火家道中 军师附和 知道与火小邪 一战已是免了 纷纷将兵器收回 撤去阵法 不再成何为之事了 郑泽道念了声好 对火小邪说 火小邪 你可有话要说 火小邪说道 火王大人 你不仅光明正大地赢了我 又能不计前嫌共商大计 高峰亮节 感激不尽 只要我们五行世家合力 管教窝寇是有来无回呀 郑泽道说 且慢 我并没有同意五行合纵 此事重大 我们可以私下商议一番 再做定夺 母王大人 所说 甚合我意 请 郑泽道 稍作安排 请了土王田问 穆家众人再度就座 并令尊景旗带着火家人 同样就座等候 与苦灯和尚一起 请火小邪去往后殿 火家不少人虽有担心 但并无异议 君抱拳 恭送郑泽道 苦灯和尚离去 水妖儿 默默跟随火小邪同行 火小邪 郑泽道 苦灯和尚也无意见 一行四人 两前两后 一路无言 穿堂过市 逐渐走到了偏僻之处的一个小院落中 郑泽道 这才缓缓站定 回头看着水妖儿 低声地说 妖儿 水妖儿 也不再掩饰 将面纱除去 毫无表情地看着郑泽道 突然笑了笑 微微一拜 霍王大人 您认错了 我是真巧 郑泽道轻叹了一声 坐于一块大石之上 并示意了一下 请火小邪就坐 郑泽道 第一声地说 妖儿 你我夫妻七年 你一定要这么对我吗 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哪里做得不好呢 霍王大人 您真的认错人了 妖儿 你我夫妻多年 虽不是朝夕相逢 我是绝对不会认错的 妖儿啊 水妙儿装成是你 我几年前已经察觉到了 但我一直不想说破 我用心良苦 你一点也感觉不到 霍王大人 您当着我夫君的面 这么和我说话 是否不妥呢 您要是再说下去 小女子只好告退 我有正天下的雄心壮志 却得不到一个女子的心 她说着说着 竟哽咽了起来 用手撑住了额头 惨声的笑 苦灯和尚念了声佛号 阿弥陀佛 火王大人 情乱是非 还请振作 正则道哈哈地惨笑了两声 再抬起头来 已经是难过的双眼通红 但她口气一硬问道 火小邪 现在来谈谈你说的条件吧 我同意五行合纵 你能如何 火小邪平静地说 破针之后 五行至尊圣王鼎 攻守送上 并遵你为帝王 我为帝王 我何德何能能做帝王 正则道 虽然我不喜欢你 甚至有些恨你 但我认定 你可以做一个 为国为民的好皇帝 多谢夸奖 火小邪 就算你愿意 虎家 金家 水家 可愿意呀 没独土王 田问难办 他志在江顶回去 那你是骗了 田问 不 我来之前和他实话实说了 他不置可否 可能田问已经想明了 毁掉此顶 并不能代表什么 中华的未来 不是靠一个圣王顶 而是天下的人心所向 那天问 同意五行合纵 还有什么意义 如果倭寇迷信 此顶 就是中华帝王的象征 那就毁掉 他们意图染指中华的精神支柱 这件事若成 胜过百万雄师 火小邪 我亏你说了实话 要不然我是绝对不肯信你的 你能骗田问 当然就能骗我 谢谢你相信我 火小邪 那你是为了什么呢 五行合纵这件事情 对你似乎没有一点好处 火小邪沉默了片刻 慢慢地说 何为大义 大义 大义只是一句空话罢了 当权者用大义来笼络人心 失败者用大义来自我抚慰 甚至大义是那些无可奈何的落魄之人 搪塞自己无能的鬼话 今日众口一词的大义是真理 千万人舍生取 可怎知明日就是一堆狗屎 那些生命为之抛头颅撒热血 竟是为了一堆狗屎 多么可笑啊 知道世界上为什么有贼吗 为什么说天地万物都是贼呢 因为这个世界只有利益 根本就没有大义 宇宙苍穹乃至杀力之威 均有消亡的那一天 既有生死存亡 那唯一正确的大义 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如若世间真有神佛 永存不灭 那他们何必去让人信他们存在呢 因为不信 他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神佛还不是为了一个例子 利益 价值 利益价值 存在就有利益 存在才有价值 追根溯源无不如此啊 哼 正则道 也许你说得对 依你所说 我是没有必要 促使五行合纵了 对我的确是没有什么好处啊 火小邪 你觉得对的 你就去做好了 火小邪看着正则道 并不说话 正则道沉吟了一声 火家 同意五行合纵 破万年阵 破罗刹阵 如你所说 千载难逢的机会 就算结局不甚明朗 但不去做 着实可惜呀 好 火小邪 常神而起 既然火家同意了 那我就不便 久留了 五行合纵的时间地点 诸般事宜 我会及时派人告知 正则道也站起身来 好 但最后一句话要说得清楚 如果届时有任何一将不来 便作废此事 乌怪我等临阵放弃 可以 一言为定 火小邪伸出手来 与正则道击掌盟事 正则道与火小邪 击了三掌 却一把将火小邪的手握住 并不松开 酸溜溜地说 火小邪 你把火煞猪送给了我 还没有说破 非常感谢 但是我很想知道 你是怎么把我身上的火煞猪盗走的 既然你我蒙事 这点小秘密 可否不令告知 火小邪淡淡一笑 嘴里吹了个口哨 就见他袖口一动 一只九品灵雕爬了出来 抱在了火小邪的手腕上 吱吱轻叫 十分欢悦地看着火小邪 火小邪说 这只九品灵雕通人性 你我缠斗之时 我是靠他 盗走了你的火煞猪 郑泽道十分吃惊 伸手要摸 九品灵雕转头 就向郑泽道手指咬去 起诉如电 郑泽道赶忙避开 差点便被咬上 九品灵雕 恼怒地叫了几声 自留一下 钻回到火小邪的袖口里 郑泽道 郑泽道松了火小邪的手 微微吃惊 赶忙按查自己身上的火煞猪是否还在 查到妥当之后 这才低声地说 竟是这样 那 那是如何施展的呢 火小邪拍了拍肩头 九品灵雕又从火小邪的灵口钻出 蹲在了火小邪肩上 在火小邪耳边吱吱地低一叫 似在抱怨上 火小邪微微一笑 抱歉 此乃我这几个月炼成的倒数 不便明示 改日破阵之后 我再告诉你吧 郑泽道兴兴然地说 也好 也好 两个人不冷不热地客气了一番 双双起身返回 还未走几步 突然之间正则到水腰儿君脸色大变 火小邪也听得真气 正有急促的脚步声奔来 两个稚嫩的孩童呼唤之声远远传来 娘 娘亲 众人惊恶之余 转头一看 正见到有两个六七岁大的男孩 从一侧击奔而来 满脸是泪 不住地冲着水腰儿呼唤娘亲 两个孩童身后 水妹儿脊椎而至 终于一手一个将两个孩子搂住 两个孩子哇哇大哭 伸出了双手呼喊着 娘 娘 水妹儿神色慌乱 一个劲儿的安慰 娘在这里 娘在这里 其中一个男孩虽说年幼 神色却颇有些老成 竭力哭喊道 不是 你不是我娘 你是我姨娘 我亲娘是她 不是你 水妹儿紧紧抱着这个孩子 努力地解释 傻孩子 傻孩子你怎么这样说话 这孩子教导 就是就是 我长大了 我心里明白 骗不了我的 姨娘 求你不要骗我了 爹 爹爹 你说话呀 可正则道 哑口无言 呆若木鸡 苦灯和尚 倒是说道 夫人 怎么两位少爷 水妹儿明显乱了方寸 他们 他们太过聪慧 骗过了我 一转眼便从屋里溜出来了 正则道 终于缓过神来 上前两步半蹲下身子 慈爱中犯着愁苦 柔声地说 念儿 锦儿 先回去好吗 那位显得年长一些 刚才更为主动一些说话的男孩 就是念儿 他放声叫道 爹 我们不要回去 爹 你是怎么了 娘回来了 为什么让我们回去 略显年幼的男孩名叫锦儿 只是向水妖伸出小手 不住地哭道 娘 娘 锦儿没做错什么 为什么你这么久不回来看我们 娘 你看看我们呢 水妖儿眼睛早就红了 一直不敢直视两个孩子 听锦儿如此唤他 再也按捺不住 强行摆出笑脸 扭头叫道 你们是叫我娘吗 可阿姨不是你们的娘啊 你们认错人了 可是话没说完 水妖儿猛然之间是泪如泉涌 再也说不下去了 眼面痛哭啊 水妖儿一哭 水妹儿也心乱如麻 手臂一软 念儿锦儿 便争出了水妹儿的怀抱 直奔水妖儿来 水妖儿再不掩饰 张开双臂 将两个孩子紧紧搂在怀中 母子三人是哭成了一团呢 水妖儿止住了哭啼 扶住了念儿问道 念儿 你怎么认得出娘呢 念儿抹了抹鼻子 小大人一样坚强地说 小大人一样坚强地说 孩儿一年前就能分辨出娘和姨娘 娘 你化成灰孩儿都认得出你 水妖儿又问 锦儿 你也是吗 锦儿哭道 孩儿认得出 但我听哥哥的 哥哥说是 那就是的 水妖儿一行泪 直挂脸颊 问念儿 念儿 你既然一年前 就能认得出娘 为何从来不对娘说呢 念儿 为水妖儿抹去了眼泪 孩儿想 娘一定是有苦衷的 如果说了 爹爹 娘和姨娘 你们三个人都会为难 孩儿不想你们为难 可是这次 娘三个月不回家 孩儿非常害怕 天天天都怕你回来 所以感觉到娘真的回来了 怕你又走了 这才忍不住 偷偷跑出来找你 娘 你不要走了 孩儿已经长大了 一定会乖乖的 无论什么都听你的 再不让你生气 再不让你生气 水妖儿 哀声地说 念儿 锦儿 跟娘走吧 我们离开这里 念儿喜道 好啊 是和爹爹一起去玩吗 是去见外公吗 锦儿也喜道 锦儿想外公了 水妖儿哽咽道 不是的 不是的 我们离开火云庄 再也不回来了 爹爹不和我们一起 念儿吃惊了 为什么呀 娘 但马上 他像站在水妖儿身边的火小邪看来 眼中一片愤恨 好像已经看穿了火小邪与水妖儿的关系 火小邪心中刷的一片冰凉啊 这个六七岁的孩子 怎么会眼神如此犀利 水妖儿无言以对两个孩子 突然扭头对郑泽道厉声地说 郑泽道 你知道你该说什么 郑泽道此等城府 也让水妖儿的一鹤 刺得一个机灵 全身微颤 缓缓地长叹了一声 走上了一步 蹲下身子 对念儿和锦儿说 念儿 锦儿 你们确实是长大了 你们 我 你们的亲爹 不是我 是这位 火小邪叔叔 火小邪如五雷轰顶啊 震得全身发麻 脑海中在静火谷与水妖儿朝夕相处 水乳交融的一幕 不住重现 他见到这两个孩子 本就有难以名状的亲切感 可从郑泽道嘴中说出真相 还是让他一时之间无法接受 火小邪瞪大了眼睛 我的孩子 水妖儿拉起了念儿和锦儿 念儿 锦儿 他是你们的亲爹爹 你们 不姓郑 锦儿看着火小邪 突然哇哇大哭泣 一把抱住郑泽道的胳膊 爹爹 你不要我了 爹爹 相反念儿不哭不闹 只急火小邪腰间高矮的孩子 眼睛中却分外明显的恨意翻滚 直直的盯着火小邪静步说话 火小邪被这个孩子盯得后背发凉啊 迫不得已蹲下的身子 勉强挤出了一丝笑意 你叫念儿对不对 念儿冷冷地答道 是你拐走了我娘 火小邪一愣 念儿 不是这样的 水妖儿一把抓住了念儿 念儿 你怎么这样说话 念儿 却狠狠一甩手跳开两步 抓住锦儿 依旧看着火小邪冷冷地说 就是你 你是个坏人 你是个大坏蛋 我恨你 我绝对不会认你当爹的 而且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杀了你 小锦儿 不要哭了 娘已经被坏人骗走了 她再不是我们的娘了 我们走 锦儿抱着郑泽道哭道 不要 我不要走 我要娘 我不要娘走 我不要这个大坏蛋当我爹爹 爹 郑泽道咬紧了牙关 眼睛发直 眼眶中全是眼泪 抱住了锦儿 对水妖儿哀声说道 你满意了 你满意了吗 你根本不是个称职的母亲 回头吧 求你回头吧 你可以不爱我 但我真心真意的爱你啊 比你爱火小鞋更甚 妖儿 这么多年了 你一点都感觉不到吗 说着 郑泽道伸出手去 把念儿也半搂在怀中 半哭半笑的说 妖儿 这两个孩子 我视同亲生 他们离不开我 我也离不开他们 而且他们两个天生奇才 以后必成大器 你就可怜可怜我们父子三人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从头开始 我们还能从头开始 水妖儿 侧过脸去 只是默默捶泪 火小鞋情不自禁 想去牵水妖儿的手 以表安慰 却听念儿 尖声大叫 不要碰我娘 臭坏蛋 臭流氓 臭王把我杀了你 说着 他跳江出来 直奔到火小鞋面前 对火小鞋是拳打脚踢 火小鞋当然不会还手 随便念儿踢的 别看念儿人小啊 劲头可不小 拳脚打在了身上 颇为疼痛 这些皮肉之痛 算不了什么 火小鞋心如刀脚 整个人都像被撕裂开一样 自己的亲身骨肉 反目成仇 口口声声要杀了他 情何一看啊 火小鞋历经坎坷 心智本有大成 可是面对念儿的仇恨 脑海中只是一团乱麻 想不出任何办法应对 水妖儿 视若无睹 并不阻止 反而水妹儿快步上前 将念儿拦腰抱起 念儿有些发狂了 不住挣扎 乱拳往水妹儿脸上猛砸 一边叫道 你不是我娘 你不是我娘 让我打死这个坏蛋 我要打死他 放开我 水妹儿低头挨了几拳怒道 姐姐 水妖儿一伸手 给水妹儿打了个手势 水妹儿心领神会 反手在念儿脖子后面重重一点 不知使得个什么手段 念儿立即低哼力声 头一歪 再无力气 但嘴里还是能 呜呜咽咽咽地低骂 坏蛋 大坏蛋 杀了你 杀了你 水妖儿默默转头 看着郑泽道 不喜不悲 不怒不怨地说 郑泽道 我再也不能回头了 这两个孩子 请你照顾好他们吧 说着 他头也不回地向外跑去 火小鞋抱拳 冲郑泽道低喝 抱歉 也拔腿便追 郑泽道在后面大吼 火小鞋 我虽然恨死了你 但你赢了 所以五行合纵之约 我信你 你我一言九鼎 不论未来怎样 请你照顾好妖儿 火小鞋脚步略停 毅然答道 一言九鼎 绝无虚言 苦灯 替我送客 不可怠慢 郑泽道不忘了吩咐 但火小鞋早已经追着水妖儿 没了踪影了 一匹快马 在沟壑上击驰 一直奔到了无处可走的圆边 这才急思一声止住了四体 一个女子翻滚着 从马上跌下 跪倒在地 眼面无语 欲哭无泪 大地苍茫 沟壑遍布 黄土四野 恍如岁月之痕 又有一匹快马 击奔而来 停在了这女子的身后 一个干练的男子 从马上一跃而下 快步上前 可她脚步一蹲 并不上前打扰 只是站在女子身后 垂手速立 面色凝重 这一对男女 正是水妖儿和火小邪 水妖儿 如同石雕一样 静默了片刻 方才身子微动 缓缓站起来 火小邪不失时机的上前 将水妖儿的细妖搂住 十分关切 爱怜地说道 妖儿 尽管只有两个字 可是千言万语 尽在其中了 水妖儿已去平静 轻声地说 火小邪 我不该一直瞒着你 我有孩子的事情 我见到水妖儿 知道孩子在火云庄 原本想着找机会 偷偷去看看他们 没想到 他们会自己跑出来 我们有这样两个 聪明的孩子 我很高兴 可他们 他们还小 怪不得他们 只是他们能快快乐乐地生活 恨我也罢 爱我也罢 我都可以接受 而且我的确不是个好父亲 换我是念儿 我也会这样 念儿这么小 就很聪明啊 我们要替他高兴 对不对 可我很后悔 我非常非常后悔 我不该这么快就说破 本来有更好的办法的 我不知道我怎么了 惊人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火小姐搂紧了水妖儿 让他靠在自己的肩头 委屈你了 妖儿 水妖儿一行泪 悄然地从眼角流下 两人无需再多言语 只是仅仅依偎着 任凭干涩的西北风吹动法级衣裳 静静的 看着茫茫大地 品味着四干四苦的人生 这便是人生吧 如果人生就是如此 该发生的注定要发生 何必抱怨 何必逃避呢 田问 林婉 王孝仙 百雁 王权 王兴等人 领着大队人马赶来 田问远远地看见 火小姐水妖儿 相拥触力 伸手一挥 止住了整个队伍 百鱼人马鸦雀无声 虽说无法确定 火小姐水妖儿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远远地看着他们 每个人心中都是沉甸甸的 这一刻 是1938年 也就是民国27年的3月18日 日军刚刚结束了南京大屠杀一个月 也是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这个傀儡政府的成立之 1938年4月 台儿庄大捷 但民国政府丝毫扭转不了战争形势 再度败退 日军主力在中华腹地继续长驱直路 1938年5月 厦门沦陷 河肥沦陷 徐州沦陷 半壁江山 惨遭日军蹂躏 毛泽东发表著名的 论持久战 1938年6月 安庄沦陷 安庆沦陷 蒋介石为阻止日军 下令掘开花园口黄河大堤 以阻挡日军 造成黄河改道 淹死百万人 生灵涂炭 1938年7月 武汉会战 拉开了帷幕 1938年8月 上海租界的一个夜晚 一栋看起来毫不显眼的洋房前 几辆悬挂着日本国旗的豪华轿车 依次停在洋房的门前 并立即熄灭了车灯 七八个身着华丽洋服的男女 一看相貌姿态 便知是日本人 他们在一个身穿白色西服男人的引导下 毕恭毕敬的快步走入了这栋洋房 房间里十分简朴 一行人走到一间房内 大门立即紧闭 轰隆隆作响 这间房屋地面一颤 整体向下沉去 叮咚一声响 下降停止 随后房门打开 金光耀眼 刺的人睁不开眼 众人不敢大声说话 出了这间房 眼前的奢华 简直让人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到处都是用钻石镶嵌的水晶灯 密若繁星 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随处可见 大致法老的黄金雕像 小到拇指大小的红钻 看似随意的摆放在各处 地面是薄金铺成 椅子是犀牛皮 扶手是象牙 任何一处细节都是极为昂贵奢侈之物做成的 这群日本人目瞪口呆呀 几乎不敢迈出脚步了 好在有穿白西服的人再三催促 方才回过神来 大气都不敢出的尾随而行 曲曲折折走了许久 又是上楼又是坐电梯 日本人领教了他们一万辈子都无法拥有的庞大财富之后 终于来到了一间普普通通的房门前 倒与刚才的奢华有些格格不入 白西服敲了敲门 少爷 日本人来了 里面有人哼哼的 让他们进来吧 推开房门 日本人鱼贯而入 眼前景象又让他们吃了一惊 一间颇为巨大的房间里到处摆着的 都是机械用品 一股的机油味十分浓郁 整整一面墙上 则挂着各式各样的枪支 有的枪支巨大到足有两人长短 有的微小到不及拇指 三个男人正围坐在一张铁皮台子边 坐在几个铁皮箱子上面 呼吱呼吱的抱着一个铁皮饭盒喝面汤呢 一边喝面汤 一边啃着几个硬邦邦的面饼 吃的是有滋有味 三个男人中间有一个 留着精致小胡子的男人 抬起头来嚷道 来了 让他们坐沙发上吧 说着 他一指房间一脚 一长溜布置的沙发 日本人中有一个年约五十的中年男子 看来像是领队的 赶忙上前深深居了义工 金少爷 九阳大名 我是大日本国廷皇陛下的御用顾问 宁神圆儿 谢本国公主 财政大臣 中央银行行长等人 专程来拜访 感谢您愿意抽出时间约见我们 小胡子男子正是金家实际的掌权人金潘 他哈哈一笑 把铁皮饭盒放下 拍了拍手 从桌子上捡起了一块白手绢 擦了擦嘴 随手丢在一边 乔大乔儿 去收拾收拾 再拿瓶好酒来 乔大呼吃呼吃的还在猛吃 好好 金潘一脚踹了过去 吃货 还不快去 乔大咕咚一口 把所有面汤喝去 又把一张面饼塞进了嘴里 捏得直翻白眼 乔二也不管他 死死拽着 赶忙跑开准备去了 金潘这才对宁神冤二一行人笑道 哈哈哈哈 来啊 坐 金潘两把金枪 枪不离身 大摇大摆的走了出来 随随便便的招呼着日本人坐下 自己把腿 往桌子上一敲 根本没把这些日本人看得眼里 笑眯眯的问道 宁神 你找我找了这么多年 再不见见你有点不好意思了 咱们就聊聊吧 虽说金潘如此藐视日本人 宁神等人还是满脸堆着笑容 不敢有一丝一毫的不快 多亏了方子小姐眼见 宁神身边一个极为妩媚的女子 赶忙站起来 向金潘鞠躬 甜腻腻的说 金少爷 能不生我的气 我死而无憾了 哈哈哈哈 日本第一女特工 第一公关小姐方子 千百年难出一个的游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方子小姐千恩万谢 这才做下 乔大乔二 换了身西装 拿着酒跑来 叮叮当当的摆了一桌子翡翠酒杯 把一个看着已经发霉的酒瓶子打开 糊里糊涂的就全部倒了个金光 金潘骂道 一千年前的红酒 我花了多少钱买到的 你们就这样糟蹋呀 知不知道不能这样乱到啊 那再换一瓶吧 反正还挺多的呢 师父 那我再去拿吧 滚滚滚 你们这两个猪 金子也让你们当粪坑食了 先就这么喝了吧 再给客人一个人包一瓶 让人送到车上去 乔大乔二硬了 又退起一旁忙碌去了 金潘举起了酒杯 欢迎啊 干了 他也不管日本人咕咚一口就喝光了 哎呀 就这酸溜溜的糖水还值一百万法郎 这帮没良心的奸商啊 宁神那边却无人敢喝呀 金潘还是不管他们 宁神 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啊 金少爷 是这样 宁神说着 站了起来 介绍手边的一人 这位 是天皇陛下的爱女 西人公主 一个看着十分规矩 谨慎的女子 站了起来 向金潘鞠躬 用生硬的中文说道 金少爷 你好 宁神继续介绍他 西人公主 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政治经济学硕士 今年二十五岁 喜欢机械制造 通晓五国语言 而且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还是处女 啊 哈哈 怎么的呢 西人公主 非常喜欢金少爷 天皇陛下恩准 希望能够下嫁给金少爷 如果金少爷 现在有妻子 可以当偏房仪太太 金潘打着 这西人公主 站起身来 坏笑着 看着西人公主 突然一把摸在了 西人公主的胸部 捏了两下 西人公主也不敢躲 羞得脸上通红 金潘弩了弩嘴 对宁神笑了 胸不错 比较大 宁神等人如释重负 纷纷鼓掌 宁神更是高兴 高兴不已的说 屁股也很大 腰也很细 西人公主喜欢运动 身材是格际标准 皮肤非常的有弹性 金潘哈哈哈哈的直笑 日本人也跟着哈哈哈哈的笑 金潘念叨 好啊 好啊 他走回到自己的座位 一屁股坐下 还是一副流氓样的说 哎呀 那 我娶了公主 就是皇亲国戚了 实的 实的 真是 啊 挺不错的 金少爷 西婚就好 宁神啊 那说说 我娶西人公主的条件吧 没有条件 没有任何条件 哈哈哈哈 金潘站起身来 那好吧 美人留下 你们走吧 今晚上 我就和美人动房 金少爷 我们还有一点点小事 希望和金少爷商议 金潘黑黑一笑 再度坐下 那就说吧 宁神和其他几位男子 低声的说了几句 日本人还是公推宁神 来说话 宁神 出手拼拼 现在已是大日本帝国第二大的债主 而且您控制的几家企业 已经占据了日本军工生产的近五成 大日本国现在和民国政府的战产不像军方说的那么快就能结束 已经大大的超出了预算 所以国内渐渐吃紧 所以国内渐渐吃紧 我们非常希望金少爷能够帮帮我们向我国提供一些资金 一切人眉之机 给你们钱 是让你们再搞几个南京事件吗 金盘口气 虽说轻松 但炎炎有些不悦 话刚说完 两把金枪已经在手了 直指宁神等人的脑门 宁神等人大惊失色 吓得全身哆嗦 不敢说话 金盘横道 打个仗 老百姓死伤难免 但搞南京屠城的事 我听着就恼火 我他妈的现在就把你们几个的脑袋打开花 给几十万老百姓记起 宁神等人全都咕咚一声跪倒在地 施以大理不敢抬头 宁神更是带着哭腔说 那些军人都是粗鲁的混蛋 绝不是天皇陛下的本意 天皇陛下为此事也非常震怒 已经严厉的惩罚了赵氏军官 保证不再出现这样的惨剧 金少爷 你打死我们可以 但请你一定原谅 金盘压了压火气 你们是什么狗屁丸啊 要不是看你们诚心诚意的来找我谈 态度够孙子 早他妈的一枪一个送你们归天了 然后断了你们的财路 打个鸟的仗 让你们小日本国在中国遍地找屎吃去 宁神等人还是 阿里哥都阿里哥都 道歉个没完 金盘低骂了一声 双手一转 把枪收回去了 要借多少 什么 宁神惊魂未定 要借多少钱 起来说话 宁神和几个人对视了一眼 面露喜色 嬉戏缩缩地从地上爬起来 端坐下来 宁神十万分小心地说 第一期 二十吨黄金 一共三期 总共一百吨黄金 怎么还呢 战争结束之后 上海 天津 山东 福建 广东的矿场 航运 电力的独家经营权 金盘翻了个白眼 还有 整个东南亚 金盘点了点头 嗯 一百吨黄金 说多不多 说少也不少啊 我可以答应你们 并一次性支付 但条件只有一个 请讲 只要我国能够做到 你们和美国开战 打一场太平洋战争 嗯 宁神等日本人军倒吸了一口凉气 唧哩呱啦 议论纷纷 嗯 怎么呢 做不到啊 嗯 这个 嗯 宁神直咽口水 低声下气地问 不知道 为什么您希望我们 打这场战争 你们不和美国打 我怎么去赚美国人的钱呢 只要你们打这场仗 无论输赢 我都会再赤巨资扶持你们 而且是没有利息的 嗯 这个 宁神直冒冷汗呢 掏出了手绢连连擦汗 半赏才说 金少爷 您的这个要求 超出了我们的授权范围 我们必须回去 禀告天皇陛下 才能定夺 好啊 你转告天皇 战争是有钱人的游戏 没钱就别玩下去了 你们肯定会输得很惨的 是的 是的 好吧 你们可以走了 下次再来带着天皇亲笔的确认函 金少爷 这个同意了呢 您说的黄金 我明天我明天就安排先给你们二十吨黄金 专门用来准备和美国开战 这个钱不用还 以示诚意 天皇决定了 我会尽快再给你们安排一百吨黄金 分批运往东京 宁神感动的替泪交流啊 又跪在了地上 谢谢金少爷的慷慨 感激替灵 大日本国若能得到中华 天皇陛下登基为帝 您是第一功臣啊 什么功臣啊 谁当皇帝关我屁事啊 我只是个商人 没有利益的事我懒得干 好的 好的 那金少爷 我们的西人公主 就先留在这里陪伴您了 哎呀 这个 金潘撑了个懒腰 这个大礼 我还是先不要了 等你们和美国打起来 我再娶他 就这样吧 我累了 说着 他摇摇晃晃的向远处走去 头也懒得回 宁神等人不好再说什么 起立鞠躬 屋外穿白西服的男人进门 请了宁神等人出去 暂且不表 金潘见日本人全部走了个干净 这才从内室中走了出来 一言不发的掏出了两把金枪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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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两支枪里的子弹 全部打在了门上 然后重重的喘了一口气 把枪收回腰间 一屁股坐在桌上 闭目不语 不多时 乔大乔二两人赶来 见金潘一张冷脸 都不敢说什么 坐在金潘的下手 小鬼子走了 走了 那就滚一边去 老子心里烦 师父 那个 有屁快放 乔二小心地说 金 金大酒来了 师父您见不见呢 他没事回来干个屁啊 让他滚 老子不见 呃 是 乔大乔二油油油油油的 还想赖着不走 磨磨蹭蹭地往后推 金潘突然改了主意 哎 把金大酒叫来 一身白色西装 系着金色领带 头戴白色礼帽和墨镜 十足扩商模样的中年男子 在乔大乔二的带领下 从内室走了出来 此人见到金潘 只是微微一点头 非常平静地问好道 少爷 你好 金潘正一颗一颗的 给自己的金枪上子弹 金大酒 你不好好陪着我两个爹 找我来做什么呀 金大酒走上两步 也不请示 坐在了金潘的对面 有事禀告 金潘啪的一声 合上了弹夹 靠在了桌子上问道 金大酒 你向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是五行世家的事情 我是金家唯一的五行世家联络使 我来 当然与五行世家有关 五行世家的事情 我不是说了吗 由乾坤两位金王定夺 我不管 我已经请示过两位金王大人 他们说一切由你定夺即可 他们打算这两天就隐退 去美国附近的小岛上定居 所以少爷 你已经是五行金王了 金潘双手往裤兜里一插 站直的身子 他们两个倒是看得开呀 说吧 金大酒 什么事 金大酒点了点头 从怀中掏出了几张信函 一张一张的地上来 水王流川大人 询问金家是否决定参与五行合纵 火王严道大人 询问金家是否参与五行合纵 土王田问大人 邀约金家五行合纵 沐王沐邪大人告知金家 五行合纵定于今年十月九日下午六点 地点万年镇 请于下午四点前赶到 做最后商议 金潘一张一张的结果 随手把水家火家土家的信函 丢在了一边 只把沐家的信函打开 迅速的看了一遍 金潘看完哈哈大笑 挥着手中的信 面色一冷 狠狠地把信函拍在了桌上 木邪 署名是木邪 一句客气话都不说 我欠他的呀 啊 命令我呀 金潘气得大发雷霆 到处乱打乱踢 他就是这么把我当兄弟的 啊 老子为了他差点死在木家 老子欠他的呀 老子是欠他的了 老子为了他好 他就这样硬邦邦的命令我 我操他祖宗十八代 金潘继续在屋里乱砸乱摔 一边口齿不清的还大骂不止 乔大乔二偷偷上前 把桌上的信拿起来 两人一看 都觉得这封信倒像是官方调令 一点兄弟朋友之间的话语都没有 完全把金潘当陌生人和下属一样呵斥 乔大乔二也紧紧的皱眉 怎么写的这么硬邦邦的呢 金大九倒是一直端坐不动 等到金潘砸够了摔够了 呼吃呼吃喘气的时候 这才站起身来说 少爷 你决定如何答复 金大九你立即给我滚 滚得越远越好 好的 我知道了 少爷 两位金王大人让你保重身体 做事不要太勉强 天下的钱是赚不完的 赚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还是多享受享受人生 滚 你可滚 再废话一句 我就一枪打死你 我早就想打死你了 金大九摘下了礼帽 鞠了一躬 少爷 我先走了 说罢他转身退下 金潘见金大九离开 这才瘫软了一样 爹坐在沙发里 用手摁着额头低头不语 乔大小心地问 师父 你这么讨厌金大九啊 乔二也问 要不要我们追上他 狠狠揍他一顿 金潘低了头 极低的声音说 那就来 乔大乔二没有听清 师父 是打他一顿啊 拿酒来拿酒来 听都没有你们这两个猪头 乔大乔二下了一个机灵 赶忙跳起来 冲向后屋取酒去了 金潘突然抱着头 嚎啕大哭 全在沙发上 狠狠地自己摔打自己 小孩子一样 哭得鼻涕眼泪 直往嘴里流 花小血 我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一个亲人 你知道不知道啊 你知不知道啊 我恨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人啊 可就是不能恨你啊 但你为什么要五行合纵啊 为什么呀 为什么 乔大乔二抱着十几瓶酒跑出来 见金潘这个痛苦不堪的样子 只好傻站着 不知该说什么了 金潘长叹了一声 坐了起来 见乔大乔二抱了如此多的酒 又是气不打一处来 脱下鞋子就砸了过去 你没想喝死我呀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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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是 呃 不是啊 我们不知道 你想喝哪种酒啊 师傅 你 你平时不爱喝酒啊 全拿上来摆好 全打开 你们这两个猪头和我一起喝 一直喝光为止知道不 半个时辰以后 满地的空酒瓶 三个衣衫不整的人 在沙发上搂着又蹦又跳 一会排成一字 一会排成二字 上蹿下跳 好不快活 师傅 为什么要走金大酒啊 因为我小时候 他老偷看我拉血 原来是这样啊 是 是吗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哭啊 因为 我两个徒弟都是猪啊 嘿嘿嘿 原来是这样啊 嘿嘿嘿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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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到底我们要不要 咕咕 falando 金盘突然一惊 双眼发直 桥大桥儿摇摇晃晃地 看着金盘 金盘慢慢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哈哈大笑 当然不要啊 白痴傻子才会五行合纵呢 原来是这样啊 于是金盘桥大桥二这三个人胡言乱语着 在地下的金家宫殿里尽情的闹腾着 直到金疲力尽 醉成死猪一样 东倒西歪的堂倒在地 不省人事 时间的车轮滚滚而动 无法阻止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漫漫无垠的历史长河里 只不过是白居过细 1938年10月7日黄昏 东北 日军万年镇军事要塞外围十里以外 一个叫北八窝的废弃的村落 尽管此地紧挨着一个关道 却毫无人计 到处都是黑灯瞎火 就在这破败荒芜之地 有一对男女 风尘仆仆的走入了村落 双双驻足在一个看似客栈的院落前 那男子看着三十岁开外的年纪 穿着一身皮夹克 身材笔挺 精神绝朔 显得异常干练 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一看就不是个普通人 而陪在他身边的女子 看起来只有二十岁出头的年纪 也是穿着女士皮夹克 美眸秀木 小鸟依人 温柔俏丽 让人过目难忘 男人看了看这座荒废的客栈 就是这里了 女子靠近了男人 问道 这样真的好吗 他们只是普通人 男人 搂住女子的细腰 洒脱地笑了 我答应过他们 女子嗡了一声再无意义 两个人携手走入院中 院中荒草遍地 房内一片漆黑 两人却不犹豫 脚步不停 笔直地走入客栈中 客栈大堂桌椅虽全 却都落着厚厚的一层灰 显然久无人来 更显得昏暗 男子却会心一笑 领着女子走到一张桌子前 吹去了一张椅子上的灰尘 用袖子擦了擦 请女子坐下 男子高声叫道 伙计 有客人来了 还不出来招呼 不做生意了吗 说着 他安安稳稳地坐在女子身边 并无人回答 男子却不惊讶 继继继继续说 你在出门后躲着偷看我们呢 好了不要躲着了 我们只是过路人没有恶意 哦 不要走啊 你的左脚是不是有伤啊 你那左脚是不是有伤啊 颠着脚走路 一拳一拐地小心摔着 女子就掩着嘴 那好吧 有人轻声应了 一盏斗大的灯火燃起 一个半大小子提着盏油灯 从大堂一侧走了出来 男子看着这个小伙计 小五 是你在看电哪 那小伙计一听男子叫出了自己小名 惊得差点一个亮相 滴倒在地 滴滴撞撞地站好了以后 举着油灯向男子照来 惊声地问道 你 您是 我是火小鞋 小伙计啊啊连声 已经看清了火小鞋的相貌 哇的一声惊叫 扑通一下跪倒在地 麻利的咚咚咚三个响头啊 兴奋莫名地叫道 恩公 大哥 你回来了 火小鞋起身将小伙计扶起 小伙计已经哭得稀里哗啦 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火小鞋说 我本以为我要很久才能回来 可事情比想象中进展的要顺利 小五 来 坐 小伙计受宠若惊 大哥 恩公 大姐 你们坐 我给你们倒水去 火小鞋拉着小伙计坐下 哎呀 不用了 我们不可 先和我说两句话 火小鞋向后院方向看去 哦 是不是还有一个人呢 小伙计忙说 哎呀哎呀 见到大哥太开心了 我都忘了 他站起身来大叫 媳妇媳妇快出来 是火小鞋大哥 是我天天都和你提起的 火小鞋大哥回来了 这才有一个普普通通 相貌平常的矮小女子 从后院钻了出来 扭扭捏捏的走了出来 站着遥望 不敢上前 小伙计大叫 傻 站着干什么 过来呀 哎呀 你真是 四人总算坐定之后 彼此介绍了一番 那小媳妇 低着头 还是不敢吭声 小伙计便呼喝着他去烧水 火小鞋并不阻止 细细问了小伙计最近的事情 原来数月前 火小鞋离开死地之后 马三多规规矩矩的 埋葬了死去的店掌柜和老板娘 带着小伙计上山 可小伙计哪有呼啸山林的能力啊 第二天就把腿给摔断了 当时日军在到处扫荡围剿 马三多这伙山匪 带着小伙计十分的危险 便又曲曲折折的 把小伙计送回到客栈里安顿 马三多尽管外号叫黑麻子 但脑子不笨 知道小伙计孤单 不知道怎么的 就让他寻来了一个孤女 嫁给了小伙计 彼此陪伴 既然他腿脚不变 就留在这里等火小鞋 说不定火小鞋会回来 也方便火小鞋能再找到他们 这一对小夫妻 就一直在北八窝东躲西藏 晚上住在地下 食物等等 有马三多派人一个月送来一次 所以几个月来 虽说过得清苦 倒也踏实 中间只有几次日本人进村巡查 知道这里是一个荒废的村落 也不愿意大费周折地搜索 而且他们躲在地下 算是有惊无险 火小鞋听了此话 欣喜这个马三多倒是个 言出必见的好汉 不枉他和水妖儿 辛辛苦苦找了一趟 便问小伙计 马三多他们现在在哪里 前两天刚刚给我送了粮食 告诉了我 他们这几日的临时营地 离这里很近 也就十里远 明月高悬 夜已经深沉 距离北八窝不远的深山之中 一个林木繁密的山谷 树林间隐隐约约 有一两点灯火闪烁 有一男一女站在山梁上 向下方看去 这两人正是火小鞋和水妖儿 原来火小鞋水妖儿 问清马三多他们大致的位置 便决定自行找来 小伙计本要跟随 但他腿脚不变 被火小鞋婉拒 他们两个别过小伙计 撒开腿脚 借着星光一路奔驰 火小鞋眼力超群 水妖儿精通地理 所以很容易的便找到了此处 火小鞋水妖儿相视一笑 两个人闲停信步一般 向灯火出走去 走到山谷下方 树林边缘 火小鞋远远的便看到了有两个男子 躲在大石后面抽烟 一边窃窃私语的调侃着 他们以为声音很小 其实在火小鞋耳中听得真切 酒再给我喝一口 没顿少了 经不住你这样喝 瞧你这小气样 哪里 少喝点 离幻岗还有两三个时辰呢 你说马寨主怎么想的 咱们天天提心吊胆地被小鬼子撵着到处跑 这地方有啥好留恋的 已经是鸟不拉屎的地方了 拍拍屁股走了算球 哪里不能当个山带王 你这话可别瞎说 马寨主听见了非砍了你 我说着玩着 你不能和别人说 我没你那碎碎嘴 这两个山匪嘀嘀咕咕咕说了几句 突然大石后有人咳嗽了一声 立即吓得一个哆嗦 抓起地上的枪就跳了起来 谁谁 又是一声咳嗽 火角邪和水妖儿从他们身旁的大树后 笑眯眯地走了出来 两个山匪大惊失色 举起枪指着他们 你们是谁 别动 敢动就开枪了 火角邪笑了笑 抱了抱拳 客气地说 两位兄弟 请问马三多 马寨主可在 两个山匪剑火角邪水妖儿毫无巨色 更是惊慌了 说话都打颤了 你们是谁 火角邪笑了 我是马寨主的一个朋友 这是我的妻子 我俩千里迢迢来这里找马寨主聊聊旧事 你们 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 你们怎么知道马寨主在这里呀 火角邪知道这两个山匪属于没脑子的野汉子 便一抬手 亮出了两块大羊 说来话长啊 还是不说为好 劳烦两位兄弟 带我们去与马寨主一见 说着手一甩 把大羊丢在了两人脚下 这两个山匪犹豫了一下 见火角邪一直客气得很 又出手大方 给了引路钱 脑子开始转不过来了 两个人就商量 这怎么办呢 你说怎么办呢 他们看着不像坏人吧 不像就不是坏人了 那怎么办呢 压着他们进去 他们就两个人怕个球弹 是 我看也是 于是这两个山匪 慢慢的把地上的大羊 一人一个捡了起来 不敢放松警惕 贺令火角邪水腰上前 他们在后边压着往里走 火角邪水腰并不计较 于是四个人两前两后的 向树林里走去 走不了多远 来到了悬崖边 便看到了一个山洞 山洞外有一小片空地 七七八八的 或坐或握着几十个人 系着几十匹马 火小邪水腰比直的走路 立即引起了众匪的注意 呼啦啦一下子 全部站了起来 一个个凶神恶煞的 向火小邪看来 拿枪的拿枪 拿刀的拿刀 顿时拦住了火小邪水腰的去路 两个压着火小邪水腰 进来的山匪赶忙上前 他们两个说 要找马寨主 我们就给压来了 一个满嘴黄牙的丑汉 瞪着三角眼走了出来 找马寨主 真会找啊 荒山野岭大万叶的孤男寡女 还能找到这里来 想见马寨主 行啊 来啊 先绑起来 把女子脱光了 这个丑汉话刚说完 就听丁的一声 鼻头上中了一个硬物 当时打得挨压一声 抱着鼻子 弯下了腰 鼻血横流啊 谁打我 他低头一看 地上竟是一个明晃晃的大羊 丑汉也不顾腾 一把先将大羊抓在手中 丝毫不管是不是这个大羊打中了他 继续叫道 该有本事 再打 又是丁的一声 一个大羊只打进了丑汉的嘴里 火小姐正色地说 我们是你们马寨主的客人 说话客气一点 不要把我惹火了 丑汉扑的一口吐出了大羊 还是握在手中骂道 愣着干什么 伸过绑起来 众山匪就要上前 只听一声大鹤 弄个球的弄 一个黑脸长麻子的大汉 推开了众人 笔直地走了进来 这黑脸大汉一见 火小姐的面貌 生生地愣了一愣 火小姐笑而不语 两个引路的山匪 不知圈地跑上来报道 这种 他们说认识你 来找你 我们给压 是压过来的 他们老实得很 黑脸大汉 挨压一声 双手一甩 啪啪两个大耳光 打得这两个山匪 滴溜溜打转 黑脸大汉抽完巴掌 挨压一声大叫 咚咚咚上前两步 扑通一声跪在了火小姐面前 一败到底 大叫道 大哥 大哥你回来了 马三多该死啊 火小姐上前扶起了马三多 兄弟 不必如此大礼 马三多却不起来 回头狂吼 跪下 所有人跪下 惨拜大哥 所有山匪还在愣神呢 见马三多跪了 又贺令如此 虽说吃惊 但谁都膝盖一软 扑通扑通 跪了一地 齐声道 惨拜大哥 马三多是激动不已啊 大哥啊 我天天盼着你能回来呀 本以为你三五年内都回不来呢 谁知这么快又见到了你 我 我真是 哎呀 我 我愧对大哥呀 我没脸见你呀 这个七尺大汉居然咧着大嘴 哇哇地哭了起来 火小姐还是要把马三多扶起 可马三多无论如何就是不起来 火小姐劝道 兄弟 何必如此 起来说话 大哥那日一走 我收拢了火家寨的人马 本想按照大哥的叮嘱在这一带积攒实力 可小鬼子连日围剿 我躲都躲不过呀 与小鬼子遭遇了几次 小鬼子人多 我们打不过他们 火家寨本有近二百号兄弟 以前在北八窝 见过大哥的几个兄弟 全部都死了 结果 结果现在就剩下这么四十多个人了 我真是废物 我真是没脸见人呐 大哥 我真想一头撞死在你面前呐 马三多一番哭诉 其他山匪也都悲从心来 这些山匪许多都是同乡同宗 还有不少是亲兄弟 所以不少人都低头抹泪 火小姐心中悲凉 当日随性的一句话 让马三多用五年的时间积攒实力 却让马三多认了这个死礼儿 结果让上百人死在了小鬼子的枪下 追根溯源 自己难逃干系 火小姐知道这时候不能安慰 沉上的问头 马三多兄弟 你想不想报仇 想啊 做梦都想啊 我恨不得踏平了万年镇 挖了小鬼子的心肝呢 好 马三多 想报仇呢 就站起来说话 跪着还报什么仇 马三多一停 通的一下从地下跳起 站得笔直 一抹鼻子 撇过哀伤 又是一脸豪气 大哥 你说 我什么都听你的 什么时候报仇怎么报仇 我们这四十几条命 全部都交给大哥了 火小姐说 会比你想象的更快 来 找个地方 我和你说说 马三多念了声好 回头见其他山匪 还跪着 大骂道 都起来 没听大哥说吗 跪着 报什么仇 众山匪 这才赶忙 站了起来 马三多又喝令道 丑狼 去拿酒 拿肉来 送到山洞里来 马三多嘴里说的丑狼 正是挨了火小姐两枚大洋的丑汉 这丑汉 这丑汉见火小姐是这种来头 又怕又惊 哪敢放个屁呀 立即跑开去准备 马三多伤心来得快 去得也快 喜笑颜开的迎着火小姐向山洞里走去 一边号令山匪 在山洞外好好的看守 火小姐也把水妖儿介绍给马三多 马三多连声叫嫂子恭敬有加 走到洞口 马三多一拍大腿想起了什么 哎呀 大哥 里面有我新认识的两个好兄弟 他们刚才不方便出来 一会儿我给您引荐 哦 好啊 他们以前可知道我 哎呀 我经常和他们提起你 但你放心 你叮嘱过我 不准和任何人提起你的名字 所以我只说过 我有一个大哥 十足的豪杰 从没有说过你叫什么名字 他们如果见到你 一定也很高兴 哦 他们是什么来头 马三多比划了一个手势 火小姐问 八 八路军 哎呀 大哥英明 他们是八路军 共产党 来东北领导抗日游击斗争的 和东北抗联合作 一直在说服我加入抗联 三个月前找到的我 小鬼子打我 他们帮了我很大的忙 所以我和他们很贪的来 称兄道弟 说老实话 如果今日大哥不来 我真打算再熬几日就离开这里 跟他们去参加抗联了 好啊 共产党 我早有耳闻 终于能见一见 十分荣幸 马三多放下心来 领着火小姐水腰儿进洞 马三多一进洞内就大叫 张哥 周哥 刚才不是打架 而是来了贵客 天大的喜事啊 洞内侧一试 灯光微晃 两个人快步走出迎上前来 洞内尽管昏暗之极 但火小姐何等眼力啊 早就看清了两个人的相貌 呼的瞪大了眼睛 心中狂跳 马三多不等张哥 周哥两个人上前 就笑哈哈的介绍 这位就是我常和你们提起的 我的大哥 这两个人快步上前抱拳笑道 哎呀 刚才我们在洞里商量事情 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听到马兄弟招呼这才出来 抱歉抱歉 大哥酒痒了 火小姐的声音微颤 朗德班 别吼 那两个人均是一愣 突然间整个人都颤抖了起来 双双迈上了一步 看清了火小姐的长相 均是一脸的惊讶 其中一个魁梧点的师生叫道 火小鞋 火小鞋眼角含泪 朗德班 别吼 是我 我是火小鞋呀 另一个看起来十分精干的男子 已经按捺不住 直扑上前 火大哥 他一把将火小鞋紧紧的攥住 眼中满是泪水 几乎无法言语了 大哥 是你 真的是你呀 火小鞋也紧紧抓住他的胳膊 惊喜不已的说 扁猴 是我 真的是我呀 扁猴此时看着已经有二十七八岁的年纪了 精明干练 绝不是十一年前与火小鞋阴阳相隔时胆小怕事的小孩子了 扁猴嗡了一声 顿时泪如泉涌 为不让火小鞋看到 他低下头去 无声无息的任凭泪水流淌 另一个魁梧的男子正是浪德奔 他幼年时还有点吃肥 可现在看着年有三十留着落腮胡子 身材魁梧 比火小鞋还高了半个头 异常强壮 满脸威猛刚毅的身子 活脱脱一条能够降龙扶虎的硬汉 这时浪德奔 也激动的不能自已了 眼内泪水滴溜溜的打转 可就是不肯留下 走上一步 与火小鞋双拳紧握 三个人便这样彼此紧紧的抓着 默默的站立 并无言语 马三都更是吃惊啊 终于忍不住问道 你们认识啊 火小鞋含泪点头一笑 何只是认识啊 这个山洞的内洞 摆着两盏马灯倒是亮它 马灯旁边 在一块平整的大石上 摆着一张东北地图 上面用探笔画了不少圈圈 圈里有的打叉 有的打钩 众人不胜唏嘘 围坐于大石旁 火小鞋介绍水妖儿 是自己的妻子 名叫真巧 浪德奔瓁猴 当然认不出水妖儿是谁 兴高采烈的连声叫大嫂 恭喜火小鞋 水妖儿也替火小鞋高兴 十分得体的还礼 众人都是心切 很快便说起了那些陈年旧事 原来十一年前 浪德奔老关枪 瘪猴三个人并没有死 被旗舰二三指流带着 逐出奉天 一路南下 三个人都被下了药物 浑身无力 逃脱不得 老关枪胸口中枪 虽没有打中心脏 还是耐不住旅途颠簸 发高烧 死在了湖北一带 浪德奔等四人 一路有人指引 一直向南 到了广东境内一处小镇 方才安顿下来 浪德奔瘪猴每个月 都要被迫服食药物 一直身体虚弱 无法逃脱 这样过了三年 那三指流远离奉天 日日哀叹 终有一日上吊自尽 旗舰二 则中日酗酒 终于有一次耐不住贫寒 偷了人的东西 生生被人抓住 他本就是个外乡人 结果被官府棒打致死 于是浪德奔瘪猴 再无人照顾 被乡民赶出了小镇 流落江湖 好在无人管他们 就也无需服药 过了两个多月 身体渐渐恢复 他们苦苦求生 向北方流浪 终于在江西一带山村 遇见了共产党的队伍 为求生存 便加入了这支队伍 按浪德奔所说 加入共产党 是此生他们做的最为正确的事情 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 帮助贫苦人民 纪律严明 虽说穷得叮当响 衣衫褴褛 但绝不干欺压百姓的事情 浪德奔瘪猴会偷东西 比较激烈 所以做出了一些成绩 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这支队伍被国军打散 浪德奔瘪猴跟随残部 千辛万苦地辗转来到了陕西延安 并定居下来 组织上 给浪德奔取名张奔 给瘪猴取名周灵 十两个人终于有了姓名 时过境迁 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 东北沦陷 中国水深火热 延安方面了解浪德奔瘪猴 原是奉天人 便委派他们一项重要任务 来东北与抗连取得联系 并一定要千方百计的组织队伍 在敌后展开游击斗争 浪德奔瘪猴带着中央信函 领命前往 在东北境内四处串联 却也被东北围满政府盯上了 发出了通缉 浪德奔瘪猴四处逃亡 终于在北八窝一带 和马三多的队伍相遇 先有一番误会 但终于化敌为友 同舟共济 时至今日 与马三多相识 待在队伍里 已有近三个月了 再问到火角节这些年的经历 火角节不便说五行世家的事情 便说了一套 自己在奉天侥幸不死 以为浪德奔他们已经死了 于是浪迹江湖苦苦求生 认识了许多生死兄弟 也得罪了不少人 尤其与小鬼子势不两立 小鬼子抓劳工 便带了一些兄弟 混进了万年镇要塞 打算让小鬼子好看 结果此计不成 兄弟尽死 自己九死一生逃出要塞 方才与马三多相识 马三多听火小邪谈到自己 兴致高涨 添油加醋的 把火小邪的英雄世纪 讲了一遍 浪德奔听火小邪 马三多讲完 却不是很高兴 微微皱了皱眉 问道大哥 那你现在还是个贼吗 火小邪自己是五行世家的 穆王 虽是大贼王大盗 但也算是贼呀 所以不假思索的大盗 对 我还是个贼 马三多补充了一句 是大盗 浪德奔问道 那大嫂 也是贼 火小邪隐隐隐觉得不对 也是 大哥 不管你是小贼还是大盗 兄弟我说句不客气的话 大哥 还是弃恶从善 不要再做偷鸡摸狗的事情 条条条大路都可以走 做贼怎么说都是歪门邪道 是共产党人坚决要铲除的一个行道 大哥 听我一句 不要再做贼了 撇猴听浪德奔言辞激烈 赶忙阻止 老了 我们以前都是奉天的小贼出身 不能这样和大哥说话 浪德奔严肃的说 小猴 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当过贼 才更应该和贼道化清界限 大哥 我说话直 你听了别生气 兄弟说的都是良心话 以前我不知道 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以后 我才彻头彻尾的领会的 下巴行都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毒瘤 一定要铲除的 做贼不是正道大哥 活小姐看着浪德奔心头一痛 但面上还是堆着笑容 浪德奔 没事 你说的对 水腰儿笑了笑 浪德奔 那你说怎样做才对 什么才是正道呢 浪德奔一听 脸上兴奋了起 刷得一下 站起 气宇宣昂的说道 是共产主义 只有共产主义 才能救中国 只有共产主义 才能解放劳苦大众 中国的未来 是广大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 和广大无产者的 不是地主资本家和皇帝的 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拥护共产党 支持共产主义 这才是正道 大哥 嫂子 马三多同志 已经决定加入共产党了 要不我也介绍你们加入共产党 这样我们不仅是亲人 更是革命战友了 革命战友比亲人还亲呢 扁猴也站起来 紧握着拳头说 实现了共产主义 大家可以按需分配 人人平等 再没有剥削 再没有压迫 每一个人都能光明正大地活着 只要为国家做出贡献 无论大小都会被人尊重 大哥 嫂子 穷苦人想要翻身做主 只有靠共产党啊 浪德班见火小鞋水摇儿 没有什么表示 更是着急 一步步走到了地图旁 指着地图大声地说 大哥 嫂子 东北沦陷 东北军跑得连个影子都没有了 日本侵略中国 蒋介石的军队一路败退 溃不成军 全都是卖国奴 现在全中国只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在拼死抵抗小日本的侵略 狠狠地打击了小日本的嚣张气焰 并且阻止了小日本的侵略脚步 要是没有共产党 只怕中国要亡国了 你看这里 这里 还有这里 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虽然我们还很弱小 但贵在有共产主义的信念支持 我们得到各界人士的拥护 是东北抗日的主力啊 别偶也激动起来 对 现在的民国政府 当权者 资本家 大地主们 都是在发国难猜 哪管我们老百姓的死活呀 现在 我们要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 抛开个人私利 忘掉阶级出身 狠狠地打击日本侵略者 抗战 得到胜利以后 就是共产党的天下 人民的天下 大哥 嫂子 不要再做贼了 加入我们吧 水摇耳清声地说 确实 听着很不错 很有煽动性 浪德奔愣了 表情严肃 嫂子 怎么叫煽动性 我们说的都是大实话 发自内心的大实话呀 浪德奔兄弟不要见怪 小女子孤陋寡闻 才疏学浅 不太会说话 嫂子 我不怪你 最开始的时候 我也不敢相信 共产主义真的能够存在 但是日久见人心 共产党人 都是身体力行 绝不说大话 空话 假话 我现在打心眼里 佩服共产党 佩服我们的领导人 毛泽东同志 朱德同志 活小节打断了浪德奔的 慷慨陈词 朗德奔 别好 加入共产党这件事情 还是先容我们想一想 凡事都有个过程 相信共产党人的耐心也很好 不会强人所难的 浪德奔 浪德奔惋惜的说 哎 理解 我理解啊 大哥 嫂子 你们就是接触共产党 接触的太少了 所以一时之间消化不了 没关系 这次我们终于见面了 还有大把的机会 可以和大哥 嫂子 讲什么是共产主义 要不 今晚我们就 粗息长谈 我和你嫂子来这里 其实有更重要的事情想做 这件事情做完了以后 我们再好好地谈谈 哦 大哥 是什么事情啊 看我们能不能帮上忙 我这次来 是想攻打日军要塞 万年镇 好 浪德奔扁猴都是一惊 扁猴问道 大哥 你说要攻打万年镇 不错 什么事 后天下午 浪德奔大惊失色 什么 后天下午 大哥 就凭我们这几个人 打万年镇就是找死啊 万年镇这个要塞 驻军少说就有两万多人 而且装备精良 是日军的精锐啊 哼 正是如此 所以要打 马三多一拍大腿 痛快 大哥说的痛快 想想就过瘾呐 浪德奔眉头紧皱问道 大哥 你还有其他队伍吗 有多少枪炮啊 没有 浪德奔 碧猴 你们想不想一起跟我去打万年镇呢 浪德奔犹豫到 大哥 我很佩服你的勇气 但打万年镇不能意气用事 斗争要有策略 不能以卵击石啊 这件事情如果条件不充分 不可为 东北抗连的队伍呢 你们能否帮我召集一些 哎呀 就算全东北的抗连召集的一起 只怕也力量不足啊 再说了 万年镇这个要塞 攻打他 并没有太大的军事价值 这个要塞本来就建立的莫名其妙 浪德奔 那你的意思是说 打不过 就不要打了 我们看着万年镇要塞 在中国的土地上猖狂吗 浪德奔有些无语 碧猴接过了话 大哥 为什么你一定要打万年镇呢 和共产党说的一样 我是为了天下的民心 浪德奔瘪猴都有些犯难了 两个人坐下 各自思索 不再言语了 气氛为之一致 马三多哈哈笑了两声 张哥周哥 我听大哥的 大哥说的 我就提着脑袋上阵 管他能不能赢呢 杀一个够本 杀一双还赚一个 总比东躲西藏的要好 浪德奔抬起了头 大哥 如果我们劝不了你 你要打 只好随你去 但我和小猴不能参与 瓶猴 瓶猴沮丧的说 大哥 我们是共产党人 是有使命在身的 党的使命 比我们的性命更加重要 浪德奔抬起了 浪德奔又说 大哥 如果是十年前 就是你一生令下的事情 可现在 我们不是江湖帮派了 我们是有组织 有纪律的 是有更崇高的目标的 对这些毫无意义的江湖一举 只能说不支持 也不反对 火角结笑了 没关系 人各有智 大哥 我也不想你们随随便便 勉强参与 大哥 我浪德奔不是闹肿 我知道 大哥 相信共产党吧 求你了 你是不知道 共产党有多好 大哥 你再考虑考虑吧 至少先不要这么决定 先听我和小猴 与你讲一讲 什么是共产主义吧 瘪猴也伤心的说 大哥 做贼害人不浅啊 大哥 不要用做贼的那套想法 去想问题了 火小姐站起身来 拍了拍 瘪猴的肩头 对浪德奔说 我一一决 不用多说了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 不在此久留了 咱们改日再见 浪德奔瘪猴 嗡嗡两声 眼睛都红了 忍住不哭 火小姐说 马三多 你送我出去 我有话和你说 马三多应了声诗 冷冷地看了浪德奔 瘪猴一眼 跟随火小姐睡妖儿 向外走去 火小姐走出洞外 看着明月当空 不由地长叹了一声 马三多说 大哥 你放心 我万死不辞 火小姐边走边从怀中 拿出一个纸包 递给了马三多 马三多 你按照信中所示来办 其中有一个木牌 你随身携带 如果碰到有些奇奇怪怪的人 拦路 你只要亮出这个牌子即可 是 大哥你放心 大哥 你真的现在就要走啊 是啊 千头万须 我还要一一梳理 今天有幸能见到你 又能与多年失散的兄弟重聚 我已经很开心了 走了走了 马三多点头称诗 三个人再往外走 就听到洞口有人大叫 火小姐 火小姐听得出是浪德奔扁猴追出了洞外 站住步行 却也不转身看他们 浪德奔大喝 火小姐 再见到我们 到时候如果你还是自称为贼 我们再也不会叫你大哥 贼 是共产党人绝对不能容忍的 你骗马三多去给你送死 你在挥霍共产党人苦苦维系的革命力量 你如果还认我们是你的兄弟 你必须要接受共产主义的改造 火小姐 你这个封建残与反动分子 你再不回头 新中国是绝对不会接纳你这样的人的 你一定会被历史的车轮狠狠的撵成碎末的 瘪猴拉着浪德奔拼命不让他说 可是浪德奔红着双眼 大滴的泪水从眼角滚滚而落 撕心裂肺的把话说完了 这才就此罢休 大踏步返回了洞内 很快 豪哭声震天 双拳猛砸洞 毕生咚咚作响 火小姐淡然的说 保重啊 他大不留心 斜着水腰儿快步离去 两个人身形如垫闪了几闪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没入了黑夜中 再不见了踪影 十月九日下午四点 一处偏僻的山头 秋高气床 万里无云 只是山风烈烈 吹得甚猛 一对青年男女骑着骏马向远处遥望 正是火小姐和水腰儿 群山之间 一片巨大的军事要塞 依山而立 戒备森严 一手难攻 黑悠悠地趴在地上 好似一条盘子悬崖之下 随时伺机而动 吐得毒信子的巨蛇 火小姐目光凝重 沉声地说 万年珍 水腰儿说 确实用常规的办法 很难攻破 火小姐点了点头 回头望去 有三组人马 每组约两三人 正从三个不同的方向 骑马上前 最先到达的一组人 全是一身黑色衣裳 领头的一个 十足教书先生的模样 另外两个 也是相貌平常 若不是穿着黑衣 指向寻常的路人 火小姐抱了抱拳 水王大人 来人正是水王流川 流川呵呵一笑 抱拳回礼 猜到一定是 沐王大人最先到 等候水王大人 主持大局呀 客气 办法可以水家来想 情报可以水家来收集 最终的号令 还是沐王大人领头 歇了 第二组人马也走上前来 领头的一个身穿土黄袍 不够言笑 面目俊朗 正是土王田问 田问身边 则是林婉和田羽娘 林婉精神不错 已经是满头黑发 田羽娘似乎对林婉这个媳妇 非常满意 总是看着林婉和田问 笑面如花 田问高声地说 来迟了 火小姐 水腰儿 水王流川等人还礼 第三组人 还是三个人 快马加鞭 眨眼就到 大头一人 身穿灰袍 尖头绣着红云 正是郑泽道 郑泽道身旁 则是火法坛坛主苦灯和尚 和尊火堂堂主尊景旗 郑泽道拉江止迹 很是潇洒 抱拳问候 岳父大人 土王大人 木王大人 来得晚了 该罚该罚呀 水王流川笑道 火王大人谦虚了 时候刚好 不晚不晚呐 田问抱了抱拳 念了声好 火小姐很客气的 冲郑泽道 点头一笑 抱了抱拳 火王大人 辛苦了 郑泽道说 哎呀 此次火家为五行合纵之盛事 为抱与小日本子的血海深仇 精锐尽出 家之有水土木三家高手齐军 小日本的狼子野心 今日定是覆灭之时 痛快 郑泽道快速扫了一眼 金家还没有来吗 水王流川说 金家不该错过 岳父大人 我也向金家发寒问过 但金家没有给确定的答复 只是说金家乾坤两金王已经退位 改由少汝金攀任金王 所有五行之事 还需金攀定夺 岳父大人 此话 故知何意 那就是说 金家有可能来 也有可能不来 只在于金攀一心 各位大人 如果金家不来 我们可还算是 五行合纵 火角节田问军不作答 水王流川说道 我们五行世家已有约定 缺了任何一家 军不算五行合纵 所以不管我们在此聚集了多少人 此局都是作罢 或留或散 不算违约 穆王大人 五行合纵 是由你发起 我此话说得可对 火角节抱拳打倒 蒙约如此 水王大人说得在里 只是现在做定论 还是太早 离六点总工之时 还有一个时辰 如果届时金家还是不来 各位大人可以自行决定 去留 郑泽道说 哦 沐王大人此话 甚合我意 不管金家来不来 我们贼盗的威风和规矩不能丢 理应先做好大破万年镇的安排 事不宜迟 还请岳父大人先做指示 好 水信子 把地图展开 水王身边的水信子下了马 从身后抽出了一张绢布 铺在了地上 正是万年镇一带的地形图 众人接下马来 站于地图旁边 水王流川在地图上缓步行走 一路指点下来 众人各自牢记 水王流川说完 看向了火小节 沐王大人 此战由你调度指挥 各家听你好令 你看如何 郑泽道先是一愣 岳父大人 水家擅长指挥调度 您又是五行世家的元老 我们上市新丁 您过谦了 水王流川哈哈一笑 水家是谋臣 并非将帅 行事反不如沐王大人坚决 此战要想大声 非沐王不可 田问朗声说 身好 正则道 亚然 只好说 那 看沐王大人的意思 火小节并不推辞 粗然地说 既然火王大人 既然火王大人如此高看我 我定不辜负 晚六时许 日军万年镇要塞营房内 一小队日本军人走进了营房 却发现地上有数条毒蛇盘在地上 昂头丝丝丝的吐出了毒心子 一见人就飞窜上来撕咬 顿时闹成了一团 营房外 几条巡视的军犬 趴在地上呜呜哀叫 无论怎么踢他 都不肯移动半步 日军火房 揭开菜框 上百只老鼠层层叠叠叠的聚集 随即四下奔头 万年镇外围 一些飞鸟落地 不飞不叫不跑 任凭人抓也不抵抗 万年镇要塞各处 都出现了行为反常的大量动物 万年镇日军指挥部 总指挥伊田级人 正被一波又一波的汇报 扰得烦不胜烦 他隐隐觉得不妙 让副官接替自己 快步出了房间 独自下到地下室 走了一段 来到一个宽大的房间 深深居了一躬之后 盘腿坐下 沉默了片刻 有一个脸上带着一道 巨大伤痕的日本老者 走了进来 凝视着伊田级人 伊田级人伏地一拜 土贤老师 此人正是伊润广义的得力助手 土贤藏风 土贤藏风沉声地说 不用说了 我知道了 伊田级人又说 老师 我总觉得 今天很多事情不太正常 老师是否 可以请指一下伊润大人 出动人均 在万年阵外查看一下 土贤藏风也不答复 默默走到了伊田级人身边 按住了伊田级人的肩头 伊天君 你有为大日本国牺牲的决心吗 伊田级人大惊失色 又是跪拜 连声说 学生 死而后已 好 立即命令 全军戒备 无论见到什么 每一个人 都要死战到底 用我们的生命 来维护 天皇陛下的罪言 伊田级人大声称事 又问道 老师 我们将面对 什么样的敌人 请老师明示 虎贤藏风慢慢地说 整个人 深山之中的一个山洞里 灯火通明 伊润广义端坐在上方 下方则跪了近千名忍者 一片死寂 伊润广义 平视下方 半赏 半赏才说到 杀 近千人 这奇声称事 朕的山洞 嗡嗡之响 随即 如同一团黑云一般 翻滚着 从山洞 各个出口 涌出了洞外 所有人 所有人 这 人 偶大 山洞里 只剩下了 伊润广义 一人 就听一个细小的声音 从伊润广义 身后传出 伊润广义 伊润大人 你确定五行世家都来了 要与我们宣战吗 我们兴师动众 调集了全日本的人军在此 等了已经近两个月了 你确定就是今天 郑泽道说五行合纵 难道你相信 我相信 他在这件事情上 不会说假话 郑泽道这个人 非常的狡猾 他好像与我们合作 但不能信任 我期待这一天 已经很久了 伊润广义并未揭话 而是站起身来 我要亲手 杀了 活小蟹 万年镇要塞外 一里的密林中 活小蟹端坐在一个木桩上 水妖儿 在他身旁肃立 林中清响 有十余个身穿青衣的男女 快步走出 一个艳色美人 快步上前说道 穆王大人 黑纸已经准备好了 活小蟹竟然 清晨 辛苦了 等穆王大人号令 有一个半老徐娘走出来 穆王大人 清智部署 也已周全 活小蟹点头念好 一声难听的女子声音响起 穿羽毛衣的花枝总仙主千鸟 走出来 还叫道 穆王大人 花枝等穆王大人令 病灌的王孝先上前 穆王大人 逍遥之妥当 最后 药王也走了出来 穆王大人 时辰将至 金家好像还没有来 活小蟹眉头一皱 抬头望了望天空 残阳如血 活小蟹说 青崖先主听令 青崖成事 穆家青之腾骨发动 六十整急功 活小蟹刚刚说完 有一个蒙面的黑衣人 急奔而来 跪拜的活小蟹脚边 水家信差 为火王大人传令 六十金家不来 火家酒堂一发 将立即撤离 又一个蒙面 黑衣人从一侧钻了出来 跪拜 水家信差 传水王大人令 六十金家不来 水家不退 但改为观望 再一个蒙面 黑衣人跑出跪拜 水家信差 为土王大人传令 六十金家不来 土家将自行强攻 请穆家见机行事 无需先攻 改为辅助 火小蟹缓缓站了起来 心中啄得巨痛 但他面色不改 回这三个水家信差道 替我传话回去 市走市流 绝不强求 六十金家不来 六十金家不来 仍有沐家 藤谷开路 吐家 还请稍候 水家信差 点头成事 急速离去 水腰上前一步 靠近了火小蟹 低声的说 小心 不要太勉强了 人活一生 除了情义忠孝 还有责任 因为有责任 所以有的事情 明明知道可以不做 但还是一定要去做 有的事情 明明知道可以做 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做 腰儿 哪怕我错了 但我不后悔 水腰儿轻轻一笑 满足地说 是啊 这才是你 火小蟹略有歉意地 看了一眼水腰儿 抬起了手腕 手腕上的手表秒针 正滴滴答答地 向十二点方向移动着 火小蟹抬头喝倒 时间一致 催动腾骨 万年镇要塞外围 密集的日军正端着枪 向各个港少处补防 突然有人大叫 那是什么 就见万年镇要塞正面 无数个两人多高的藤球 从地面山丘 树梢等等地方聚起 笨重地向前滚动 直逼日军防线而来 日军大叫 开枪 开枪 顿时火蛇四起 枪声大作 同时数百管火炮 从要塞内开火 向着这些怪异的藤球 猛烈的攻击 萧烟四起 火光大作 一片爆炸声中 将许多藤球炸得稀辣 一时之间不见动静 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浓烟中 一个个有小腿高矮的藤球 好似巨大藤球的分身 崩挑着 继续向前袭来 转眼间 已经蹦到了防线前了 日军哪里见过这种异象 吼叫着玩命开火 虽能打中一些小藤球 但藤球数量巨大 甚至有的一打散了 反而再分成三四个更小的藤球 速度更快的跳跃了前进 若从上方往下看 此情景让人瞠目结舌呀 潮水一般大大小小的藤球 迎着连成一片的枪炮火光 如大浪腾起 砰的一声 并盖了过去 凡是碰到人体的藤球 均是爬的一下 摊开 露出里面像一个坚果式的小壶 继续到处乱滚 并从果实的尾部 喷出淡绿色的气体 那些日军一碰到这些气体 立即抓耳挠腮口吐白沫的翻滚在地 只翻腾两下就一命呜呼 第一道日军要塞防线 立即土崩瓦解 可海量的藤球并不罢休啊 继续向第二道防线滚去 沿路遍地军是摊开的藤外 日军不敢硬抗这种怪物 边打边推 很快退守到第二道防线内 坦克声隆隆作响 近百辆坦克已经从各地赶来增援 这些日军果然是训练有素 竟能这么快地调集如此数量庞大的坦克 百多辆坦克组成阵势 摆成数个一字长蛇向前冲杀 与滚来的藤球硬碰硬的较量 这些藤球伤人厉害 可是奈何不了这些钢铁机甲 坦克并不开抛 只是来回冲击碾压 生生把向第二道防线袭来的藤球阻止住了 第二道防线的日军也多数戴上了防毒面具 不用枪械 改用弓兵铲在地上乱拍 把滚入防线内的藤球拍得稀烂 最后一个藤球被坦克车的履带碾平之后 日军爆发出一阵欢呼之声 马上兵力调动 又要上前去占领第一道防线 火角鞋站在密林中的小丘之上 眼见藤骨被毁 面色冷峻 青崖大骂 居然没冲破第二道防线 清晨横道 姐姐 这种小伎俩 能冲破第一道已经不错了 要论杀人 谁比得上我黑枝 妹妹 你以为你那狮虫放进去就有用吗 那你等着瞧吧 此时有三个水家信差 奔上前来纷纷报道 火家开始撤离 水家安兵不动 土家守攻人马已经去了 请沐王大人暂时不要再攻 火小杰点了点头 说得声好 水家信差便立即退下 这些水家信差来往传递消息并不是靠来回奔跑 而是他们有一种水家极为独特的消息传达方式 与以前御风神捕的三叉铁有些类似 但更为神秘 好像只是手中有着几面镜子 但从不当着沐家人的面展示 现在沐火水土四家贼王身边都有三个信差 而三个信差一对一的对外传递情报 如同好几组革市的电马 彼此互不理解 水家是中华第一情报网 确有过人之处 有些手段局外人连头绪也摸不到 日军万年镇第二道防线与第一道防线不同 第一道防线公事多暴露在外 用铁丝网人工勾渠阻挡 战壕林立 外围布有大量地雷 这些地雷大多已被腾骨和日军的炮火毁去 而第二道防线乃是沟壑起伏之地 多是利用地形建立起的层层碉堡 火力十分强大 防线前方乃是较为空旷平坦的地区 事业良好 不仅是和短兵相接的白刃战 也便与坦克出击作战 日军打退了穆家的攻势 集结起兵力 意图重新夺回第一道防线 大兵团还没有走多远 第二道防线后方突然间乱成了一团 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几十个身穿细钢甲的巨汉 不见面目手持钢铲 见人杀人 见佛杀佛 个子最高的一个看样子似乎有三米高 和一个巨灵神异 手中大铲一挥 粘着几死碰着则王 钢筋水泥做成的碉堡 一铲子能打出一个窟窿 这帮子巨汉 九人一队 每队又分成三组 并不在外面撕打 而是直接往碉堡里头冲了 一冲进去 就只听碉堡里惨叫连连 乱枪响几下 碉堡里的日军便悉数被宰 轻刻见 就有十几个碉堡被 这样硬生生的炸了 日军只好又反扑回来 一遇把碉堡夺回 往里面开枪 丢手榴弹 全部无济于事 只要有人敢往里面冲 进来一个就杀一个 然而这边想着夺回碉堡 那边不知道怎么又突然从地下 钻出了几十个大汉来 同样力大无穷 恒不怕死 三人一组的往碉堡里猛冲 然后坚守在碉堡内 好不容易堵住一两组大汉 日军发了疯一样上前白刃 起料这些大汉伸手刚猛 绝非普通的江湖武士可比 招式一场简洁靠的是力气和准头 往往一铲子就是一个 十几个日本军人白任战 根本不是这些人的对手 这些从地下钻出的大汉是什么人 乃是土家搬山一门 想那搬山尊者田池若要杀人 乃是土家数一数二的杀人者 他的门下自然如此 日军只好用玉石巨坟的战术 在白刃战下 只要这些土家大汉露面被围 无论是否自己人一律重击枪扫射 这样才杀了几足土家大汉 而对付死守的碉堡里的土家人 只好用炸药包从外部将碉堡炸毁之后 再行围剿 可日军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地下钻出的却不再是标形大汉了 而是身材适中 同样穿着细鳞甲的人 这些人和搬山一门的人 行动方式完全不同 单独行动 神出鬼没 却又彼此照应着 明明看到这些人钻到沟渠里了 过去一看 还没有看到人影 突然就被铁纸 一把将喉咙抓烂而亡 这些人等正是土家摸金一门的秀都 摸金一来杀得日军狼狈不堪 搬山立即大为解脱 在碉堡里大挖地刀 往地下直通 竟没用多长时间 就把十几个占领的碉堡在地下连通了起来 日军第二道房线 住房里有三五千人之多 阵地巨大 可这几千日军竟一下子奈何不了这些土家人 没杀到几个土家人 伤亡竟已达数百了 最后只好一声令下 将这些区域放弃掉 改作围困 用坦克重炮 迫击炮 不断地向这片区域内开火 以求将土家人杀死 炮击一刻不停 炸弹如雨 更有无数燃烧弹也轰进此地 浓烟滚滚 火光冲天 看来日军唯有一个念头 将此地烧成焦土 炸平三尺 万年镇要塞 乃是关东军最为精锐部队看守 绝不是一群乌合之众 对于真正的战争 这支日军很有经验 是功还是手 是气还是流 是大还是小 把握得非常分明 万年镇要塞 更是有一润广义的忍军协助 所以对这类突发事件 做好了十足的准备 别看第二道防线狼狈 要塞里的各支手备部队 为了防止来自地下的攻击 已经有一大片一大片的钢板 铺在了地面上 并还在加紧继续铺设 全是要塞中关键重要之地 其他来不及放置钢板的地区 则用四棱钉 撒满了地面 服以步兵地雷 就算能从土里钻出来 也未必能够离开这片区域 火小鞋看着镇地上滚滚硝烟 听着镇耳欲聋的连绵炮声 心中悲凉 他已经意识到 如果只凭木家土家之力 想攻破这座拥有现代武器 超强火力 两万精兵的万年镇 不仅是一场持久战 就算能赢 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水家信差上前拜道 穆王大人 土王大人传达 通往要塞内的地下孔隙 被石灰泥灌满 地面上有钢板铺盖 剩余留下的位置是大胸 现在唯有从正面或高处强攻 分成两路 不知穆王大人是否同意 火小邪双眼中的黑丝 一缕缕的炸现 心中更是恶气翻滚 他回话道 转告土王大人 现在是六点半 再有四五分钟 天便完全黑了 届时以路角冥想为号 穆家左路强攻 土家右路 一名水家信差 突然跑出跪拜头 穆王大人 水王大人传令 金家依旧不来 水家便不能参与 火家也正在撤出 三家不在 实力大减 如果穆王大人决定 只由土家穆家强攻 不是上策 还请后撤 另行商议 水耀耳轻声说 小邪 如果强攻 火家此次来的人数最多 而且武力最盛 水家在万年镇内巷战 剿灭顽抗之敌 也是最佳 活水两家不参与的话 木家土家 就算攻陷万年镇 必然有巨大损失 而且万年镇 只是第一重障碍 随后还有日本人军 才是真正强硬的对手 所以 火小邪心如刀割呀 仰天大叫 贪子 万年镇要塞 半山腰上的雷达站 通信一响起 一个士兵抓起话筒 撕拉撕拉的噪音中 一个人急促的喊道 第三百一事 总站总站 我是第七站 雷达失效 雷达员一慌 大叫道 第七站 回话 第七站 与此同时 戴着耳机的数个雷达操作员 被耳机中剧烈的噪音 刺的啊啊啊惨叫 纷纷把耳机摘下 手忙脚乱的调整着各种按钮 可是丝毫没有作用 电报机 滴滴滴的响个不停 却根本不是任何电码发来 通信中断 雷达失效 一个日军军官急匆匆的跑进来大骂 怎么回事 雷达员力政打倒 有巨大的电磁干扰 从一个小时前 第二站 第五站就已经没有了联系 刚才第七站和我们联系 但通信也被干扰了 现在联系不上了 军官冲上前 拼命扭动调频的旋钮 可这屏幕上的麻麻点点 只是跳跃 一点没有恢复的记忆下 从哪里来的干扰 不知道 不敢 一记响亮的耳光 一个士兵急冲进门 大叫道 长官长官 外面的天空 外面的天空 什么东西 不知道 不知道 请您出来看看 一群人疯了似的 跑出雷达站 天空中的景象 让他们根本就不拢嘴巴 日落之初 一片金光从山头冒出 竟好像又升起了一个太阳 接着 有歌声 有歌声 从这片金光中飘出 回荡在万年镇的上空 军官吃傻的一样叫道 飞艇 一个体长超过二百米的金色飞艇 从日落的山头一跃而出 金光耀眼 灯火通明 极为炫目 几乎照亮了小半个天空 全停在万年镇侧上方的天空中 所有人都亲眼目睹了这个金色飞艇的到来 当然包括火小鞋 火小鞋 水腰儿不敢相信的看着天空中的飞艇 火小鞋 也难难说道 盘子 是盘子 嗡嗡嗡嗡 天空中的轰鸣声是越来越大 一架 两架 三架 四架 一共十二架体型巨大型号不移的运输机 掠过金色飞艇的上空 随即一片片白色的花朵 绽放在半明半暗的天空中 紧随着运输机的两侧 还有十余架战斗机划过天空 盘旋飞行作为护卫 一天级人正站在要塞内抬头看着天空 等看到这些白色花朵 在万年镇外围的天空绽放时 一天级人疯了一样大叫 时空降兵 时空降兵 防空部队立即开火 可这一天级人刚刚喊完 一枚巨大的炸弹便从天而降 落在了距离一天级人只有百米开外的营房上 轰隆一声 炸出了一个小小的蘑菇云 烟尘直冲天空近百米高 一天级人被强烈的气浪吹得一个咧去 滚倒在地 护卫士兵赶忙上前辅助了一天级人 一天级人一把推开 歇斯底里的大叫道 世界 全体世界 可是似乎有点晚了 这十二架运输机在空投了满天空的空降兵之后 一个个绕回来 开始在万年镇上空投下巨型的炸弹 总共是二十四枚巨型炸弹 威力之大超过了当年所有人的想象 一枚炸弹正落在坦克群中 生生把七八辆坦克炸上了半空 被爆炸力撕成了碎片 万年镇要塞 在二十四声震动天地的强大爆炸声里 近乎被移为平地 运输机集体返航 但剩余的战斗机依旧不走 一架一架的俯冲而去 用机载重机枪 不住的攻击地面上的防空火力 爆炸声后 金色的飞艇歌声一停 就听巨大的喇叭里叫道 火小鞋 老子抢通了 我还是不能看着你寻死 再过一次眼罢 金盘来了 无啦 飞艇的机舱打开 三架金色的小飞机 依次从里边滑出 一个翻滚 纷纷拔上了半空 冲着万年镇方向俯冲而去 金盘端坐的驾驶舱内 拿起步话机喊道 乔大乔二 给老子把子弹全打光了再走 另两架飞机中 乔大乔二向金盘敬礼 嗷嗷叫着 一拧方向舵 向万年镇要塞冲来 三架飞机的机翼上 均是喷出四道火舌 别看飞机没有多大 火力却甚是猛烈 停在要塞内的一辆军用卡车 被一缩子子弹打得跳了起来 轰的一声爆炸 其他飞机则给金盘 乔大乔二三架金色飞机 护卫轮返猛攻 日军竭力应对 地面上的重型机枪 向天空猛扫 划出无数道黑线 憨得大笑 两个猪头 过眼嘛 乔大乔二吼道 我也拿师傅 拉起来跟着我 把一流防空火力给我打爆 三个飞机 先后在空中坐着个要子翻身 不等地面上的防空火力跟过 冲着地面又是一阵开火 数个主要火力点 顿十倍催火 爆炸连成了一片 摊子哈哈大笑 四重曼哈顿火蛇中几枪 可惜只能打两圈 小大球 返航 准备跳伞 找你们大师傅 活小鞋去 三朵金色的降落伞盛开在空中 那三架金色的小飞机 则迎头向着万年镇撞去 火花四箭 算是不如使命 其他飞机建议事成 集体返航 追着运输机去了 乔大在空中大叫 师傅 你那三架新型号就这么撞到地上了 哈哈哈哈哈哈 乔二爷大叫 师傅 又是几百万美元没了 哈哈哈哈 金盘也大笑 你们知道个屁 知道我这次来花了多少钱吗 几百万只是个零头 哈哈哈哈 看 大师傅好像在那里呢 我也看到了 我看到了 金盘把降落伞的绳索一拉 过去 估计你们大师傅等我 等得快要哭了 三个金色降落伞一落地 火小姐已经飞奔上前 一把将金盘牢牢的抱在怀中 并无言语 水妖儿快步跟上 双眼星光点点已经是激动不已了 金盘拍了拍火小姐的后背 火小姐 你扶软了 火小姐沉上的说 谢谢 金盘眼睛一红 还是笑道 觉得我办了件蠢事 又帮了你这个蠢蛋 没办法 只怪我和你一样蠢啊 五行合红 那就走一步 看一步吧 乔大乔二也围笼上来 乔大又哭又笑地说 大师傅 你和二师傅和好了 乔大乔 乔二也歪瓜裂枣的一样的哭笑道 兄弟齐心 齐力断金 不是 不是断金 是断玉 火小姐放开了金盘 两个人四臂相扶 双双大笑 毫不痛快 有人高声叫道 金王大人 金盘 转头一看 一队全副武装的军人 一从各处跑出 列队的金盘一侧 这些军人身穿制服 几乎武装到了牙齿 中国人居多 还有不少金发碧眼的白肿人 和皮肤有黑的黑人 俨然是一支多国部队啊 只是所穿制服 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金盘拉着火小鞋说 火小鞋 你看 这就是我花了许多年 培养起来的金家枪队 队长你认识 刘峰 刘峰 你来 枪队前一个精壮的汉子 快步跑上前来 向火小鞋一抱拳 爽朗地笑道 沐王大人你好啊 多年没见了 我是刘峰啊 火小鞋抱拳还礼 刘队长 赢资不减当年 哈哈哈哈 金家枪队约五百人 只是行程匆忙 我们航运能力有限 只来了精锐中的精锐 二百人 火小鞋说 已经很好了 刘峰 轻描淡心说 为了防止日本空军发现 废了一些周折 耽误了不少时间呢 所以来的晚了 沐王大人 见谅 火小鞋知道 金家此番出场 难度绝不亚于 五行中的任何一家 准备之充分 也应是数一数二的 金盘花了多少心思 调动了多大财力 这可想而知 金盘还是有些遗憾 哎呀 可惜不到两个月的准备时间 要不然我带几百枚胖子炸弹来 轮番轰炸 根本就不用动手 就能把万年镇从地图上铲掉 瞧大惊道 师父 我们不是一共只有二十四枚胖子炸弹吗 瞧二爷惊道 真有几百枚呀 师父你不会是吹牛吧 闭嘴 滚一边去 不让你们说话 屁也不准放 瞧大瞧二赶忙低头 夹紧了屁股 一声也不敢出了 众人均哑然失笑 哒哒哒马蹄作响 几匹快马鸡奔而来 领头一个正是水王流川 水王流川跳下马来 看了金盘一眼大叫 哈哈哈哈 火小蝎 你终能聚齐五行 数百年来你是第一人 可喜可贺 贼王之王 非你莫属 水王大人过奖了 此等称谓 手之有愧呀 现在才是真正的五行合纵 火小蝎 你可按计划行事了 火小蝎高念了一声好 刘峰此时站出来 水王大人 我有事情需要提醒一下 水王流川点头道 嗯 刘峰 金家数一数二的身枪手 请讲 金家未来此驻阵 也多方收买了各路人士 我们一路用强电磁干扰 让日军不能通信 但也同时截获到日军的几组密电 大概是说 关东军十万兵力 正向万年镇方向集结 如果快的话 先头部队明日就到 所以此战营速战速决 刘川说 嗯 不错 刘峰你说得很好 好在这个消息 我昨天已经知道了 所以计划今晚 就必须分出胜负 刘峰一抱拳 哎呀 惭愧 在水王大人面前卖弄了 水王流川对金潘说 金王 现代战争制空权非常重要 除了金家和穆家 其他世家无力空战 尤其是金家 空战武力先进 还请金王让飞机 继续在万年镇上空护卫 金潘撇嘴一笑 放心 我已在二百公里外 修了一个临时机场 从全国各地 调来了三十多架战斗机 飞行员也是世界一流的 空战专家 就是做此打算 我既然要来 天上是绝不能留空的 水王流川抱拳一笑 看了看火小鞋 金潘不愧是火小鞋的生死兄弟 一动作全是大手笔 灰金如土应有尽有 现在这个世界 万事万物都进步太快 物欲横流 瞬息万变 只怕早晚会是金王大人在私下掌握 金潘呵呵笑了笑 并不接水王流川这个话策 一名水家信差 击奔上前跪拜余力 水王大人 慕王大人 火王大人传令 火家全体已经急速返回 以先前之计 愿做主公 火小鞋 浪声说 好的很 回我的话 火家速归 听令主公 水王流川一说 尊穆王调度 水家愿做复工 水家信差点头成事 快步退去 金潘哼哼哼 呵呵 火水两家主公复工 我辛辛苦苦召集来的金家枪队 龙虎之师可不愿落了威风 水王流川笑了 呵呵呵 金家枪队全是顶尖的一流枪手 局势难有敌手 可以保护火家水家 火小鞋笑道 正是 金潘黑黑一笑 呵呵呵 好吧 你们两个贼头一唱一喝 听着 都挺舒服 一天吉人一脸焦黑 衣服冒着硝烟 脸上挂着血丝 手中提着军刀 刀已经出鞘了 一天吉人凶神恶煞地 一直走到了第二道防线前 举刀大叫 大日门帝国的勇士们 现在是你们为国尽忠的时刻了 第一中队 第二中队 第三中队 此刀上趟 给我冲 杀光直拿住 日军士兵听此激励 一个个狂吼乱叫 如同打了鸡血一般 在各中队小队队长的带领下 刺刀上膛 跃出了战壕碉堡 以坦克为前锋 约两千余人开始赶死队一般的冲锋 看声势竟毫无败军之相 坦克压低炮管 一边前进一边开炮 扫清前方的障碍 大批日军一直行进到第一道防线 还没有见到有任何抵抗 正觉得奇怪呢 就见前方灰影绰绰 似有大批人马出现 灰影中有人喊道 玲珑火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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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无数声包响啊 就见密密麻麻的火球从对面腾出 铺天盖地一般袭来 根本就避无可避 这些火球无论碰到坦克地面 还是人体 军士砰的一声炸开一个巨大的火团 火星四箭 坦克都没什么 挨到这一记的日军可就极惨了 立即全身都被点燃 而且无论怎么翻滚 就是不能熄灭呀 日军发了兽性 毫无停步 抛下在地上打鬼燃烧的士兵 紧跟着坦克继续往前猛冲 坦克继续发炮 可是那些灰影四处游走 好似鬼魂似的 明明炮弹打过去 这些灰影就刷了一下 急急散开 似乎对炮弹的落点 在出塘一刻时 已有了判断 又听对面灰影中 有人喊道 真宝火 又是无数声爆响 日军只觉得头顶有什么东西炸开 但天黑看不到是什么 突然间上方一片大亮 好像天空变成了一片火焰 直降下来 原来在日军头顶炸开的东西 全是一道道极为细软的丝线 在半空中便连成了一体 结成了树层 燃起火来 恍如天空飘然坠落 几重火网从天空坠落 比之前的玲珑火更胜一筹 但火网的火势不如珍宝火 虽说烧得日军哇哇大叫 但奋力扑打尚能熄灭 灰影中立即有人大喊 知天火 一股无形的热浪滚滚而来 直扑日军 只觉得身体一塌 刚才触摸到珍宝火那些细线的位置 突然啄骨钻心一般的疼痛 不见火苗但皮肉烧得支支直冒清烟 这种疼痛绝不是一般人承受得了的 刚才还张牙舞爪的日军 大半滚宝在地丢盔卸甲狼哭鬼叫 剩余的坦克仍然没有退后的意思 也不发射炮弹 反而加快了速度 直冲过第一道防线 这架势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有人大喊道 昆仑火 只见一道道 火线凭空划过 叮叮叮 把在坦克身上乱想 却没有脱落 反而燃起了蓝色的火苗 那些蓝色的火苗似乎能够移动 见缝就钻 不用多时 居然被坦克吸入了体内 很快 那些种了蓝色火苗的坦克 开始不受控制 横冲直撞 坦克上的盖子打开 里面有坦克兵 惨叫的从里面爬出来 跌落车下 捂着脸惨叫 翻了几番就不动了 再看面目 全是赤黑 好像被烟熏火了过一把 灰影急速上前 竟是许多穿着灰色长袍的男子 他们将长袍撕开 露出一身灰色短装 系着红色腰带 纷纷亮出兵器 多是长锥长刺 长的约有一人高 短的也有小臂长短 也有持爪 持鞭 持刮状铁锤的 只是刀剑极少 这些灰衣人伸手矫健 动若脱通 分散着前来 却又似乎有一个巨大的阵法 统一指挥 步调一致 见到躺在地上的日军 无论死活 军要在要害处再补一次 又准又狠 保管立即毙命 绝不留活口 一天级人在第二道防线 用望远镜观望 冒着灵星燃烧的火焰 他算是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 两千日军 数十辆坦克 居然全军覆灭 一天级人 脚心发凉啊 他已经明白 他预见的是这辈子 他都不敢想象的 最恐怖的对手 之所以火家千百年来 在五行世家中号称武力第一 无人有意义 便是因为火家大军团作战的实力 根本不是其他世家以一家之力 可以抵挡得住的 这就是火家 及千人之力 施展开来的火烈十重大阵 共有十重火功 分别是玲珍火 珍宝火 制天火 昆仑火 地狱火 离难火 悠然火 精地火 去妙火 石形火 这十重火功 有的是单独施展 有的是辅助 配合 有的 砖克金 有的 反克水 有的 可生土 有的 须木 增效 均是 异常强力的 屠戮之术 火家 强攻 举手 水 土 木 金 军需 避让 这便是 因为如此 可怜 前任火 王 炎烈 虽知此阵 却苦于 没有任何准备 只能以残缺的火 追阵 抵挡 忍军 结果忍军 又 一润 广义 坐镇 他曾是 火家 炎火 堂 又行使 知道此阵 可被 燕克 忍军 又擅长 燕雾 之术 就算如此 仍需 五万日军 围困 以毒水 断火家 退路 这才终于 以自损 百余人军 二流高手 十余精锐 亲自登场 厮杀 博得大胜 火家 归正则道 一统 富有 团结一致 此行 准备 异常充分 所用火力 均是 正则道 亲自实验 并指挥 调制而成 火烈 十重大战 当然可以重现 而且更胜 古法 算得上是 火家 盛世 威风 不雅于 任何一任 火王 不管 正则道 如何钻营 功于 心计 他确实 称得上 火家 杰出的 一代 火王 一天吉人 气得 清金直冒 按他的战争 哲学 这一轮出击 由坦克 开路 实属向敌方 证明 己方 已有强劲的 反击能力 绝不会 示弱 以求将敌方的 主要火力点 逼出 同时摸清 敌方的人数 和装备 情况 可没见到五行 世家几个人 就被几种 妖火烧的 全军覆灭 这简直是 奇齿大辱啊 一天吉人 脸 仗得如同猪肝 抽出了军刀 又要发布 号令 身后 有人说话了 一天军 一天吉人 回头一看 土贤藏风 带了三个 日本人者 静静悄悄地 走之 一天吉人 赶忙鞠躬 土贤老师 请吩咐 土贤藏风说 不要再出击了 来敌 不是普通的 支那军队 保存实力 尽可能地坚守 一旦对方攻入 要塞 我会从山内 派出忍者支援 务必用一切手段 去弱对方的实力 要有用数命换一命的决心 土贤老师放弃 学生已有 慷慨赴死的决心了 土贤藏风 念了声好 转身退去 一天吉人 恭送土贤离去 转身命令 十团所有将士 写下一书 不论男女伤患 每人领一颗手泪 与敌同归于尽 听我罢罪 说着 他双眼含泪 向着东方 深深一拘 站起身来 高唱日本歌曲 军之代 眼泪长流 五皇盛世兮 千秋万代 沙利成岩兮 变生青台 长治久安兮 国父民态 日军所有人 军开始吟唱 许多人是边唱边哭 知道今日之战 恐怕要永别 妻儿父母兄弟 哀伤的气氛 笼罩万年镇要塞 尽管如此 日军却都做好了 战死之心 无一人有贪生之念 军之代 此歌诞生在1880年 直到1999年 才正式成为日本国歌 郑泽道 在一处半山腰上 见火家大盛 得意洋洋 又听日本人高唱歌曲 他不屑道 哼 困兽游斗 今日五行合纵 万年镇万语鬼子 命如草芥 传我令去 火家九堂一法 把所有真龙放进 如震沙迪 一枚红色彩光 拔地而起 在空中炸给一团烟火 就见从万年镇 外围的各个高处 密如繁星一般的 各色火点 向日军阵地洒落 浩然火海中 一批又一批的 火家道众 从各个方位 杀入了日军防线 纵横穿行 逢人变傻 困在碉堡里的 一律烧死 除了火家人以外 还有数不清数量的 黑衣水家人 从四处冒出来 有灵一般游异 虽不主动出手杀人 但扫平一切可能的威胁 金家枪队 在刘峰的带领下 拿着重型狙击枪械 在各处隐藏射击 这些人枪法极准 百余人骑射 凡是露出身子的日军 大多惨遭暴头 而日军主力 已经放弃了第二道防线 退入了要塞内坚守 论兵力 仍有一万三千多人 万年镇后方山中 一润广义依旧独自一人 端坐在空荡荡的石洞中 两组忍者先后前来拜见 把外界战况 对一润广义说了 一润广义听了 挥手势意退下 又是空无一人石 方才呵呵呵的冷笑 五星世家好大的魄力 竟能把大日本帝国的 关东军精锐 万年镇外苦心经营 近十年 两道的防线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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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润广义深厚的怪声说道 呵呵 竟是正则道打的主公 这个人果真不能信任啊 呵呵呵 正则道 是个窃国之才 他既满足了自己的野心 证明了他独掌火家的能力 也满足了 我与五星世家在罗刹镇 决战之愿 我倒要谢谢他 呵呵呵 一润大人 如果我们输了呢 放肆 有罗刹镇在 我们就算全部战死 也不会输 五星世家这些蠢彩 此行是自寻此路 哈哈哈哈 一润大人 那我们赢了呢 追究中华帝王更迭之源 就在于五星世家这些 有京士大道的存在 使得窃国之人不绝 再无五星世家 也就再无德顶者得天下之说 圣王顶 迎世奉存 天皇陛下 万事一击 迎定中华 天皇陛下之所以决定 以全国之力亲话 正因为我之说法 此战胜 陛下胜 此战营 日本营 日本营 中华一同 国泰民安 再无乱世 天下无贼 我今生大义 便是此败 哈哈哈哈 一润大人 有此高见 实在佩服 天皇万岁 万岁 万年阵外 五星世家已经收拢 三面合围了万年阵 巨大的金家飞艇 还在万年阵上空 缓缓的漂浮 几股巨大的探照灯 灯光从飞艇下方射出 在万年阵要塞上 扫来扫去 万年阵要塞内 灯火全无 里面防射 烈烈燃烧 也无人灭火 一片静默 好似一座空城 任凭人随便闯路 活小邪 水妖儿等 沐家人 纵马上前 活小邪 看到万年阵要塞内 黑压压的一片 反倒皱了皱眉 水妖儿说 死守 逼我们入内 分散缠斗 以命搏命 看来小鬼子 志在消耗我们的力量 金潘带着 乔大乔二 刘峰上前来 金潘骂道 小鬼子 当缩头乌龟了 有些难办 水王流川 田问正则道等 也先后赶来 五大贼王 汇集在万年阵前 水王流川说 一润广义 算定我们 必先荡青外围 才会进山破阵 果然死守了 火小邪说 水王大人 有何高见 我们五行士家 齐聚在此 四千四百余人 火家一千七百人 土家一千人 木家八百余人 水家六百余人 金家两百余人 而万年阵内 还应有一万多日军 以及数量难计的人 兵力相差三倍 这些尚不足矩 但日本忍军主力 应该全部等候在山中 我才有一千人左右 这才是决定胜负的力量 不好对付啊 我们不当清 万年阵日军 尽山分外凶险 有前后夹击之患 但是万年阵 一万多日军和忍者 隐蔽在各处 就算是猪 想全部找出来杀掉 也不是一时半刻 情况如此 火小邪 既然你是此次五行合纵的总指挥 你来顶多 火小邪沉言了一场 绝不能在万年阵要塞内 消耗太多时间 行各显神通 力求最小的伤亡 速战速决 如果超过半个时辰 则分兵两路 一路是五行世家最顶尖的高手 攻入罗刹阵 另一路继续清剿顽抗之敌 田文兄 田文点头称是 罗刹阵建在山中 忍军守卫 我算是忍者的上忍级别 土家之能乃是忍者的天敌 可担当主力 山中广大 道路纵横 也要靠土家巡路之术 所以刚才强攻也没让土家参与 现在同样如此 土家精锐不要进万年阵 先绕行去山前寻罗刹阵 进阵之路 以免损失 田文答道 几好 火小邪又对水王刘川说 水王大人 水家前行 收集情报之能 当属五行第一 欢请水王大人先派人马 去万年阵中 将日军盘踞之地找出来 水王刘川笑道 不错 审核我意 水华子 水信子 传我令去 水家八方舵主 四方水流 火速尽万年阵打探 不可盲目交战 只需清点 水华子 水信子听令 转身就去了 火角结队金盘说 金盘 一会儿金家枪队 去拿下万年镇 各处制高点 逃窜之敌 尽数射杀 阻止日军各部队 串联合并 金盘伸出了大拇指 好 金家 还是远攻比较拿手 火小邪向郑泽道看来 与郑泽道对视了一眼 龙大人 郑泽道 微微一笑 请讲 火家人数众多 武力最强 半个时辰之后 青角万年阵 稳定罗刹阵外围 还请火家领先 则无旁大 穆王大人 尽可放心 火角结会心一笑 对穆家众人说 要王爷 青崖先主 青尘先主 千鸟先主 王孝仙先主 做好准备 被足要力 穆家一会儿 要先大开杀戒 青尘拍手笑 好啊 我憋了很长时间了 金盘插嘴道 清尘美女 一会儿我亲自护卫你啊 还之前欠你的人情 哟 金大少 你都是金王了 小女可受宠若惊啊 你保护我 那我改天一身相许如何 像林婉和土王田 问大人一样 咱们俩也配个对吧 青崖赤子都 青尘 你也快五十岁了 能当金王大人的妈了 说话请自重 青尘翻了个白眼 呲了一声 关你什么事 讨厌得很 青尘自从在木谷宅 被火脚鞋化解了 与烟火池数十年的恩怨情仇 性情也自然了许多 再不像以往那般的 飞扬跋扈不可一世 黑之与穆家的关系 因而也大为缓解 此次穆家精英尽出 青尘出了不少力 坚决听从火小姐指示 将药王爷的游游郁郁压倒 既有暴达之心 又有亲眼看看烟火池 造化出的罗刹阵之一 金潘笑了 清尘美女 还是改天再商量配对的事吧 火小姐不想再让 清尘与金潘言语纠缠 高声的说 穆家身手低威 为要力猛烈 还请金水土火四家 多多护卫 先由穆家施药 万年镇药塞内 一处半地下室的军事掩体 黑暗无光 数百个日军 沿着墙壁紧紧地抱着枪 蹲守在此 死气沉沉 有的军人在无声地祷告 有的则不住地轻微地哆嗦着 也有一些人摸着 在小板子上奋笔积疏 掩体内 每隔几步 都有几个小的观察孔 正由日军军官死死地向外盯着 可是外界 无声无息 毫无动静 甚至让人怀疑 刚才那些敌人是否放弃了攻打 可日军不敢松懈 只觉得度日如年 一个日本军官撤下观察孔 由一个士兵顶上 可那士兵刚刚向外看去 突然间闷哼的一声 猛退了几步 拼命地拍打自己的脖颈和上身 几个日军立即扑上 将他死死摁 士兵惊恐地说 我 我被什么东西摇了 非常疼啊 一个军官压低了嗓子 捏住了士兵的嘴巴怒骂 我真出声 可那士兵却有点歇斯底里起来 开始在地上摔打折他 呜呜直叫 显得异常的痛苦 几个人都按不住他 军官死死地捂着士兵的嘴 却突然间手掌剧痛 居然他手掌上的一大块皮肉 被士兵一口咬了下来 军官大惊 闷叫着跳开一步 而那个士兵已经发狂了 疯了一般开始撕咬 尽力之大根本就按不住啊 军官一把抽出了军刀 打算一刀将这个发了疯的士兵砍死 可他刚刚举刀 耳边轻轻嗡的一声 接着脖子上一阵剧痛 这个日本军官身手不错 以极快的啪的一掌打在了脖子上 出手之处竟是一只约有小指甲盖大小的硬甲虫 军官闷叫了一声 突然便觉得头昏眼花 全身燥热 意识一下子变得不清楚 军官啊的一声狂叫 手起刀落 不分青红皂白的 便将身前的一个日军砍倒在地 接着如同刚才那个士兵一样 疯了似的 到处攻击呀 顿时就乱成一片了 一个清醒的日军 鲜血淋淋的牢牢的抱住了军官 惨叫了一声 拉响了配发的手雷 轰隆一声 同归于尽 炸成了碎肉 傻傻傻嗡嗡嗡 黑暗之中好像有无数甲虫 或爬或飞的钻进了这片掩体 越来越多的日军被甲虫咬伤 开始发狂 凡是被咬的日军不分敌我了 疯了似的贱人就杀 不杀死对方是绝不罢休啊 乱枪声 惨嚎声 爆炸声 立即在这片地下掩体中蔓延开来 一场数百人参与的自相残杀 不仅是这一处掩体 万年镇日军兵力最集中的一片地区 就和着了魔杖一样 无处不是狂吼乱叫 成群成群的甲虫 在夜空中飞舞着 一落地就到处乱钻 凡是被这些甲虫钻进去的掩体 很快就乱成一团了 黑夜中 隐隐约约的 又穿深青色长袍的人 在穿灰黑黄三色衣裳之人的护卫之下 手持杖鱼的长竹竿 边走边在空中甩动着 竹竿上有孔 每一甩动一下 就发出嘶嘶嘶嘶的轻微声响 随着竹竿的挥动 这些智人疯狂的甲虫 便像一群群的鸭子被四处吊动 再往后看 一个小土丘上 清晨急促的吹着一只黑漆漆的长袖 虽可见清晨在吹漆 手指也在暗动 可是除了滴滴的不成 吊了嘶嘶声之外 再没有其他阴调 清晨身后 一组一组的木家黑枝弟子 正不断的打开鼓囊囊的皮囊 皮囊一开 便有几十只甲虫 急不可耐地钻出来 鸡飞而去 与清晨遥相对望 另一处万年镇日军 大量隐蔽之所 地面上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覆盖了浓浓的一层白烟 远远看去 竟似深夜里大雪过后 尚无人踏足之景 白烟如同有生命一般 快速的四处扩散 而且越来越厚 所有低洼之处均被填平 暴露在地面之上的乌舍 树木草石 白烟也不放过 一层一层的包裹起来 一人多高的棍木 竟被包裹得像一个雪球 十足诡异的银庄素果呀 逐渐有大群大群的日军 丢盔弃甲 行尸走肉一般从各处钻了出来 踩的这片雪地 大多数人只走了七八步 便蹊跷流血 一头栽倒在地 瞬间被白烟吞没 跑出来寻死的日军 络绎不绝 在一些出口处 尸体几乎堆成了一座小山了 可白烟覆盖上去 竟依旧显得素雅 不见血腥 其实是遍地血腥 尸横遍野 数十个身穿防滑服的日军 从地下钻出来 拔腿就跑 可他们也支撑不了多久 跑到白烟边缘的事 已经只剩下十几个人了 本以为捡了一条命 可刚跌跌撞撞跑出白烟的范围 就听咚咚咚的连声枪响 这十余个人 被远处射出的子弹 悉数打爆了脑袋 滚倒在地 妖王爷站在一块大石上 脚下白烟滚滚 好似这些白烟 都是从他脚下涌出的 他乃是源头 妖王爷低贺 还不够浓烈 把所有要力全部尸入 不能允许任何一个活物 逃出粮队白掌之地 折了粮队的威风 妖王爷身后几个 戴着陆皮面罩的青衣男子 立即点头称是 反身爆出了几个 长条形的木桶 直奔到白烟中 揭开木塞 把乳白的液体四处倾洒 凡是倾洒之地 白烟腾腾而起 累得有三四人之高 滑的一片 向下方蔓延开去 妖王爷摸了摸 摸了摸胡须 就算土家的身土不二之树 也未必能在两队白杖内待半个时辰 妖王爷正在得意 胡剑眼角 寒光一闪 胳膊上一麻 侧头一看 自己的袖子已经被割开 伤了皮肉了 侧旁的黑暗中几乎同时 金铁交明 人影晃错 护卫的妖王爷的火家和水家人 已经和一些人交上了手了 妖王爷撕开了袖子 低头一吻 我倒不入流的 还胆毒 还想伤了我 说着 他从怀中摸出了四根竹签 插插插四下 插在了伤口旁的皮肉中 妖王爷呵呵一乐 正无所谓的抬起头来 一柄忍刀电射而至 咔嚓一声 从妖王爷胸前穿体而过 直墨至刀柄 妖王爷啊的一声轻叫 被这把忍刀击落石下 不远处 一个忍者的身影龙闪了一闪 便消失不见了 当即便有火家和水家人 兵分两路 穷追不舍 穆家梁对弟子 见妖王爷中刀 赶忙上前搀扶 妖王爷吐了两口鲜血 抓着刀柄尾顿刀 我 我还死不了 不用管我 快去 不要让白杖散了 那智出忍刀的忍者 好生厉害 伤了妖王爷之后 并不与火家水家交战 只是奔逃 火家本堵住他几次 均让他腾出一团白烟消失不见 眼看着这个忍者就要逃出火家水家的河围 突然黑暗中平白无故地冒出了一只拳头 重击在这个忍者的脸上 此忍者好生厉害 挨了这么重的一拳 却顺着尽力刷刷刷几个后番 避开了危险之处 黑暗中有人冷冷地用日语问道 你是一鹤一派的谁 这个忍者冷笑了一声 我乃一鹤流领主大齐平八 少主人 一身黑色浸装的火脚鞋 从黑暗中冒出身子 大齐平八 连你也来中国了 远远不止是我 少主人 既然知道是我 你觉得你逃得掉吗 抄不掉 但我也不会束手揪起 大齐平八话音未落 身子一晃 竟又不见了踪影 可大齐平八刚刚消失 马上又在两步外现出了身子 只不过捂着咽喉鲜血乱喷 咕咕咕念了几声 便一头栽倒在地 看似死绝了 火小姐你太喜欢废话了 你明明第一击就能杀了他 杀这种人不算本事 但我们无聊 多管闲事 两男一女的声音飘了飘 便如同鬼魅一般又消失 火小姐追上两步 哪还有一丝一毫的踪迹 不禁沉声的念叨 水家三蛇 半个时辰 转眼极致 木家要力果然凶猛 对付龟缩的密密麻麻的地下掩体的日军 确有奇效 火家人和水家人已经开始清剿漏网之鱼了 可是火小姐却难以高兴起来 幸亏有火小姐亲自进万年镇都镇 否则五行世家的伤亡会比想象中更多 其一 是万年镇里的人者 数量很可能超过五百 他们不与日军同处 也不管日军的死活 异常分散地隐蔽在各处 一直忍着不冒头 任凭木家师数屠戮日军 直到过半的时候 这才利用各种机会 不惜一命换一命 击杀了木家近万年镇师药的弟子一百多名 和火水金三家近一百人 特别是几个上任级别的高手 四处流窜 不仅重伤了药王爷 还杀了青黑花逍遥的五个仙主级别的人物 好在火小姐水摇尔流川 水华子水信子 郑泽道苦灯和尚 尊景奇等身手高强之人 全部在各处驻镇 方才把这几个上任堵住杀死 火小姐也弄清了这些忍者的身份 虽说大部分是最低级的人者 但也有几个像一鹤领主 大齐平八这样忍术 在忍军中可以排的前二十的上任 只不过杀死的几个上任 均属于轻易不会离开本土的另类 虽归属一润广义管辖 但并不能随意调遣 如果这些人出现在中国 极可能意味着 忍者已经是清朝而出 打算决一死战了 其二 是万年镇里这些死战到底的日军 虽说大部分死在了穆家的要力之下 仍有一小部分进行了疯狂的反攻 他们反攻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人肉炸弹 把手榴弹拉着了以后 一边开枪一边冲过来 一个接着一个 直至一组人死绝了才肯罢守 别看如此疯狂而愚蠢的做法 血肉横飞 对五行世家的杀伤能力 居然比子弹更管用 一共炸死炸伤了一百多位 五行中人 如果按照战争学家的战争理论 五行世家总共以不到六百人伤亡的代价 全揭了万年镇两万精锐日军五百人者 足够称之为是一场超级大的胜利 可以涌流轻使的 可惜的是 历史绝不会记录下万年镇这场战役 2008年 日本档案馆解密了一部分二战资料 其中有一本残缺并被焚烧过的士兵日记 其中无数段落遭到了人为的土改 但残存的一小部分内容 也是日记最后的内容 所描述的景象 仍然让许多人震惊 当中是这样写的 10月9日晚上 要塞 遭到了非常奇怪的攻击 我们甚至不知道敌人是谁 惨遭巨大的炸弹攻击之后 我们整个师团 每个人都写下了遗书 阿良军哭了 他上个月才刚刚得知 他的第一个孩子降生 听说所有的坦克 在一眨眼就被摧毁了 一条金色的大船 飘在空中 发出几道明亮的光线 照着整个营地 我很害怕 不敢抬头看 我们躲在地下掩体里 没有人想说话 长官说为了胜利 我们要勇于牺牲 可我们还是不知道敌人是谁 甚至没有人知道敌人从哪里来 是什么打本 阿良说 是地狱里的恶魔来攻击我们 我相信他说的 我们好像听到了惨叫声 不能写了 保佑我吧 妈妈 日本军方坚持认为 这个日记是伪造的 或者是作家的小说草稿 绝不是中日战争中的真实事件 火小邪清楚的知道 尽管万年镇绝大多数的日军和人者已被铲除 但时间不多 五行世家的主力不能再继续参与 那就意味着留下来清剿万年镇的普通道众仍将面临着牺牲 可这牺牲在所难免 五行贼王刚刚再次聚集 就有几个水家道众五花大榜的一个日本高级军官上前 上前一脚 便将这个军官踢得跪倒在地 这个军官十分强横 挣扎着要站起来 却让人死死的摁着 勉强做出了单膝跪地的姿势 他满脸满身都是血点 看着分外争獰 死死的盯着火小邪 水家人败道 牧王大人 此人应是日军万年镇要塞的最高指挥官 一天吉人 找到他时 他正要抛腹自杀 让我们阻止了 他的几个随从抱着炸弹 要与我们同归于尽 好在我们反应快 只伤了一人 请牧王大人发落 一天吉人听得懂中文 咬牙切齿地用中文 骂道 牧王 什么牧王 巴嘎 知那野人 火小邪走上了一步 平静地说 一天吉人 你可能不认识我 但我认识你 一天吉人 环视了一圈 早知大势已去 宁笑道 你认识我 是你的荣幸 还有你们这些支那人 用妖魔鬼怪的手段 赢了大日本皇军 可耻 我不服气 火小邪 依旧平静地说 一天吉人 你作为万年镇的指挥官 杀害了数万 没有反抗能力的中国劳工 难道你不可耻吗 一天吉人冷横了一声 将头扭向了一边 绝不回答这个问题 狂妄不已地继续冷笑 火小邪一把 捏住了一天吉人的脸颊 将他拧了过来 手指发力 捏得一天吉人疼痛不堪 冷汗直冒 火小邪看着一天吉人的双眼 沉上的床 一天吉人 我现在有一千种理由 立即杀了你 但我想留你一条命 让你带我们进罗刹阵 你如果带路带得好 我可以饶你一条狗命 一天吉人野兽一样 看着火小邪骂道 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绝不受辱 你杀了我吧 金盘掏出了金枪 指着一天吉人的脑门 小邪 不用听他废话 我一枪打爆他脑袋 算了 火小邪挥手制止 看着一天吉人冷笑了一声 这条日本狗 不值得我们亲自动手 一天吉人 我要你自己亲自品味 一润广义是怎么把你当狗一样杀掉的 一天吉人一听 怒目远征 歇斯底里的用日本话大骂了起来 火小邪命令道 王小邪 给他用哑药 火小邪身后的王小邪一乐 走上前来 拍了拍一天吉人的脑袋 像打发家畜一样说 别废了 汪汪叫的闹心 一天吉人依旧嘶吼不止 可是嗓子一痒 咳了一声 突然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只是呕呕呕的诡较 火小邪吩咐王小邪 把他带到队伍最前面 松开绳索 用药逼着他们自己向前走 王小邪说 小菜一滴 领命 活捉一天吉人 万年镇要塞一战 算是告一段落 真正惨烈的大战 才刚刚拉开帷幕 火小邪抬头看去 罗刹镇所在的大山 黑漆漆一片 就在不远处行尘 如同一道黑漫 从黑夜中直挂下来 等着五行世家众人去揭开 话不多表 五行世家收拢了各家主力 踏过万年镇要塞 火速向山下进发 土家一路直野 其余大步已经在山下等候了 五行人马虽重 但行到此处鸦雀无声 贼人就是贼人 五行世家也不例外 绝不是正规的军队 另有一套集团进行的办法 虽说山脚下已经到处是人 可不仔细看 也就只能看着火小邪 金潘水妖儿 郑泽道流传田问等 二三十个绝顶大道 故躲不避 其他人反而无影无踪 其实从五行世家 从聚集在万年镇外 开始第一次攻击万年镇的时候 从远处看 基本上就看不到人 除了金潘大张旗鼓到来 用空降的方式展示了金家人数 其他时候 好像总共只有一百多人 来来回回的跑来跑去 与日军和仁者打得不亦乐乎 所有一切迹象 都有违战争的定义 虽说造成了上万人的死伤 仍然不能说 这是一次正规的战争 那该如何定义呢 唯有说这是一次 史无前例的大型偷窃行为 偷走的是小鬼子的命 窃回的 是中国人之尊严 日本人藐视中国人的狼子野心 因此也丢了个干净 土家果真有班山谢岭之能 这么短的时间 就拖出了一条道路 走开了一个洞口 火小邪等人气了马匹 均步行来到山洞前 火小邪依稀眼熟啊 这里似乎是半年多以前 与烟虫花娘子勾建 赛飞龙顶天骄等人出探罗刹阵时 进山的那个抛尸洞啊 只不过看现在的情况 是早就被炸毁或者封堵 又被土家人发现并挖开的 也就是说 此乃一条火小邪 曾经走过的老路 火小邪心里不由的咯噔一下 莫念道 时过境迁 今非昔彼啊 不能因这是一条老路而忐忑不安 火小邪你不要多想 心要静啊 既有慈想 火小邪便不与众人明说 土家发丘神官田瑶 谢领道宗田官 摸金都尉田令三个人 从洞中快步走出 迎上火小邪等人一拜 田瑶向田问田与娘临婉报道 摸算过了半面山崖 可以确定此处为洁境 半山尊者田池已经携前锋一百人进山了 在山内准备接应 土王大人可放心 田问 微微掐了掐指 点了点头 土家进入 田与娘一说 首聚各位 以便容纳 田瑶等人听令 四散而去 很快便有土黄衣裳的土家人 从山上山下各处钻出 向着山洞中鱼灌而入 不多时便进去了近一千人之多 田问转头对火小邪等说 先走一步 说着便带着田与娘临婉向洞中赶去 很快便不见了 水王流川 冲火小邪笑了 木王大人 请你殿后 水家先走一步 咱们山里见 也没见他吩咐 一道道黑色人影 四面八方的向洞口涌去 水王流川向前走了几步 教书先生的长袍马挂直直的坠落在地 好像整个人突然融化在夜色中 只留下了衣裳 水家数百人便紧随着土家 钻入了山洞 不见了踪影 郑则道向火小邪抱了抱拳 木王大人 既然水王大人走时说了有你殿后 那伙计就不客气了 我们先走一步 山里见 郑则道右手高举 在空中比划了一个手势 自己则率先向洞内击奔而去 苦当尊景旗和几个堂主紧紧尾随 相续而入 九堂义法走完了之后 这才是火家弟子进入 漫山遍野的火家灰衣人先师聚集 再按火家九堂义法的牌位依次入内 土家是土王最后一个进去 水家是水王混在了水家人中间进去 火家则是火王九堂义法的堂主 谭主先走 三家各有特点 金盘不冷不热的嘲讽道 田问最后一个走是人 刘川混在一起走是智 正则道走第一个是庄 正则道这小子我第一眼见 我就不待见他 火小鞋笑了 各家有各家的风格 潘子暂且抛开这些成剑吧 我与火家只合作这一次 反正没下次 小鞋 金家与穆家一起见 火小鞋应了一声好 安排青枝先行 青崖刚刚开始调度 就见百燕先主 甲大掌柜以大掌柜三个人赶上前来 青枝青崖先主一见 立即骂道 老家 不是让你和小以带着青云客栈的人留守吗 王孝先也迎上了百燕先主 关切的说 小猫 你怎么来了 甲大掌柜竟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哎呀 青亚 我还是想和你在一起 见不到你 我这心里不踏实 青亚一听 眼睛微微发红了 但口气依旧强硬 不行 老甲 你回去 甲大掌柜毫无离去的意思 对火小鞋说 穆王大人 请放心 万年镇里的事情 我都安排妥当了 青角的事情 青云客栈帮不上大忙 请穆王大人准行 火小鞋说 你去还是不去 有青亚定夺 甲大掌柜谢过 又对青亚诚恳地说 青亚 别让我走 我一辈子听你的吩咐 可今天你怎么说 我也要陪你进山 今天特别想对你说些心里话 其实 别说了 随你辩吧 青亚生气了 转身便走 甲大掌柜赶忙兴高采烈地追上 乙大掌柜看着火小鞋说 穆王大人 你说过五行合纵之后 就劝我的小鸡鸡回到我身边 你说话算数的啊 我没了小鸡鸡干什么都没劲 火小鞋答道 绝无虚言 乙大掌柜连声称谢 那穆王大人 我陪着甲大掌柜去 说着 他追赶甲大掌柜和青亚去了 百艳先主一把搂住王孝仙 乖宝 我舍不得你 王孝仙本要责怪 百艳已经贴在了王孝仙怀中 温香满怀 王孝仙脸一红 哎呀 我又不是不回来 已经五行合纵了 破个罗刹阵还不是小事一桩吗 说不定连我出手的份都轮不上呢 百艳先主娇称的说 我不管 就算你是看热闹 我也要陪着你 他对火小鞋交换道 穆王大人 尽管你命令花枝女子不进阵 但我是穆家长老 怎么能缺了我一个呢 我也要去 否则不公平啊 王孝仙盲说 穆王大人 百艳这个娘们不知情宫 不用听他的 百艳偷偷一把 抓了王孝仙的私处 抓到王孝仙瞪圆了眼睛 百艳气呼呼的说 对你好 你还这么说话 你想气死我再去找别人吗 王孝仙一脸通红 又不敢张扬 所以只是哼哼 说不出话来了 一旁清晨叫声骂道 贱妇淫妇 不知羞丧 王孝仙刺牙咧嘴 清晨 清晨你是嫉妒吗 而清晨轻声一笑 表情温和起来 对火脚节说 穆王大人 我看就成全他们 双宿双飞吧 火脚节心中微叹 隐隐作痛 但想来只能如此 便点了点头 那好吧 百艳仙主 你和逍遥之王孝仙 一起进山 王孝仙 千鸟 逍遥之花枝 立即动身 百艳仙主 这才松了王孝仙的裤裆 盈盈的一拜 谢慕王大人 说着 他搂住王孝仙的胳膊 归宝 我们走吧 王孝仙又气又喜 向火小节点头示意 与千鸟先主一起 招呼着逍遥之花枝弟子 进洞入山去了 当然王孝仙不会忘了 还有个伊田吉人 命弟子把伊田吉人麻昏 半拖半拉着 一起进山 火小节暗暗感叹了一声 对清晨说 清晨先主 黑知是牧家主战力量 你与我金家同路 清晨娇嚣了一声 正合我意 还能和金少爷一路热络热络 金盘耿着笑了 清晨美女 那就请吧 众人正要离去 却又有一队人马赶来 领头一个乃是一个黑脸大汉 不似五行中人 这黑脸大汉打马上前 跳下马来 几步跑上 高叫了一声 火大哥 佛小节一见 倒是吃了一惊 马三多 他虽给了马三多 穆家令牌 但只想马三多等人 在远处观看 严禁他们入内 没想到马三多 真能赶来这里参战 马三多兴奋异常啊 大哥应勇 没想到大哥 能召集这么多人吧 我们来迟了 一路上看到大哥 攻打万年镇的场面 兴奋得不得了啊 火小节正次地说 你怎么能进到这里 是这位老先生 允许我们进来的 要不急死个人呢 老先生 火小节抬头一看 就见要王爷 上半身缠着麻纱绷带 赶上前来 火小节心里 顿时明白了几分 要王爷上前说 王大人 这位马三多兄弟 拼死要来 不让他来 他便要自杀 其心可见 我只好 母王大人 小老儿请求 一同进阵 共襄胜举 火小节说 了解 有王爷 有王爷 你的伤 小伤 小伤 不至于死 牧王大人 不必记挂 牧王大人 小老儿 本有一律之心 本想戒伤 避战 但被马三多 一番慷慨 陈词 羞得无地自容 惭愧 惭愧啊 小老儿决意前往 以我微薄之力 事与倭寇 一较高下 请牧王大人 恩准 火小节知道 要王爷的伤势 极重啊 绝不是他口中说的 小伤 他能这样前来 必是用了极重的要力 和玩命无意啊 想必要王爷 已有死在罗刹镇内的决心了 要王爷 是牧家元老 对五行合纵一事 他表面上同意 实际上最为担心 牧家准备向万年镇行进 要王爷也屡次 婉转地向火小鞋表达自己的顾虑 若按以前 就算要王爷不受伤 也会借口不进罗刹镇的 要王爷此时所说 激得火小鞋心头一热呀 好 要王爷 与我一同进阵 马三多笑了 好 痛快 火大哥 带我一起进阵杀鬼子吧 手痒痒得很呐 火小鞋看着马三多严肃地说 马三多 虽说有我在 但你可知道此行对你们来说实属九死一生 马三多好言道 我和我和我这些兄弟没有一个怕死的 只想能和大哥一起杀鬼子 火小鞋盯着马三多的眼睛再问 不后悔 不后悔 马三多紧盯着火小鞋的双眼说 后悔我就不会来了 好 听我号令行事 不得擅自行动 是 马三多歪歪斜斜地敬了个礼 高兴地哈哈大叫 火小鞋 火小鞋向马三多的队伍扫尸的一眼 不想随我来的 请回 火小鞋 大哥 马三多几十个人的队伍之后 有两个人挤了出来 马三多一见就没有好脸色 张口便骂 你们的命精贵 还说个屁 快滚快滚 老子不想再听你们废话 再耽误老子时间 老子翻脸不认人了 其中一个大汉并不搭理马三多 只是向火小鞋喝道 火小鞋 你既然有这么大的能耐 为什么不早说 火小鞋轻轻一笑 浪子本 我们是贼 无法与你们为伍 原来上前的两人正是浪德奔和扁猴 浪德奔喝道 火小鞋 请你们和共产党合作吧 你们这支队伍 只要通过共产主义的改造 是能够成为一支救国救民的强大力量的 扁猴也激动不已的说 大哥 请你听兄弟们肺腑之言吧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呀 浪德奔又说 火小鞋 你已经摧毁了万年镇要塞 私怨已了 你还要做什么呢 收兵吧 保存力量 积聚力量 这才是上策呀 是啊 大哥 毛主席说过 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 不要再会一朝一夕的得失啊 火小鞋诚恳的说 浪德奔 别吼 你们请回吧 不用再说了 火小鞋 大哥 金盘上前一步冷横了一句 浪德奔 别吼 共产党 我问你们 你们有多少兵马 浪德奔答了 我们就是共产党 我们的兵马变天下 天下所有的穷苦人 工人农民 都是我们的兵马 金盘明显有些积方 那你们带了几个兵马来呀 浪德奔浓眉倒数 口气也一样 就我们两个人 两个人 没带人马来就滚一边去 少在这里碍眼 啥玩意呢 共产党 当老子不清楚共产党是什么呀 什么共产 供你祖宗的产 要不是知道你们是火小鞋以前的兄弟 老子早一枪一个崩了你们了 浪德奔毫不示弱 你是谁 你凭什么这么说话 不准你污蔑共产主义 老子是金贼 一听什么狗屎共产主义就来气 怎么着 不服气呀 金盘双手一摆 两柄金枪已经指向了浪德奔和瓁猴的脑门了 不止金盘手中两把枪啊 乔大乔二以及金家枪队的数百管枪 全部指向了浪德奔和瓁猴 若金盘令下 只怕两个人会被打成筛子 浪德奔怒目而视 没有丝毫的畏惧 瓁猴怒道 有种就开枪 我大哥身边就是有你这样的人 才被你们蛊惑 活小邪伸手压住了金盘的手腕 低声地说 放些枪 小邪 你这两个兄弟已经白痴了 金盘说是这么说 但也将枪锤下了 浪德奔质问道 活小邪 你只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究竟要去做什么 让你这么义无反顾 活小邪淡淡一笑 浪德奔 别猴 如果你们说的共产党 真能做到让劳苦大众翻身做主 再没有皇帝 再没有欺压和不须 人人平等 到那一天时 我会再与你们好好谈谈 但今天我们各行其道吧 扁猴大叫 大哥 你回答呀 活小邪 火小邪 测过身去 五行至尊圣王顶 得顶者 得天下 十顶者 十天下 火小邪说吧 转身就走 浪德奔大叫 我 我知道这句 但共产党不需要什么五行顶 共产党能得天下 靠的是共产主义 扁猴也跟着教导 共产党的天下 再不会有皇帝 这些封建迷信都要一网打尽 大哥 你听我说 突突两团烟雾 在浪德奔和瘪猴脸前炸开 两人一息 剩下的花还没有出口 眼睛便翻了一番 贪倒在地 火小邪说 马三多 叫你的几个兄弟 将他们送出万年镇安顿 绑住他们 醒来后 不要让他们乱跑 马三多哼哼道 管他们呢 绑紧了 丢一边坑里酸球 火小邪鹤道 去办 马三多只好应了一声诗 安排人将浪德奔瘪猴 拖走了诗 金潘骂道 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底气 小样的不怕死 火小邪轻叹了一声 也许 共产党真能得天下 如果共产党得了天下 按共产主义的做法 金家就没法在中国混了 一帮没文化的泥腿子 共匪 我倒要看看他们有什么能耐得到天下 火小邪深深看了潘子一眼 走吧 火小邪水腰儿金潘药王爷等 沐家人以及马三多的山匪部队鱼灌进洞 那山洞中已被土家拓宽 走到尽头便看到了一处斜通向上的废弃通道 不宽不窄 恰能容两个人一起猫着腰向上爬行 土家人心思周到 走在废弃通道上打出无数踏脚攀爬的坑洞 所以就算是马三多这种平常人 沿管道上爬也毫不费力 火小邪等人爬出通道 正是一个巨大的山洞 火小邪记得清楚 此地乃是日军将中国劳工尸体抛出山外 并焚烧衣物之处 所有原先日军的摆设一应俱全 只是再见不到一个日军和一个中国劳工的尸体 整个山洞都是五行世家的人 持着各种各样的照明工具 分立各处将洞内照得一片明亮 不过山洞内依旧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尸臭 还是令人作呕 有不少沐家人正在撒药 用以消除气味 水王流川 郑泽道 田问等人上前来迎 郑泽道一眼 便看到了跟随着火小邪身后的马三多 他眉头一皱 沐王大人 怎么你还带着五行世家以外的人吗 火小邪答道 他们是万年镇一代的民间 志士马三多以及兄弟 算是我的旧相识 铁了心来杀小鬼子 无所畏惧 亦算是一股力量 无妨 郑泽道对马三多等人说 五行世家的事 你们这些外人来参与 无疑是自投死路 我看各位还是请回吧 马三多本见到这种大场面 不敢言语 听郑泽道要赶他走 胆子一横 瞪着眼睛叫道 傻小鬼子 还分什么五行不五行啊 还分什么外人不外人啊 是个中国人就该参与 我不走 水王流川笑道 霍王大人 我看也无妨 这些人与圣王鼎毫无关系 只求一战 大义凛然 算得上是铁骨铮铮的好汉 并无其他心思 火王不必担心 有些局外人来见证此战 倒让我们贼道更加明正言顺了 田问沉上的床 无妨 郑泽道见流川和田问都发花 脸色微缓 既然岳父大人说了 好吧 我也是好心 不想让他们枉死啊 火小鞋岔开了这个话题 三位大人 前方情况如何 田问说 三里无人 郑泽道说 听不到一丝响动 水王流川说 水家土家火家 已经把附近三里的范围摸了一圈 既无人员防御 也无任何机关 物资一应俱全 不像有撤退的迹象 从这里出去 是一个火车站 沿铁轨而行 内部极深极远 田问说 约十里 水王流川又说 我们已经将车站附近占据 确信此地安全 眼下之际 是看我们能用多快的速度 找到山内的罗刹阵所在 郑泽道说 如果山前一带的日军 全部撤空 毫无防范 恐怕是汇集在深山某处 专等着与我们决一死战 这倒是任军大巧弱拙的防盗法 想必现在是所有忍者 将罗刹阵层层维护着 寸步不离 你不去就不管你 你若去只有和任军正面交锋 郑泽道哼了一声 五行合纵于此 正求一战 可得以权奸 其实不用各家贼王述说 活小邪对此地的熟悉 远远强过众人 只不过还有一人 对山内的情况 恐怕更胜活小邪 那就是曾经救活小邪 出困的假勾件 假勾件到底是谁 谜底在活小邪心中 已经是昭然若揭 必是水王流川中的一个 只可惜水家形式诡异 公开露面的 总是一个流川 绝不会两个人一起出现自称水王 活小邪朗声说 事不宜迟 请水家土家向前推进 火家协助 金家木家后援 若遇忍者当断则断 不做纠缠 待摸清忍君主力所在 先有木家金家远攻 众贼王并无意义 纷纷硬了 各自调兵遣驾 五行道众出了山洞 外面乃是一个不大的火车站台 各处也布满了人 水家土家先锋 已经进入站台旁的隧道 其余各家主力 也依次沿着隧道 向山内推进 不算在万年镇留守 以及沿隧道布房的道中 晋山的五行世家人士 亦有两千之重 全是精锐之精锐 木家长老四只总 仙主仙主 火家九堂义法 堂主谭主和各堂行渡使 水家五流十六方 法主沟贤 土家四门宗主 各门三脉正土行事 金家主战之力 金家枪队 加上各家贼王 此等级中华五行贼道精英的阵容 天下哪有不可盗取之物啊 原先攻打万年镇 各家精英尚且分散 这回终于聚齐 在相对狭窄的山中 互不避讳 各家精英可谓是一览无遗 除了火小邪 依旧心中隐隐难安 绝大多数道众 见此阵容都觉得 什么罗刹阵 什么阮军 全都不堪一击 此战胜券在握 一个个摩拳擦掌 各显其能 要在其他世家大盗面前 显尽自家的本事 正则道一张假面皮 全是苍白没有血色 此时透出隐隐红光 指挥若定 势在必得 水王刘川亲自进入隧道 早就无影无踪了 看来是要亲力亲为 田问田与娘等土家人 以及林婉 亦没有丝毫迟疑 水王刘川一走 便一并前往 连水妖儿 也在火小邪的身边笑道 小邪 从没有想到过 五行世家精英 能为同一件事聚齐 现在看来 忍均再严密的防盗之术 要破罗刹阵 也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金盘笑了 以我看五行合纵会如何的传说 是皇帝老子拿来糊弄人的 这老儿一定是怕五行合纵之力 会盗取天下 以讹传讹 最后成了五行世家的机会了 火小邪轻声的说 但愿如此吧 可惜我们要道破的罗刹阵 乃是我爹掩火池的手笔 却被一润广义利用 罗刹阵绝不好对付 且不可大意 金家的万事云铁 就在罗刹阵内 还有误判之眼等 火小邪点了点头 那更好 破了罗刹阵 还能各取所需 他眼睛一转 又问火小邪 小邪 那你是想要什么呀 我什么都不想要 什么都不要 是 火小邪笑着点了点头 从站台上跃下 沿着铁路 大步向前走去 水妖二马三多 以及穆家仲先主 紧随在后 金盘眉头紧锁 想了一下 乔大插嘴道 大师傅 大师傅什么都不要 那就是什么都想要吧 乔二爷猜 大师傅眼光很高 没他看上的 金盘骂道 闭嘴 他反而突然间 豁然开朗 哦 这是不到 即是到 高明 有境界 乔大乔二 刘芳 我们出发 五行 中道 向山中 前行了三里有余 水土两家 前锋不断来报 仍然不见 有任何异常 不见忍军 不见防盗机关 沿路没有埋伏 没有土石开裂 或者炸药等物 综上所述 忍军根本没有 堵截之心 亦没有将五行世家 困在山中的打算 火小邪回想自己 以前和烟虫等人进山 同样是一片坦途 几乎没有费力 就进到了罗刹镇中 但之前是依润广义 刻意引诱 火小邪进阵 这次 虽不是引诱 却像是坐以待毙 望着依稀熟悉的火车隧道 四处刺探奔走 护卫防御的上千贼道 这阵势 当然不是以前 火小邪烟虫花娘子勾建顶天交赛飞龙孤零零的几个 可火小邪心里还是紧紧的绷着 浓重悲凉涌起 挥之不去 烟虫的声音似乎在耳边回响 火小邪 火小邪 你不要去 现在返回 还来得及 我们还有机会 火小邪在脑海中 默默地答复 烟虫大哥 花嫂子 我终于又回来了 我不是仅仅为了你们 也是为了无数为国牺牲的同胞 中华大帝不容践踏 我一定不如使命 朦胧之中 烟虫叼着烟的笑脸浮现在火小邪的眼前 他亲切地说 火小邪 你有今日的成就 真替你高兴 不错 花娘子搂着烟虫的胳膊 甜腻腻地笑道 小邪 放心大胆地去做吧 我们都支持你 说话间烟虫 花娘子等人微笑着 越走越远 接着 是勾剑 顶天骄 赛飞龙 柳桃的殷容笑貌 一一闪现 再有 严烈 严 敬敬天 甲丁蚁 豹子犬 黑风 张四眼 周先生 御风 神捕等等 无数人物逐渐远去 火小邪很想伸出手挽留住他们 但也知 但也知皆为自己的思念幻想 一切徒劳 不由的心中一应 说道 各位好走 慕然间 五行道众已经深入山内无力了 一名水家信使跑来报道 沐王大人 他语气急促 前方一礼 道路断绝 山体 孔隙无数 有忍军 小步人马 约十余人被发现 没有正面交锋 水家先锋 四人寻路入内 秒无音讯 英士仪死了 此水家信使说完 一个土家行事 也畸形而来报道 沐王大人 前方无路 山体怪异 四刀斧平整 挖出无数隧道 内部 骑乱如马 土家发丘谢灵 两门六人入内 再无返回 土王大人 已经亲自上前打探 请沐王大人 火速上前商议 火小邪一听 立即催动人马 加快脚步 不多时 已经赶至尽头 若按火小邪之前的记忆 走到这里 应该是水火双生的水龙眼一带 本应有巨大洞穴 沿洞穴内壁可以行走 可眼前景象的确不寻常 一个喇叭形的大洞 由窄到宽 地面乱石临循 淹没了铁路 这倒不奇怪 奇怪的是 喇叭嘴方向堵住 去路的一面十余丈高的山体 虽说是无数巨石堆积而成 临寻参寺 上面却布满了大大小小 无数不规则的洞口 大的有一丈宽窄 小的仅有一个拳头大小 这些洞口边缘 如同刀切斧砍一般平整光滑 根本不像人工可以完成的 火小邪眉头紧皱 他记得他上次离开罗刹镇 整片整片的山体都在崩塌 按理说会形成一个范围广大的坑洞才是 怎么会被无缘无故地堵上了呢 郑泽道赶上前来 与火小邪相会 颇为严肃地说 火家进去了十人 没有返回 隐约能听到这些洞穴内有金铁交鸣 之声 应是设有伏兵 慕王大人 你有何高见 火小邪并不答话 踏着乱石上前几步 走至一个洞口前 洞内幽暗难鸣 向里看并不是笔直 而且能见到的分岔口就有四五个之多 冷风从里面向外打着悬灌出 发出嗦嗦嗦的奇特威响 绝不是可以草率进入之地 火角结眉头紧皱 转身高鹤 水王大人 土王大人可在 一名土家刑事上前拜道 土王大人邪夫人临完等 从旁边的洞口进去了 暂时还未能返回 一名水家信差说道 水王大人现在不在 火角结问道 水王大人去哪里了 不知 指令让水家在此待命 火角结高尚说 任何人不得入内 严加守备 等土王水王大人回来 略等了半炷香的时间 就在山体上一个洞口中有树人击奔而出 并经一看 正是田问 掐住左胳膊 居然左手小臂已经被斩断了 土家人连忙上前 将田问等人护住 退到了树杖之外 并立即为田池疗伤 火角结正则到金潘等人赶上前去 正要说话 就见一道黑影钻出 站在田问等人身边 看模样 正是水王流传 不等火角结说话 水王流传已经力声说 可是土家第一迷藏 这个水王流传 虽说长相未变 但是劫傲试杀之气 弥漫全身 完全与先前教书先生的气质不符啊 田问答道 是 是又不是 水王流传力声地说 是怎样 不是又怎样 乾坤 天问 天文 能否多说几个字 听着费劲 田羽娘站出来说 刘川 还是我 还是我 我与你说 他看向了火小杰等人 此处确实是第一迷藏的布局 但仅为三成 不够完整 达不到第一迷藏的乾坤颠倒之造化 但也着实惊人 据土家看 罗刹阵就在其中 这些孔洞 全是罗刹阵的外壳 我等以土家发丘之力算过 里面的罗刹阵 竟是无大无小的乱数 火小杰抱拳道 青椒 何为无大无小的乱数 田羽娘肃然说 就是罗刹阵 一时小如沙利 一时大如环宇 可这座山 又能有多大的 一个防盗阵法 又怎能如此之小呢 但补挂之后就是如此 成无大无小之态 我等进入洞中 便感觉罗刹阵 一会儿转弯就是 一会儿又远在天边 一会儿仿佛已身在阵中 土家虽有开山巡路之能 却如同水中捞月一般 水王流传横历上 如果此地是完整的第一迷藏 由此效力都可以理解 但孔洞里分明 有仁者四处埋伏 他们既然能在里面猖狂 那就必然有进退之法 也许里面的仁者 也许里面的仁者根本没有想过出去 那风从何来 莫非你要说是罗刹阵内可以自生风力吗 洞内风力全是螺旋 我的确想这么说 看来土家面对自家不成气候的第一迷藏 便已经无计可施了 刘传 你要有计可施 何必偷偷摸摸地跟我们一路呢 你这个人性格真是古怪 没到这里之前还是个讲道理的人 现在怎么变得蛮横不讲理了 我不想再与你说话了 这两个人彼此哼了一声 真的互不理睬了 郑泽道说道 两位大人请息怒 堂堂五行世家 还能在见到罗刹阵之前就被拦住吗 既然日本人军占据了地利 那我们可有办法先将他们逼退呢 慕王大人 你看哪 火小节沉声地说 让我在想想 他抬头问道 林婉 你刚才也进洞内了 不知你有何看法 林婉刚刚为田池止血上药完成 他起身说 刚才我进洞去 就有诗穆家药术逼退忍者的想法 可是洞内风向全是往外灌 这样的话 若是大面积诗药 不仅无效 反而会伤了自家兄弟 而且里面的人者十分厉害 直受不公 刚才田池击杀两人 就有另三个人者不顾前者死活 用重刀连人一起劈砍 斩断了田池的小臂 本以为他们会乘胜追击 将我们围堵在洞内 可田令再杀一人之后 这些忍者只又追了几步 便齐齐退后 再度龟缩不前 如果这样 就算我们在洞内布下药阵 也无法引大批忍者入阵 火小姐点头沉吟了几声 既然如此 我看不如这样 王孝迁带伊田吉人上来 众人不知火小姐要出河计策 全都静默观望 伊田吉人已经被王孝迁用药制住 虽能行走 但双目呆滞 满嘴不知寒寒乎乎的 刀柜了些什么 火小姐走到伊田吉人的身边 将他按在了大石上坐下 抱了抱犬 水王大人 请上前来 水王刘川 缓步走出 冷冷地问道 何事 伊田吉人被沐家药物制住 但行为呆滞 所以请水王大人用水家乱魂眼之类的手段 将伊田吉人迷乱心魄 我有几句话要对他说 并让他能够如实转达 水王刘川 欧了一场 你怎么知道水家有这个本事 水王大人还要过问的这么详细吗 给他解药 王孝仙给伊田吉人解了麻药 水家立即有几个人上前 把伊田吉人牢牢地拿住 伊田吉人神志渐渐清醒 正要张嘴大骂 却见到水王刘川的一双眼睛牢牢地盯着自己 心中突然一吃 竟无法挪开目光了 水王刘川眼中闪烁不定 嘴中吹出了一丝丝的声响 引得伊田吉人双眼圆睁 脸上抽搐不止 水王刘川猛然眼睛一闭 对火小鞋说 火小鞋 你对他耳边说话 火小鞋上前一步 冲伊田吉人的耳朵 用日语低声地说 我是伊田吉人 我是伊田吉人 火小鞋有几句话 要我转达给伊润大人 事关重大 你们快带我去 不要耽搁 接着他又重复了一遍 火小鞋站起身来 对水王刘川低声地说 好了 水王大人 请再稳住他一会儿 水王刘川啪的一睁双眼 继续死死盯着伊田吉人的眼睛 伊田吉人嘴里不断重复着 刚才火小鞋所说的日语 一动不动 火小鞋吩咐道 青鞋先主 在 青鞋赶忙上前 给他脚底涂上青之令 用青云客栈所用的普通青之令即可 青鞋一听 立即说 明白 老贾小乙过来 贾大掌柜 乙大掌柜急忙上前 依火小鞋之计施围 千鸟先主 借你的寻鸟之一用 别在他的袜子里 遵命 王孝先 你将逍遥之 嗅觉最好的弟子 择出 听后指示 好 我立即去办 清晨先主 你的双难骨可携带了 一直随身携带 好 给一田级人施双难骨 一会儿谁与一田级人对话 便激发鼓励 凡是进身者 接中此骨 是 清晨稍等 有王爷 关键在你 你有复制骨力 以及增强之法 请将清晨的双难骨 增至最强 力求一传十十传百 最终以千计 可否做到 要王爷答道 双难骨 虽难炼成 但炼成之后 急易复制 一千不成问题 请牧王放心 牧家人做这些事 可谓是清车熟路 人来人往 片刻便准备停的 活小鞋在一旁盯炉 已经将一会儿虚作之事 说明了 活小杰说 水王大人 想必你已明白 我要做什么 请你最后施展 放开一天吉人 水王流川并不答话 盯着一天吉人 眼中闪烁 吹出树串音符 这才将眼中光芒一收 滴鹤的一声 放开他 水家人立即松了手 一天吉人 深深喘了几口气 突然间神色如常 刷了一下 沾了起 警惕不已的 用日语教导 别过来 别过来 火小杰说 放他走 一众大道 齐齐演戏 冷眼看着一天吉人 给他闪开了一条路 一天吉人 低骂了一声 夺路而逃 向山体上的一个洞 狂奔而去 一头便钻入了洞中 随后便听到 一天吉人 撕心裂肺的教导 我是一天吉人 我是一天吉人呐 声音渐渐模糊 转而听不见 此时千鸟先主 伸开了五指 手中拿着树根羽毛 轻轻抚摸 摒弃身膝 突然低声的尖叫 上行 风口有四 左中 右上 右行 风口有二 左右 直风 下行 火小杰立即对田问说 田问 寻鸟之 是生长在一种 飞鸟身上的奇特草木 经牧家炼制之后 可变风式寻鸟 木行于天 是无土之木 据说于土行有质化之名 你看你能否用得上 田问一听 立即沉喝道 摇摇 他不由分说 就坐在地上 双掌平举 食指来回弯曲计算 王孝仙挑选的 逍遥之弟子 则来到了各个洞口前 不住的绣纹 凡是能够闻到 青枝令味道的 便在洞口上记下记号 然后换到下一个洞口 继续绣纹 此法的妙处在于 尽管山体内所有孔洞 可能都是连通的 但风一直不停地往外吹 气味只会顺风式而行 只要气味的源头不绝 就能用气味 编出一张树状图来 水家人自然不需多让 不等火小鞋开口 便已经知道 这是甚好的情报收集办法 水王流传身后的 一些法主勾弦 先于田问 便已经自行记录 千鸟所说的风向 以及逍遥之找到的气味 冒出的洞口了 千鸟又叫道 直风 鸟停了 不是 是人停步了 清晨正用手指 搓动着一块皮肉似的细片 眼中黑色一闪 一滴喝了一声 双难骨发作了 中骨之人有三 两人携骨离去 再中 又有七人 一人动 再中四人 好 有十人动 太好了 又中了十人 千鸟叫道 人动 直行 风口有四 上中下左 下行 水王流传走到了火小鞋身边 人君难道不怕一天急人 是水家乔庄的 人者也较为精通 易容之术 所以像一天急人这种 为忍军服务的日军高级将领 以及大多数忍军上人 都在双手手腕中 埋有一种称为大茶锣必修的空心铁球 埋入方法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 所以一天急人无法被人冒充 近距离用一种频率摇动手腕 就能彼此感应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水家几十年来 无法假冒忍军上人 火小鞋 你手腕中也有 我几个月前已经在木谷寨把铁球挖出来了 耻辱之物 一日也不愿意留 嗯 不错 一天急人能活到几十 一天急人虽不是忍者 但得到日本天皇册封 在忍军中仍属荣誉的高级干部 能够无理由杀一天急人 而不被惩处 忍军中只有伊润广义和土贤藏风两个人 我之所以带着一天急人进来 不只是仅仅为了解恨 而是他的身份 必有可用之处 一天急人带着气味和双难古入内 没有速死已经是完成的任务 几十死 无所谓了 还要多谢水家 在万年阵内 及时将一天急人活捉 没让他服毒自尽 火小邪 是你在三叮嘱尽力活捉一天急人 不必和我客气 火小邪 你考虑得很深远 运筹帷幄 极好 确实能做五行合纵 调良之人哪 水王流传说完了 突然扭头像水妖儿看了 像水妖儿点了点头 露出了一丝赞许的微笑 郑泽道不冷不热的说 看来有木水土三家即可 火家金家 还不上用场了 火小邪转身 向郑泽道说 怎么会呢 火王大人 火家高手能拿牌 拿到一百颗以上珠子的人 可有多少 郑泽道沉吟道 加上我在内 酒堂义法堂主 坦主 以及行渡 均可做到 约四十人吧 好 火小邪转队 攀子 攀子 金家可有 攻击力巨大的枪械 我这次带来的枪 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攻击力巨大呀 你看我这只 金盘把自己的金色长管配枪拿在手中 经过我的改造 三百米内目标偏差只有一毫米 都不用打得这么准 郑泽道似乎明白火小邪的意思 沐王大人 你是想让金家向洞内开枪 子弹击中洞壁发出的声响 然后 火家人来听回响 以便忍君的远近和人数吗 不错 我看这些洞穴之内 洞壁都是光滑的 人者只能紧贴的墙壁隐藏 回音必有异常 以火家道数敏锐之能 可当辞认 郑泽道大笑 无形合纵 木家放耳 虎家便威 水家制徒 金家远攻 火家溃敌 缺失周到 沐王大人 就依你所说 火小邪聚拢贼王 做足了安排 盗贼合作讲究的便是一个筷子 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五行世家便已经准备停的 打算急功进洞 此时清晨高叫 双难谷发作急愧 众谷之人瞬间又进迁了 田温也长身而起 内有巨学 他说罢双手指点 向田羽娘田瑶田官等人示意 土家人均按田温所示 掐指一算 均大为兴奋 所谓无大无小的乱术 得以开解 清晨又高声说 一天几人死了 主难已死 负难会很快失效 还请尽快 火小邪振臂一挥 五行合作 苏金 五行世家纷纷向穆家椅 做标记的洞口赶去 土家人既算得了方位 豪生厉害 一进洞那边四处开凿啊 军事无数恐盗的薄弱之处 使得原本看似不相连的地方 统统连成了一体 便与大部队齐头并进 近乎在于此地 笔直地再开出了一条 直达罗刹镇的大洞来 穆家的防毒术 乃是五行之手 又能提前察觉到 仁者是否失毒 穆家虽说到达此处的人数 不及火水土三家 但都是用毒防毒的好手啊 足以一人照顾多人 家之火水金土四家 亦有各自的防毒之法 防上加防 所以根本无畏于 忍军的毒工 奇怪的是 忍军一丝一毫 没有放毒的意思 金家枪队 持枪开路 子弹尽数往 黑暗的深处打 子弹击打到洞壁 声震如雷 火光四叶 火加四十多高手 眼力耳力体感军强啊 直接可以分辨出前方 是否有人者隐藏 可以防止人者 射飞镖出来 一察觉到有人者 火加便一路 打着焦火弹进去 这种焦火弹啊 除非丢入水里 或者用沙子层层掩埋 无法用踩踏 焦水的方法熄灭 之前之所以 火加不敢如此 是因为前路茫茫 孔洞太多 大焦火弹近乎于 自我暴露 亦被忍者 从旁袭击 而这一次方向明朗 五行协助 当然不怕 五行道众向前推进 极为顺利 偶尔有几个忍者 实在是不愿意后退 狂攻而至 未到尽前 不是被水家土家 从侧面击杀 便是被火加合围载掉 而火小邪 也亲自率领了金潘 正泽道 水王流川和田问 五大贼王 聚集前进 更是近乎一马平川 居然没有忍者赶来迎击 就听嗡嗡作响 前方有愤怒的声音传来 火小气 算你厉害 竟蛊惑了一天机人 把他当狗一样 年纪来探路 一天机人 我已经把他杀了 你们不用再玩 贼道里的那些阴谋诡计了 大日本帝国人军 光明之师 不屑于和你 纠缠于贼人的 雕虫小机之上 你们来吧 你我光明正大的一战 火小邪听得出 这就是一润广义的声音 他淡淡一笑 并未答话 只是命令道 加速 前进 火小邪等人 率先从洞口钻出 外面的景象 让他心中一沉呢 只见一片平坦的沙漠 横沉在一个 看似无边无际的洞穴中 洞穴尽管会暗难明 但是地上的沙子 却散发出 盈白的光泽 形成了一道 明显的明暗交界 强劲的凉峰扑面而来 从山体上的 各个洞口中钻入 恍然间 竟有身处 山外的错觉 一座孤山 连着洞穴顶部 黑沉沉的 蹲在沙漠之上 一个穿着雪白和服的男子 任凭冷风鼓动自己的衣袖 站在孤山下方的一个洞口前 漠然地直视着火小鞋 好像天地万物 唯独他一人 寂寞而又冷傲 他就是一润广义 日本忍君之魂灵 日本天皇之铁腕 日本侵华之元凶 与火小鞋 毕生纠缠之仇敌 志在灭亡 五行世家 意图问鼎中原 永惧中华霸业之枭雄 火小鞋眼睛一眨不眨的和一润广义对视着 他心里明白 这将是他和一润广义的最终一战 有他无我 有我无他 火小鞋毫无畏惧 反而心中一片空明 缓步向沙漠走来 上千五行世家的贼盗 纷纷从各个洞口钻出 以火小鞋为箭头 大片大片的散开 如同暗流翻滚的巨巢 人数虽重 但只有沙沙沙的脚步之声 伊田吉人的尸体 被斩成无数段 散落在火小鞋 他们前进的乱石上 唯独剩下一个头颅 还算完整 滚落在沙漠边缘 一副垂头丧气 死不瞑目的死相 一润广义 突然之间哈哈大笑 火小鞋 火小鞋 你终于来了 五行世家 各路贼王都来了 很好 很好 火小鞋莫不作声 走到沙漠边缘 一脚将伊田吉人的狗头 踏入沙中 方才高声叫 一润广义 我们既然来了 就不要再故弄玄虚 藏着的人 统统滚出来吧 一润广义 大笑着说 哈哈哈哈 正有此意 说着 他啪啪啪 拍了三掌 就见沙漠翻滚 如同废水 无数忍者 从沙子下翻身而起 做好了 竭力一战的准备 不仅是忍者 还有大量投缠白带的 日本武士 浪人 以及穿着军装 手持军刀的日本军人 要么一起从沙中站起 要么从孤山两侧赶出 一看人数 竟超过了三千人 火小鞋眉头一皱啊 许多人绝对不是忍者 应属于日本江湖的武林人士 田问伸手指向了孤山 沉生的念叨 正是此处 郑泽道低声喝道 怪不得要与我们硬碰硬 原来聚集了这么多人 此次一战 必伤亡惨重啊 水王流传哼道 这么点人 你怕了 岳父大人 我郑泽道岂是贪生怕死之人 我今生今世 最恨的便是日本人 今日我定要杀个痛快 郑泽道转头命令 活家九堂一法 今日将日本人当猪狗一样图禁 不出权力者 擅自后退者 活家家法伺候 中华之威 活家之列 岂能折在窝寇手中 金盘也笑了 小日本把老地点都断出来了 真后悔金家来的人少了 说着他金枪在手 啪的一抖 弹盘杀的急转 咔嚓一声锁定 一枪一个 刘峰听令 金家枪队 每人若不打死三人 就算活着也要除名 水王刘川开怀大笑 我此生数十年 风波无数 见闻广播 今日却是最过瘾的一天 来来来 水家一向寄杀 今日就大开杀戒吧 活小琪 你这贼王之王 我等性命交于你手 你不掩退 我等陪你同生共灭 活小琪 沉喝道 先以无取巧之计 各家列阵迎敌 众位贼王大人 穆家长老 活家酒堂义法 土家四门宗主 水家舵主阀长 金家枪队流风 局势稍稳之后 听我号令 便与我一路 直入罗刹寨 五行世家千百贼道 轰然硬 沸沸 沸沸扬扬扬 各自结阵 人军一冉 人马穿梭组成了百十个战团 两军对垒一触即发 依润广义大声喝道 火消息 舍来说起 你们只是一群贼盗 而我不同 除了人军之外 全日本江湖帮会 各宗各派 五道世家 全日本顶尖高手 全部云集于此 绝不像你们 全部都是贼盗 若论名分 我才是代表的正义 中华之大 居然只有贼盗出面就是 可见中华道德早就没落 唯独一点点的民族尊严 居然落在贼盗身上 可悲可贪啊 火小鞋冷笑了一声 一润广义 你们这些倭寇 不是贼盗 做的却是无德无耻 禽兽不如的事情 我们五行世家 虽是贼盗 在中华不入正行 做的却是 匡扶中华救国救民 打击侵略的一举 高下分明 黑白立变 你们这些东洋 猪狗 有我们五行世家 对付就已经足够了 何须再借他人之力 一润广义 大日本帝国 占据中国之后 你定是名垂青史的 有功之人 可现在 你用如此多的性命 来完成一件 虚无缥缈的事情 极不现实 无论你成败如何 你以为后世 有人会记得 你们这些贼盗吗 又有谁会记得 你火小鞋的 火小鞋轻笑了一声 大义无形 问心无愧 何须人记得 我只愿做个 默默无名的义道 那些功过千秋 善恶名声 留给像你这样的 圣人去吧 好得很 那我就成全你 这个默默无名的小贼 杀 火小鞋几乎同时 也喊出了沙字 一方是五行世家精锐 一方是全日本人军 以及武林人士 两方人马如同乱云翻过 顷刻之间 便缠斗在一处 军事全力以赴 放眼看去 共有四个大的战团 火加九层火追阵 方圆广大 最是耀眼 烈火熊熊 火蛇乱舞 不时有各色火球 从阵中射出 有的爆炸 腾起巨大火团 有的一处人体便剧烈燃烧 持长枪的火加人 不时从阵中掠出 借着火势 来击杀敌兵 砖刺中学 又狠又准 忍君也不示弱 披天盖地的飞镖 从各个角落射来 恍如群风乱舞 不少忍者 有博命之心 不顾烈火焚身 挥着忍刀上前死斗 杀士凶猛 一两个火加人 是奈何不了 只能以阵套阵 大火追阵套小火追阵 方能将之截杀 忍者中 亦有使用火焰的能手 数人和力 居然挥舞着 喷火的铁柱 到处横冲直撞 还有几个干脆 就是全身浴火 火人一般 与火家外围熬战 水家战团 与忍君之战 因为双方大都是穿着黑色 根本就看不清战局 只有银亮的刀光四处乱晃 好像翻滚的黑色乌云上 遍布着一丝丝的闪电 偶尔有一批穿着武士装的浪人杀入黑云中 军事极快的速度便被淹没了 水家人看似无阵法 与忍君散战成一团 其实不然 若是仔细一看 便能看出数道由人组成的更黑的黑蛇 在人堆中穿行 时而突然分散 时而二蛇聚成一蛇 时而大蛇裂变成数条小蛇 时而一条蛇突然变得更大 忍君的攻防同样鬼 数人聚成一团 远处看来 好像无数个黑球在黑水中滚来滚去 不时从黑球中爆出大股白烟来 土家战团看起来确实是忍者的天敌 应了火小鞋所说 除了发丘一宗不入地 摸金 谢岭 班山这三宗几乎是入地而战 接受发丘一宗的指挥在沙子里钻行 所以明明看到土黄衣裳的土家人 正和忍君正面交锋 突然之间一整块地方不剩几人 扬沙滚滚 冲上地面有一两丈高 土家来此一战的人数只略少于火家 但是怎么看 总是只有一两百人的样子 可沙地之上 土家的战区居然超过火家一倍 战区之内 地面好似盖的一面黄绸 波浪翻滚 起伏不定 如同有无数双手在地面下搅动一样 忍君无论是使毒还是使暗器 都起不了太大作用 于是打批的忍者也钻入沙下 在地下和土家苦战 可斩获甚微 更有人者持长刀在地面上猛扎 虽能伤人 但必遭陷落 所以忍君打步 竟渐渐地推出了土家战团 那土家哪里啃一呀 就见到沙漠之下 如同有树枝百丈大小的巨兽 正在钻行 轰隆一下地面突起 发秋一宗好像站在沙子上滑动 不时的出现又消失 引着土家四处追袭 再说金木两家 金家并不下到沙漠 而是借着地势 从高处向下方的人者不断射击 杀敌甚是轻松 木家则在金家外围 设毒阵防御 阻止忍君进前来攻 这一攻一防 倒是相得益彰 忍君屡次冲击 军被木家独阵逼退 南进金家枪队 可忍君也有准备 调集了日军众多的神枪手 古多时孤山之上 便多了许多人马 近四百人 拿着狙击步枪 突然向金家枪队所在的位置开火 枪法神准 火力凶猛 竟打得金家枪队一时抬不起头 这些日本神枪手 一边与金家对射 一边又分出兵力 几乎与金家是如出一辙 从孤山上向五行士家重刀开枪 打死打伤不在少数 金潘恨急 拿起乔大的重击枪 匍匐在地 三颗子弹连射 顿时将一名日本枪手脑袋打烂 金潘大喝 把那座狗屎山上的小鬼子全部打掉 一时之间枪林弹雨 双方隔着战场在数千人头顶上展开了激烈对弓 子弹密集之处竟能在空中相撞 怦然炸响 溅起了一片火星 日军枪手虽说准头不差 但比金家枪队还是少了几分霸气 缺了配合 一个接一个的被干掉 可日军枪手毕竟人多呀 与金家的伤亡成一比三 虽处于劣势 但对金家枪队也是伤害巨大 双方均无暇再去攻击他人了 都铁了亲与对方拼个鱼死网破 忍军见金家枪队受制 重新调集了一批忍者发力来攻 穆家主防 面对新来的人者 绝不轻松啊 这批忍者显然是有克毒之法 加之毫不畏死 屡有突破穆家独阵的人者 一旦有忍者攻入阵中 穆家人的武力之弱 彰显无疑 能攻入的人者 又无一例外的是忍术高手 所以穆家几乎被忍者砍瓜 切菜一般 抵抗力微弱 好在穆家只要缓过气来 后续之人将药力准备妥当之后 再做毒工 终能将其毒杀 穆家伤亡和忍军相比 算出来竟是一比一之数 可谓惨烈啊 妖王也领衔穆家独阵 而火小邪并不在穆家独阵之内 他与水妖儿 清晨清牙千鸟王孝千百艳藤牛 甲大掌柜仪大掌柜 带着穆家的一批先主级别的高手 约五十人 正往来与火土水三家战团之外 施以辅助 清晨的黑枝 的确是穆家最毒辣的一只 不仅人数最多 杀人手段也是层出不穷 许多看着若不禁风 病入高荒一般的黑枝仙主 一伸手就能打出三五个骨 在空中怪叫连连 飞来飞去 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可一旦与之接触 便知厉害 大多数人者连哼都哼不出 要么是直挺挺的倒地而死 要么是口鼻喷血尾盾在地 要么是瞬间瞎了满地打滚 自己将自己抠抓至死 要么是突然一愣 全身爆出鲜血 清晨更是厉害 他先后放出了黑死铃骨 黑鹰降骨等等 黑气翻滚形成了树道气墙 隔绝道路 不容忍军穿行 并操纵着气墙向前行进 生生阻挡忍军彼此调动增援的道路 使得火加水加不必担心腹背受敌 清晨食指上似有隐隐约约的黑色气线 只要伸手一挥 便从黑色气墙上游出树道黑影来 贴地而行 见忍者便缠 一旦缠住 不利即死也是口吐白沫丧失抵抗能力 而且这些黑影刀劈不断 火烧无用 失毒更不得要领 根本就无法阻止 只可惜清晨放出的黑影不多 每次最多十个 而且回收缓慢 不能大面积杀敌 青崖和藤牛 吃出清坠八重毒和蜂草蝶 同样是牧家的悬翼之物 清坠八重 说是毒 更像是一种能够分裂开的液体生物 发出悠悠的清光贴地而行 失而入地 失而冒出 一旦围成一个细圈 无论圈里面有几个人在 均是暴毙而死 藤牛的蜂草蝶 活小鞋曾经领教过 乃是一个大叶片 能够像蝴蝶一样飞舞 砍成两半 便变成两个 无论砍得再细碎 每片都像是活的 专门寻人裸露的肌肤贴上 一旦贴住几重剧毒 藤牛一下子 便放出了五只蜂草蝶 不等忍者刀砍 有的便自行分裂 追着忍者便杀呀 简直是奈何不得 有忍者放细网来补 却让蜂草蝶分得更碎了 从网眼里钻出 唯有舍命 用忍装兜住几片 便是几片 踩入沙中方能止住 仙鸟也有绝技 他与几个花枝的仙主 不知从哪里放出了 近百只赤红色的蜂鸟 一只只不过拇指大小 在空中急停击飞 忽上忽下 专盯人眼球 只要被盯上一口 无论是否出血 均会中剧毒 只可怜这些蜂鸟 毕竟是活物 有的人者擅长刀术 劈砍极快 一刀便将蜂鸟斩断 而蜂鸟一旦被斩断 就会爆成一团鲜血 若鲜血沾染裸露的皮肤 意中剧毒 百雁看着似乎娇滴滴的 能当上穆家长老 自有他的本事 他虽没有带一只猫来 却放出了七八只灵猫骨 虽不及斗骨大会上的 阎望猫那么厉害 也是只能闻其声 不能见其行的邪恶 猫叫连连 四处游荡 若从人者耳边掠过 当即青金抱起 脸色发紫而死 贾大掌柜的金钱骨 实属异类 无杀人之能 却有将人活生生定住的本事 贾大掌柜抓着钱袋 不断向外撒着铜钱 铜钱虽小 却有跟着人脚步滚动的奇特之处 稍不注意 一旦踩上一枚立即中骨 当场手脚麻木动弹不得 以大掌柜能操纵灵雕 对王孝仙施出进不退骨 当然也有他的本事 以大掌柜居然是 穆家罕见的炼声鼓之人 即是以声音放鼓 他敲着一扇小锣 边敲边冲人者们叫喊 开饭咯开饭咯 银耳莲子八宝粥 虎边鹿绒穿山甲 吃热的不吃冷的 吃蒸的不吃煮的 听到这些叫喊的忍者 本是杀气腾腾想来杀人的 一听此话 便有些痴呆起来 举着忍刀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看着忍刀发呆 有的人者定力不佳 居然把忍刀往脖子上一架 想试试有多锋利 结果自吻而死 王秀仙自然也不是酒囊饭袋 他和三个逍遥之弟子殿后 全身上下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药袋 一边行走一边调制出药包 命人用露皮筋做成的弹弓打出 药包在空中便会战裂 撒下一团团的药粉 这些药粉的药效 全是因时而易 因地制宜 若是五行世家的人 有清凉解法 提振精神之功效 若是人者五世 则有麻痹 昏炫 失聪 流泪 呕吐等等 不同的效力 甚至置人于死地 而且就算是混战 同样的药粉 五行世家的人不受其扰 人者五世就截然相反了 逍遥之药理 是穆家四肢之手 擅长快速配置各种药物 同样的药物还能因人而异 这便是逍遥之极其神奇之处 七十五行世家 齐聚万年阵外的时候 活小鞋便下令由逍遥之 早早制出药物 各家服用之后 可不受穆家普通药物困扰 将来穆家施药的时候 避免误伤 穆家这支队伍深入敌阵 四处游走 虽不能打批歼灭人军 却制造出许许多多 不可思议的异象 加上手段怪异 凡是靠近他们的人 不是被悬怪之物暴毙 就是呆地吃傻疯癫状态摆出 好像这群人是妖而非人 活小鞋深知穆家不善于持久战 而且忍君不择手段的特性 活小鞋也是非常清楚 一旦找到穆家的破绽 又逢穆家强弩之末 围攻之下 恐怕清晨清雅等人 无一人能活呀 活小鞋一面指挥着穆家众人 游走杀敌 一面收拢不慎离队 在各处散斗的活土水三家道中 并招呼三家和兵 金盘方面 枪战也尽尾声 金家枪队伤亡足有一百多人 总算将孤山上的日本枪手 打死了九成 金盘气得双眼通红 率刘峰乔大乔二等三十多个精润 打算冒险冲过沙漠战区 打上孤山 将孤山完全占领 金盘等人刚刚溜出穆家的防线 却见孤山上乱枪响成了一片 人也说出 原来是土鱼家水家火家三家 已经分为三路攻上了孤山 击杀了日本残余枪手之后 又与增援的人军在孤山上 打成了一团了 恰逢活小鞋收拢客家 金盘便风火流星一般的赶来 与活小鞋会合一处 田问 携土鞋打队人马 率先与活小鞋会合 活小鞋一见田问 便叮嘱 田问兄 人军主力 军备西野 你速派土鞋人去探孤山 查清地上地下 共有几个出入口 田问点头称是 命田瑶协一批土鞋高手 前递而行 去往孤山打他 水家主力 随后与活小鞋金盘田问 合并一处 水王流川 从黑压压的水家道众中赶来 手持两把细尖的匕首 向活小鞋大笑 哈哈哈哈 杀得很是过瘾呐 活小鞋说 水王大人 各自为战 脱为消耗 建议五行 合兵一处 即是 火家正得到领先火追阵 正与大批忍者武士 打得难解难分 虽说火家王毅人 能换击杀敌方四人 可忍者武士源源不断赶 仍是五五平局 并不占优 忍军算计的精明 必占土家 拖延水家 堵住木家 消耗金家 及最雄厚的实力 围攻火家 企图各个击破 若能将火家打灭 再故技重演 先对付水家 再收拾土家 火小鞋和兵之计 分外及时 五行世家 如果一直各自为战 就算能胜 也胜得惨烈 郑则道 气得蹊跷生烟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火家必将付出伤亡半数的代价 郑则道正要催紧攻势 却见火锥阵外一片大乱 黄沙翻滚 一个庞大的战团 从一侧急功而来 倾客之间 解了火家火锥阵 最薄弱之处的危难 就听火小鞋大喝 火王大人 五行合纵 结成一体 郑则道心头一热 高呼回应 多谢相助 他立即发布号令 火锥阵快速移动 与金木水土四行合纵 金木水火土五行合纵的战团 如同组成了一个五行八卦的大豆盘 五行世家各具相生相克之位 缓慢旋转变化着 在沙漠上平行推动 《类经图义》中说 五行 即阴阳之志 阴阳 即五行之气 气非智不利 智非气不行 行也者 所以行阴阳之气也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五行相生 强金得水 方错其封 强水得木 方缓其事 强木得火 方泄其鹰 强火得土 方脸其焰 强土得金 方化其丸 此番道理 五行世家当然懂的 五行合纵 归化阴阳 平衡 平衡 战力 一攻 一守 无需和人指点 此间妙用 各家了然 金家 逢敌 先乱射其 锋芒 若敌 伸手 蛮横 仍能 进前 有火 克金 之事 则轮转 轮转为水 水能 克火 水加 御敌 由斗之鱼 敌钻地 攻击 由土 克水 之事 则轮转为木 木 能 克土 木加御敌 进前之敌 必死 若敌 远攻 成金 式 则轮转为火 火加御敌 近身 强攻 若敌 游走 躲避 成水 式 则轮转为土 土能 克水 土加御敌 敌越是走动 越陷死地 若敌 尸毒 下药 成木 式 则轮转为金 金 能 克木 如此循环 五行相生 对敌相克 五行 世家 之能 是淋漓尽致 火小邪 果然能看大人 他四处奔走 调度指挥 若遇特别 强横之上人 他会亲自 上前一站 火小邪 既通晓 忍术奥妙 又由火加 道术为基础 更何况 火小邪的 火道 双脉之能 经木古寨 毁灭 木盼之后 已经是大成了 收放 随心所欲 所以上任 级别的 忍者 在火小邪 手中 也只能支撑 两招 便被火小邪 一刀毙命 在忍君 看来 火小邪的存在 就是一个 煞星 以至于 再无人 敢来 与火小邪 对战 唯恐 避之不及 五行 世家 合纵之 巨阵 从未 演练 却能运转 自如 忽大忽小 忽分忽合 忍君 单独 对付 一家 尚有办法 可面对 如此平衡的 五行 之阵 毫无 破解之力 但忍君 绝不退避 呈飞蛾 扑火之态 必要上来 自寻死路 才肯罢休 好一场 大绞杀呀 虽说 胜局 一定 但五行 世家 想要没有 伤亡 也是绝不 可能的 面对 近乎疯狂的 忍君 先后有 穆家 藤牛 先主 战死 千鸟重伤 火家 伯火堂 伏火堂 光火堂 堂主 战死 药火堂 堂主 药警民 重伤 土家 班山 尊者 田池 因先前 被斩断过 一只手臂 不幸 战死 水家 舵主 法掌 战死四人 金家 枪队 仅剩八十余人 除此之外 各家道众 伤亡 军事 过百呀 最后一个 忍者 被金潘 一枪 从远处 打死之后 放眼看去 尸横 遍野 脚下的 沙漠镜 染成了 淡淡的红色 再无人 奔跑 走动的痕迹 有些重伤 未死的 忍者 武士 还在勉强支撑 企图站起来 但往往 刚刚站起 便滚倒在地 依旧恶狠狠地 看着火小邪这边 弱大一个山洞 诸然间一静 似乎只有 风声鼓动 火小邪 火小邪站在阵前 屏息静气 感受了一番 这才沉声说道 此战终结 人军 人军再无增援 我们胜了 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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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行道众口口相传 很快爆发出 惊天的欢呼之声 火小邪 挥手大喝 惊 立即 又鸭雀无声了 火小邪的微信 从此战看来 已经被五行 世家众人接受了 火小邪伸手向 孤山一指 那里 还有三四十人 沿着火小邪 所指的方向 就见孤山的山脚下 一个毫不显眼 不规则的洞口前 孤零零地走出了 一个身穿 素淡和服的牢子 面无表情地 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 正是土仙葬风 当即就有数队人马 咬牙切齿地 向上前击杀此人 火小邪挥手制止 现在不必过去 五行世家 各自清点人马 打理战场 救助伤患 有人问道 魔王大人 还有活着的小鬼子 怎么处理 火小邪眼中 闪出了树团黑光 这些余孽 给他们个痛快 统统杀掉一个不留 永绝后患 不少火家人 木家人拍手称快 特别是金家人 以金盘为首 更是哼道 火小邪 你太仁慈了 换作是我 割开小鬼子血管放血 让他们刚才嚣张 骂他 杀了我这么多的兄弟 水腰味 一直与火小邪 形影不离 看出火小邪 在亲自上阵的时候 眼中均是黑丝乱冒 邪气腾腾 似乎黑灵蛇的 效力仍存 这片血腥之地 恐有再度激发 火小邪邪性的可能 水腰不禁问道 小邪 你确定 要杀了这些 再无抵抗之力的人吗 火小邪刷了一下 眼中一片浓黑 厉声说道 妖儿 你不知道 仇恨有多可怕 这些小鬼子 根本留不得 你怎么能心软呢 水腰微微一愣 小邪 你 你没事吧 火小邪眼中的黑气 这才退去 自觉刚才说话不妥 口气一缓 没事没事 妖儿 对不起 刚才口气重了些 你没事就好 火小邪 别开话题 命王孝仙道 病官子 你去把马三多 他们的麻药解开 让他们过来 不得到处乱跑 原来火小邪 一直没有让马三多 他们参与战斗的意思 任军和五行世家的对垒 马三多这些山匪 根本帮不上忙 纯粹送死 为防止马三多等人玩命 所以一到沙漠 便命王孝仙 将这些人马倒 只准他们看 不准参战 于是乎 就在土贤藏风 冷冰冰的注视之下 五行世家火速将战场荡清 清点完成 此战 五行世家阵亡六百人 重伤两百人 占了攻入此地盗众的半数 火家伤亡人数最多 穆家其次 水家第三 土家第四 金家居墨 其中又以穆家伤亡比例最大 金家其次 好在五行世家最顶尖的高手 大半仍存 虽说死伤惨重 依旧未施五行世家的元气 而迎战的日本忍军和诸多日本江湖高手 已经全军覆灭 三千余人 无一人得火 血染荒沙 大多贼盗 分散在各处救治五行世家的伤患 而五行贼王和五行世家最高的高手 齐聚于孤山的洞口之前 近百人哪 只与土贤藏风一个人对峙 若是齐功 土贤藏风纵有通天之能 也无从得火 马三多带着山匪 赶来火小鞋一处 他们亲眼目睹这场旷市熬战 惊恐有余 颤颤巍巍的奔来 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火小鞋见局势已定 沉声的说 土贤藏风 赐你剖腹自尽 给我让开 土贤藏风呵呵呵的长笑不止 神色一粒喝道 火小鞋 这么多人因你而死 你很痛快吗 火小鞋眼中黑丝乱冒 口气一邪 打道 为何不痛快 当然痛快 土贤藏风沉声骂道 火小鞋 过去三百年 满清称帝 你未尝说过一句不可 日本大和民族受中华文化造化 继执承中华一风 比满清强上百倍 为何你唯独要针对日本 只不过是满清没有碰到我 好一个没有碰到你 大日本帝国数千英雄 亡死在你们这些狂徒乱到手中 火小鞋哈哈一笑 土贤藏风 明明是你们有巨尖五行世家的野心 自寻死路 还敢成英雄 土贤藏风 要么你让开道路 自吻谢罪 要么就与我一战废话少说 土贤藏风笑着 多谢你不宜多敌广 不过我不愿与你一战 土贤藏风环视了一眼喝道 伤我脸颊之人可在 你若未死 再与我决出胜负 冷笑之声传出 从火小鞋一侧 飘飘忽忽地走出了一个 黑衣人 正是水王流川 水王流川 冷笑道 小老尔 你身边的那几个 使下三滥手段的忍者呢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不够我玩 不够我玩啊 土贤藏风沉声地说 水王流川 果然就是你 当然是我 土贤藏风 土贤藏风微微闭目 一并长刀慢慢从腰间拔出 流川 水王灵波之子 虽不知你是灵波第几子 哪个流川 但你 就是伤我脸颊的那个 来吧 灵教 小老尔 你倒挺了解水家 流不得你啊 话音未落 水王流川 山子已动 如同一道黑色闪电 向土贤藏风 急掠而去 土贤藏风 大跑鼓动 手中长刀一大 一挥一白 卷作一团 就听挡挡 两声锐响 便再度疯 土贤藏风 沉河道 不测 水王流川 冷笑道 你这将死之人 还敢做评论 你不够资格 耍的一声 两人竟同时消失在视线中 沙力层层而起 弥散开来 只听到不断的 叮叮叮叮 当当当当 锐响传来 一会儿西 一会儿东 而一挥一百两道 人影纠缠的一起 竟如一体 旋转着 在各处 扬杀之中 不断的闪现 刀锋 破开沙漫 尽力之强 细杀 打得人脸上 竟很是吃通 叮叮当当了 上百声以后 突然一片安静 尘埃渐落 水王流川 提着两把戏刀 现出身影 重重哼了两声 缓步走出 看着安然无恙 只不过额头正中 有一丝血 正缓缓流下 水王流川身后 土闲藏风 穿着一身灰色的人装 原本灰色的和服 早已经不见了 双膝跪倒在地 胸口腹部尖头 均是一片血红 土闲藏风 将长刀放在脚边 盘膝而坐 脸上竟带着一丝笑意 看着水王流川离去 他突然哈哈大笑 流川 你赢了 但你也最终成就了罗刹阵 这千百人之鲜血 都是给罗刹阵准备的 无形势架 无大贼王 你们是破不了罗刹阵的 你们将灵灰到 比任何噩梦还恐怖 一万倍的防盗之法 来吧 你们来吧 你们进来吧 土闲藏风哈哈大笑着 砰的一声爆炸开 血沫横飞 洒满了一片沙地 这些血液渗入沙地 景色慢慢被吸入地下 十分古怪 就听吁吁吁的吸吻之声 从地面下传来 弥散了整个山洞 孤山也发出了嗡嗡嗡的 金属震动之音 脚下沙粒 微微跳动 竟有沸腾之势 火小邪一剑 不禁大叫 所有人立即聚拢过来 不要耽搁 一大片浴血的沙漠 所有血液 正被迅速的吸入地下 无数沙漩窝渐渐生成 将尸首也吞没入内 原本分散的各处 救治伤患的五行世家道中 被这番骤然变化打了个措手不及 只好舍得行动不变的同僚 急忙向孤山方向赶来 可沙漩窝的出现毫无征兆 不慎踏入沙漩窝之中的人简直无力挣扎 瞬间就被巨大的扭曲旋转之力拽入 没了踪远远 连土家人也无法逃出 又王爷大叫 不好 这是木盼之眼嗜血的本性发作 可是 可是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呀 林婉也急促道 木盼之眼喜欢浸泡在人血之中 但半年只需一生 吸收这么大量的血液 定是有属性为强筋的事物 累克至其增化所致 田问严肯水火 郑责道同样凝重不已 这便是罗刹镇的效力吗 水王流川同样恨道 怪不得土贤脏风只在洞口前与我缠斗 混账 他明明不是我对手 死后还捡个便宜 搞得像他故意败给我一样 简直气杀我也 土家发秋深关田窑 一头冷汗的鸡奔上前 冲田问田与娘 火小姐等人惨声教导 在古山地下巡探的刑事 约三十人 在二十余丈深处遭遇极强的力量 极为突然 无处逃脱 全部被杀尸挤成血沫 田令 田令他也一并失踪了 各位大人 此处地面上绝不可久留啊 火小姐看着土败藏风死去的洞口 眉头紧重 厉声说道 一人广义 你好毒辣的心思 各位 功拜垂成 我为先锋 请随我悉数进寨 说吧 他一马当先 直入孤山上的洞口之内 洞口虽窄 洞内却是逐渐宽大之势 向下方不断的延伸 地面崎岖不平 坚硬如铁 正如土家之前所说 此座孤山 好像就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巨大铁块 不应是天然造化的产物 洞内前方 一片大量 唯有此路 别无分岔 火小姐脚下不停 仍留有余地 察觉不到有人者埋伏 火小姐身后 则是水妖儿 水王流川 水华子 水信子 正则道 苦灯 尊景齐 田问林婉 田羽娘 田瑶田官 金潘 乔大乔二 刘峰 清晨 清牙 耀王爷 王孝仙和百雁等等 诸多贼王和大道 洞内并不漫长 一百余米之后 已经到了尽头 乃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大洞 数个火盆烈烈燃烧 照得洞内一片明亮 一侧洞壁上 又有百十个洞口密布 指示军透出柔和的白光 有不大不小的气流涌出 感觉洞口虽多 但洞内均是甚浅 而这个大洞内壁各处 挂着忍字旗 高耀旗和日军旗 一张软榻置于旁侧 后方挂着一个白底红字的巨大忍字 软榻榻旁点着松枪 烟雾依旧缭绕 只是不见人迹 火小鞋站于正中 其他五行道众纷纷赶至 四下探查了一番之后 确定此洞没有任何防盗手段 而有迹象表明 约有三十多人在几分钟前 进入一侧的数个洞口 往更深处撤退了 火小鞋高声喝道 一软光音 出来说话 这般喝了两遍 就听有声音从一侧洞口中传来 呵呵呵呵 火小鞋 你正义来了 请再往里进吧 放心 没有防盗机关 随便一个洞口进来 几步路程 就能看到我和罗刹阵了 呵呵呵呵 我等着你 呵呵呵呵 火小鞋轻哼了一声 正要迈步上前 田问挥手制止 乾坤再造 火小鞋问道 田问兄 那你是让我进还是不进呢 田问 眉头拧成了一团 表情阴沉不定 竟有一些紧张 他这个表情实属罕见 田问慢慢的说 可气 但 请讲 一九杂乱 火小鞋还是不懂啊 好在有田与娘解释 牧王 一九杂乱是说 本来按万事万物的常理 都是从一数到九 可里面的挂项 却是不按顺序 一突然成三 五突然变二 好像乾坤完全被打乱了 或者再造出了一个新的乾坤 互为干扰 才有此相 之前我们在罗刹镇外壳 察觉不到罗刹镇的位置 是五大五小的乱象所致 现在看来 五大五小的乱象 就是因为罗刹镇内 乃一九杂乱的原因 五大五小 可以用事物牵引破解 毕竟罗刹镇一定存在其内 而一九杂乱 在土家看来 是无解之相 难哪 难哪 水王流传横道 嗯 田鱼娘 你又在夸耀土家的那些风水悬术 我们在外壳时 你说可能是第一迷藏 土家没有破解的办法 结果还不是被火小鞋破解了 现在你老调重谈 可笑啊可笑 日月星辰 一户为道 管他什么一九杂乱 我们是破阵到顶的 不是破一九杂乱之相的 都到这里来了 难道你要我们打退堂鼓不成 田鱼娘不悦的说 流传 你不必尝扣舌之呢 我好话说的前边 听不听 是你的事 水王流传 他哼了一声 土家若害怕 一会儿乖乖站在后面看着 抹亮脚底随时逃跑就行 田鱼娘怒了 呸 逃跑乃是水家专场 五行世家公人 金盘呵呵大笑 两位大人 怎么还像小孩子一样吵架呀 别吵别吵 郑泽道也劝诫道 岳父大人 田鱼娘大人 还请息怒 罗刹阵近在咫尺 圣王鼎 亦在阵内 我们还是先进阵去 多加小心便是 我不信五行合纵之力 奈何不了一个罗刹阵 道不出一个圣王鼎 田鱼娘嚷道 哎呀 不破解依旧杂乱 就破不了阵哪 水王流川讥讽道 土家田鱼娘真是伟大 一人之言就要为五家成败做定论 若不是田温当了土王 只怕土家还站在窝寇一边呢 郑泽道跟随道 风水占卜挂树之说 火家一直是可信可不信 金盘说了 算命啊 依旧杂乱是下下签啊 田鱼娘正要回嘴 火小鞋站出来 沉声的阻止道 请不要再吵了 众人这才安静下来 火小鞋眼中渐渐黑气笼罩 立贺了一声 金阵 他头也不回的向前击奔而去 水妖儿和沐家众人赶忙 跟随了火小鞋鱼贯而入 金盘挥了挥手 率乔大乔二刘峰等金家人赶上 郑泽道随后喝道 火家金阵 苦灯和尚火家各堂 也急急向前 水王流川和田鱼娘彼此登了一眼 田问一言不发 几乎与水王流川同步前行 涂水两家进入阵中 火小鞋迈出洞口 眼前景象却让他着实大吃的一惊 所有想象皆被推翻 就见一个半球形的洞穴 约有足球场大小 洞壁光滑如镜 如同被打磨过一板 整个洞穴发出微微光芒 照着洞中柔亮 而地面被又细又湿的白沙铺满 踏脚之处颇有弹性 却不会渗出水来 一抬脚及鞋印消失 平坦如初 可这不算什么 最让火小鞋惊奇的是 就在洞穴正中细杀之上 有一块半人高矮 不规则的黄白相见的石块上 赫然放着忧 正是五行至尊圣王鼎 圣王鼎上 有不到小指粗细的柔弱青藤 缠了几缠 而这些青藤居然是从石块内生长出来的 约有三十几个身穿灰白素装的日本武士 背对圣王鼎坐成一圈 既不惊慌也不动作 好像火小鞋等人到来这里 对他们来说不值一提 视若无睹啊 而唯一向火小鞋看来的人 就是正对着火小鞋 而坐着身穿白色和服的 依润广义 依润广义脸上 竟带着一丝嘲讽的笑意 难道这便是罗刹阵 集五行重宝而成的矿式奇阵 便这样把圣王鼎 大得咧咧的摆在中间吗 如同毫不设防 这到底是宜兵之机 还是另有古怪呢 随火小鞋进来的五行道中 六七百人之多 若问中华骑士 这些人可谓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可面对罗刹阵这种情况 没有一个不睁大的眼睛 难以相信眼前所见 土家人觉得至少是千横万纵 不变方向的迷宫 金家人觉得至少是永不停息的杀人机器 水家人觉得至少是毒水密布 深坠水底要大海捞针 火家人觉得至少是熔岩翻滚 如火中取粒吧 木家人觉得至少是剧毒百虫邪物横行 可是所有的想象全部落空了 罗刹阵竟是一个安安静静 平平淡淡 光光亮亮 素素雅雅 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简简单单 干干净净的地方 圣王鼎 就那么名正言顺的摆着 几乎有一万种方法将圣王鼎取回来 可越是这样 越让人觉得可怕 可怕到许多大道都轻微的颤抖了起来 心里如同被一只手紧紧的抓住 连大气都不敢出 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妄加评论 人群缓缓的移动着 只有沙沙的衣裳摩擦之声 很快将圣王鼎团团围住 尽管围住 却没有一个人敢靠近围坐着的人者 就这样 无声无息地僵持了许久 各家情报汇集而来 此地无毒 无气味 无机关 无火源 无陷落 无植物 无动物 无声响 无出口 无幻象 凡是可用来防盗的一切 凡是可以阻止人上前取顶的事物 通通没有 莫非罗刹阵防盗 就是靠围坐一圈的一润广义 这三四十人吗 这是个天大的笑话 还是个天大的噩梦呢 阴冷低沉 而又十分得意的笑声传来 回荡在这个空洞之中 没想到吧 你们都没有想到吧 这就是摩擦症 不止你们没有想到 连我最初也没有想到 依润广义 缓缓地站起身来 不住地嘲笑四面八方 团团围住的五行到众 我赢了 我知道我赢了 你们这些五行世家的贼人 现在 你们可以选择生存 或者选择毁灭 想生存 就离开这里 想毁灭 就来破罗刹阵吧 这是我最后的忠告 活脚鞋缠上的说 依润广义 你不用故弄玄虚 故弄玄虚 哈哈哈哈 火小鞋 还有刘川 田问 郑泽道 金盘 你们这五大贼王 哈哈哈哈 还有天羽娘 天妖 尊景旗 子登和尚 清晨 清雅 幼王爷 林丸 水妖儿 水花子 水信子等等 你们这些巨盗全都来了 好的很 今天你们能看到罗刹阵 实属你们的幸运 像当年 炎火池盗走五星世家重宝 研究出罗刹阵 可他却一生没有见到罗刹阵的最终形态 逆五星罗刹 而我 一论广义 完成炎火池也没能做到的事情 我 才是贼王之王 你们这些贼人 腾腾应该归拜于我 听我号令 为大日本帝国 勇首辞令 火角节厉声骂道 一润广义 我看你是疯了 金潘一骂道 哈哈 老憋三 你是吃了天皇那小子的隔夜 使了吧 啊 臭不可闻 巴唧 你再继续巴唧巴唧 把牙缝也舔干净了 水王流川冷笑了一声 哼 你的意思是说你比炎火池还高明 消掉我的大牙 只怕你是操之过急 罗刹阵已被你自己废掉 功用全无 下不了台 便在此痴人说梦 田问 陈上的说 只见 无敌 依润广义并不生气 只是黑黑冷笑 反倒看向了郑泽道 郑泽道 你不惜代价 参与五行合纵 来到此处 火加元气尚存 确实恭喜 其强之人 你不愧天下第一啊 你若信我所说 便速速退去 我仍可兑现 郑泽道 郑义朗朗 将一润广义的话语打断了 一润广义 你这挑拨离间的诡计 是否玩得太过愚蠢了 我确实与你曾有妥协 只不过是甘受胯下之辱 为保火加实力 以期今日到此 将你等倭寇杀尽 一润广义 你阉谋围攻 火加祭坛 杀我数百兄弟 火加与你有血海深仇 今日你绝无活路 必将你随时万段 哈哈哈哈 好 好 郑国 之所以五行世家 昌盛千年不衰 就是有你这种欺世道明的小人存在 你可真是做贼做的地道之极 圣人言语 贼道之心 哈哈哈哈 连我也开始佩服你了 郑子道啊郑子道 我知道你巴不得我死 但是我也告诉你 我一死 你的那些春秋大梦定是烟消云散 你不信吗 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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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子道脸色惨白 一柄铁扇 你就持在了手中低喝道 你说的够多了 出来吧 你曾是火加 炎火堂 又行度 看出火加 火加与你一对一 公平一战 杀你祭祖 尊火堂 堂主尊景旗 已经一步跨出 一轮广义 我做梦都想与你一决生死 请 一轮广义嘲笑了 嗯 公平一战 真会投机取求 火加与我车轮战 再做围攻 我是必死 只不过 都没有资格与我一战 一润广义向前走了一步 看向了火小鞋 火小鞋 你是不是很想亲手杀了我 火小鞋默不作声 缓步向前走 当然 一润广义声音一铲 火小鞋 一定要破罗刹针 火小鞋表情平静 却是毋庸置疑 当然 火小鞋 停手吧 你为俗世之人浴血奋斗 担当责任 终究只是为他人做了嫁衣 落得孤苦一世 你想想未来 想想你身边所有俗世之人 为何你不能超脱室外 自私一点 只为你自己活着 做个快乐的普通人呢 回头吧 再往前一步 只是万劫不复之深渊 你就不后悔吧 一润广义看着火小鞋眼神阴气 看得出情绪颇 颇为激动 火小鞋停下了脚步 一润广义看着火小鞋标 那你又是为了什么 东亚共荣 一统中华 为天皇而死吗 此为 我必生信念 此生责任 我也想这么说 火小鞋迈出了一步 继续向一润广义走来 金潘水腰二 桥大桥二 清晨等人 均有上前阻止之意 毕竟众人何为 一润广义必死无疑 何必火小鞋以身试险呢 却让水王流川伸手指住 低声地说道 让他们一战 火小鞋必胜 一润广义一侧身 将一把乌黑的长刀抽了出来 正是一润广义随身携带的宝刀乌豪 腾在了胸前 面色凝重 我见过你的身手 你的火盗双脉大成 我想胜你不易 但你想赢我 也不轻松 我今天将全力以赴 亲爱的儿子 父子一战 你一定要留心的 火小鞋一听 耍了一下 双眼浓黑一片 邪性大作 狂叫了一声 闭嘴 他也把匕首晾在了手中 向一润广义直冲而来 一润广义怒目远征 也狂吼道 我宁肯金手杀了你 白袍一抖 瞬间化为黑色 黑漆从衣裳上腾腾而起 将一润广义招着 如同一片黑屋 向火小鞋卷来 火小鞋亦是一身黑衣 所以两人一触 再难分出你我了 极快的刀光似乎在黑雾中闪电般划过 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睛 好重的刀器 每每黑色闪电掠出 地面上都会出现一道极深的划痕 由于地面乃是湿润的细沙 不至于沙粒飞扬 但不多时 居然有一整片沙地被揭开 生至了半人多狗 黑雾一照 瞬间被切成了束缎 一直无金铁交际之声 只是黑雾飞速地到处乱滚 其中黑芒闪闪所过之处满地皆伤 除了刀痕之外 还有大小不移的沙面被揭起 众人纷纷避让 无人敢靠上前去 要是被光刀掠倒 恐有被斩成两段之威 所以众人任凭火小邪和伊润广义 缠斗 看得是大气都不敢出 此等战斗 今生都难再见 郑泽道看得是冷汗之貌 他已经明白 刚才若是他和伊润广义对决 只怕已经被斩碎 他当年跪地求伊润广义饶他一命 实属英明 只是没想到 五行地功到顶之后七年 伊润广义的厉害程度更胜了数倍 所以以伊润广义的武力 五行势架一对一单打独斗 若不使技巧几乎挑不出一两个人选 可说毕生 火小邪能与伊润广义如此对战 看来在五行世家中 当是武力数一数二之人 把郑泽道已经远远抛至身后了 水王流川喃喃自语 伊润广义怎会如此厉害了 二十年前不过而而 就在此时 就听黑雾中当的一声立响 朕的洞穴内回音不绝 古党不休 一片刀尖被斩飞出来 竟直飞过了众人的头顶 狠狠地砸在了洞壁之上 众人均是一片惊呼啊 火小邪的身影被震得飞出 但在地上一滚 立即又迎了上去 水王流川却大叫 火小邪 小心他还有一个影子 伊润 你以二打一真是不要脸啊 说把他脚步一动就要上前 我来参合一下吧 我们来 水王你不要插手 影子等的就是这个影子 终于带到了 两男一女的声音从地面上浮起 正挡在了水王流川面前 一片和沙地颜色无法分辨的模糊之物 骤然隆起 贴着沙面便向黑雾中钻去 再也看不见了 就听黑雾中有根根根的怪笑之声 水家三蛇 关你什么事 影子又见面了 我们无聊啊 和我们打呀 只听伊润广义爆喉 影完滚出去 不用你出手 又听一声怪叫 两团黑影先后贴地滚出 前后追逐 突然之间便都不见了 紧接着 叮叮叮叮的细响 从上方不断传来 四处游走 好像是空气中 看不见的东西在揪战 三蛇 你害我好惨 我要死 你也别想活 拉你陪葬 该你倒霉 你跑不了了 好啊 我也活够了 去阴槽地府玩玩 死了还是无聊啊 叮叮叮叮 响了一阵 便再没有声音了 好像这些说话的人 全部消失在了空气中 地面上 火小节和伊润广义的 熬战也有了新的进展 尽管再没有听到 两刀相接的声音 但是黑雾移动的速度 显然慢了许多 时不时 看得火小鞋的身影 从黑雾中拖出 却不像是被动之举 相反 有主动寻觅战机的迹象 五六个往返之后 黑雾突然停止移动 再不见一丝乌嚎的刀光闪出 火小鞋 火小鞋向后猛跳了几步 急促喘息 半蹲着身子一动不动 黑雾渐渐散去 伊润广义穿着一身白色和服再现 他微微摇晃了一下 苦笑了一声 盘腿坐下 将乌嚎刀归入刀锹 放在了膝盖之上 大口大口的呼吸了几下 身子尽力一松 就听呲的血液喷溅之声 伊润广义的右肩 瞬间便被鲜血染红了 在白色和服的硬衬之下 极为显眼 火小鞋翻身而起 手持断刀 直向伊润广义的心窝刺去 伊润广义无动于衷 只是说道 请让我再说几句话 火小鞋的断刀 已经刺入了伊润广义的胸口 听伊润广义这么一说 火小鞋尽力一反 这一刀便没有完全刺入 伊润广义低声的说 谢谢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火小鞋 你赢了 赢得漂亮 我今天有必死之心 所以服药催动了我所有力量 总之是一死 能败在你手中 我很高兴 你现在随时可以杀我 我不会抵抗 但请你 让我最后告诉你一个秘密 关于烟火池和真理的 与罗查真有关 你如果愿意听的话 请你允许我说下去 火小鞋 火小鞋手持着断刀并不拔出 只是冷冷地说 可以 你说吧 水妖儿水王流川 郑泽责道 金潘 田问等人 见火小鞋 的确取胜 欣喜不已 很快围笼过来 一润广义 常叹了一声 火小鞋 你可知道 我是真心把你当成我的亲生骨肉 火小鞋手上发力 一润广义 你还是不要说这些废话为好 一润广义 扑地吐出了一小口鲜血 并无怨怒 反而勉强地笑了笑 好啊 好啊 火小鞋 当年我带着人军 由赛飞龙带路进入奥妙谷 发生的事情 我也始料不及 快说 我们剥围了烟火池的住所 却只有真理一个人出来见了我 烟火池并不在屋内 我当时非常为难 因为我不想杀真理 她是你的母亲 也是我最爱的女人 可这个时候 烟火池突然从外面杀来 竟穿着忍者的衣服 若不是她露出面目 使用火加身法 绝对认不出是她 她非常厉害 比现在的你 还要厉害许多许多 而且她狂性打发 见人就杀 根本无法阻止 连我当时的影刀 也被她一把夺了去 那是你们咎由自取 是的 是的 我们很快就被烟火池杀散 不敢进钱 这时 真理上前 本是夫妻相会 但是 但是 烟火池好像 根本不认识真理 上前就是一刀将真理动转 真理不敢相信 还要说话 又被烟火池连续击刀刺转 你胡说 火小鞋眼睛瞪得滚圆 黑丝的眼中乱窜 手中又是家劲 伊润广义扑得 又吐出了一大口血 惨笑了一声 相信我 我没有胡说 请你 请你听我说完 你说 我难以相信烟火池 谁会做出这种事情 当时就忍不住的破口大骂烟火池 烟火池好像也不认识我了 看着躺在地上的真理 神情恍惚 再没有攻击 好像在奥妆地回忆着什么 他失忆了 是的 他应该是忘了自己是谁 忘了奥妙姑 忘了真理 我 还有你 烟火池发了一会儿呆之后 突然大叫 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 搞错了 一定是搞错了 然后他拉起面罩 提着迎刀 冲进房屋 打翻火炉 四处放火 一直不停地狂吼乱叫 疯了一样 我们谁也不敢贸然上前 眼见着房间熊熊燃烧 只是围着 接下来的事情 我小心你应该记得 你掉入溪水中 我的一些部下要杀你 我一路追上杀了数人 最后管头向你伸手 但你没有伸手 追上了瀑布 你的意思是说 烟火池杀了真理 又放火烧屋 冲进房间要杀了他自己的儿子 就是这样 没有一句假话 我不会在临死前骗你的 你接着说 烟火池 从屋里冲出之后 又开始到处杀人 后来 我从瀑布边赶回来 烟火池已经恢复了一些记忆 张口就能喊出我的名字 再不是那么疯狂 跪在真理身边 嚎啕大哭 并将自己的衣裳扯得粉碎 赤裸的身体 抱起真理 真理当时居然还有一口气在 便靠在烟火池怀里微笑 说 你终于又记得我了 就此笑着死去 那神情颇为平静 烟火池抱着真理一路哽咽 去取了亮晒的衣服 重新穿上 然后抱着真理走至山崖下 跪在真理面前哭了几声之后 便再也不动了 搬伤之后 我才敢伤前 烟火池的身体都冰凉了 他这种奇才 谁能伤得了他 他应该是体内两道筋脉互饶 自尽而死 人均没有埋葬敌人的习惯 确认两人一死 这才退出奥妙谷 你为什么临死前才说 我小心 我之所以告诉你 是因为烟火池真理的死 在我心中永难忘记 每次睡下 都会回到奥妙谷中 再次亲身经历一遍 也是因为如此 我对你 火小邪 父子之情并不是虚假的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 你信也罢 不信也罢 你看围坐在圣王顶旁的人者 都是当年供入奥妙谷之人 我即将死了 他们也会随我去死 为我对烟火池真理的死赎罪 并证明我刚才 所有的话都是真的 一润广义抬起头来 第一喝了一声日语 围坐在圣王顶外的 三四十个人者 齐齐掀开了衣裳 露出了腹部 手持利刃在手 五行世家众人 立即有阻止之意 一润广义 对火小邪沉喝了一声 拜托 请最后给他们一点尊严 这只是私人恩怨 与罗刹阵无关 火小邪紧皱眉头 各位 随他们去吧 一众人者纷纷举刀闷鹤连连 将利刃刺入腹中 横向一刀又纵向一刀 极为正宗的剖腹自尽方式 转眼功夫 这三四十个人者 全部自尽身亡 抱着腹部 以头抢地 一一气绝 一片唏嘘之声 这种集体自杀的血腥场面 让所有人脚底发凉 深感荒谬的同时 也觉得日本人的不惧生死 让人胆寒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为什么宁肯放弃最后一战 而去选择当众自杀身亡 火小邪看着已尽垂死的 依润广义 低声地问道 罗刹阵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依润广义微笑着 火小邪 你觉得烟火池的行为 是因为什么造成的 我只能说这么多 你自己体会去吧 火小邪默默无语 依润广义伸手 托起了自己的乌豪宝刀 此刀名叫乌豪 是日本国数一数二的绝世报道 我随身携带 从未有一刻离开身边 火小邪 你如果还念着 我与你在日本修习人术的纪念 请收下这把刀 做个纪念吧 请你 收下 火小邪慢慢伸出了手 将乌豪抓过 义润广义眼中光滑渐散 仰天轻笑 死亡的凋零 也是如此美好啊 我为日本国而生 也为日本国而死 何等的荣广 一润广义话音转哀 迷茫地看着火小邪 哀声地说 火小邪 回去吧 你大仇一报 不要去破罗刹阵了 回去吧 回去吧 说着说着 一润广义 这个一带枭雄 慢慢地垂下了头 魂飞魄散 再无声息 火小邪 重重而急促地 喘了几口粗气 他无数次想过 手刃一润广义的一幕 可一润广义 当真死在自己面前 却抑着不住地身子微颤 眼中含泪 一润广义 对于火小邪来说 感情复杂 既有浓烈的恨 也有说不清的爱 爱恨交织 绝非三言两语 可以尽表的 至少 一润广义 给了火小邪 七年平静的时光 给了火小邪 曾经最向往 最渴求的亲情 给了火小邪 一个宁静的家 可这些弥足珍贵的事物 却又被 一润广义 亲自毁灭 包括毁灭 他自己 火小邪 拔出插在 一润广义 胸前的断刀 提着 乌豪后退了几步 人 竟有些虚脱质 脚不裂起 幸好水腰赶上 将火小邪扶着 这才算 站稳了 火小邪 搂着水腰味 千言万语 不知从何处说 最后看了一眼 依润广义的尸身 他吩咐道 王小仙 将他的尸体拖走吧 就地掩埋 还有其他自杀的人者 也请各位辛苦 拖开来 就地掩埋 众人听了 上前忙碌 郑泽道走上前一步 冲着火小邪 抱了抱拳 肃然地说 多谢穆王大人 为火家抱此血海深仇 首刃一润广义 这大奸大恶之人 并一举扫灭忍君余孽 你与火家的其他恩怨 就此一笔勾销 绝不再提 圣王鼎就在眼前 还请穆王大人 主持大局 共商破阵取鼎一事 田问一说 是时候了 金潘问道 好像还有一个影子 和水家三蛇下落不明 水王流传说 不用管他们了 水家三蛇不会让影子跑掉的 刚才听一论广义一番讲述 我对罗刹镇的兴趣 真是越来越大了 简直迫不及待 火小鞋闭目轻轻点了点头 水妖儿 却低声地说 小鞋 不要太勉强了 火小鞋摇了摇头 松开了水妖儿 站定了身子 猛然睁开了双眼 眼中又是漆黑一片 他黑黑笑了两声 罗刹镇 罗刹镇 竟让我父亲杀我母亲 又要杀我 此阵不破 我绝不会罢休的 哈哈哈哈 水妖儿 连你也不准说丧气话 哈哈哈哈 水妖儿滴滴地嗡了一声 愁容略过脸颊 依旧平静 五行世家数百大道 团团围住了圣王岭 只不过二十步之遥 简直与其尽在咫尺啊 唾手可得 火小鞋喝道 哪家愿去出探 郑泽道立即打道 火家愿做第一人 说着 他便转头吩咐 尊敬其 使你的铁边 看能否把圣王顶点下来 尊敬其应道 正有此意 说着 他上前一步 取出了他的七节铁边 在手中卡拉拉一拉 铁壳尽数脱落 只剩下手指粗细的边心 尊敬其高声说道 各位 推开几步 我要使鞭了 重道略推 尊敬其手中一扬 鞭子立即 卷出了一个鞭花 在空中 扫得嗡嗡作响 鞭子 击打到地面 一是抽出了一道道的身痕 骑士 甚是猛烈 尊敬其不愧是火家元老级高手 年纪虽大 但雄风不减 一道铁边使得出神入化 随心所欲 事先在罗刹阵外与忍军搏杀 尊敬其的七节铁边点杀无数忍者 当真是厉害得紧 啪啪啪三声鞭响之后 尊敬其手一挥 沉喝了一声 瞩 就见长鞭一头 如同被人牵引一般 向圣王鼎直射而去 别看去世急忙 若鞭头点中圣王鼎 却又如蜻蜓点水一般轻柔 尊敬其用此招 可在悬空的脖纸上写字 二十步外 可用此边取法司之物 堪称火家稻树的奇绝 这里面的力道拿捏得火候十足 没有三十年道行修行 绝难做到 就见此边边头 只打向了圣王鼎的顶角 不过奇怪 明明看着边头要和圣王鼎接触上 却没有一点声音发出 可尊敬其却惊得啊的一声 手腕一卷 立即将边子收回 抓起边头一看 脸色刷的一下就白了 尊敬其难难的说 边头不见了 正则道一大惊凑上前来一看 果然和尊敬其所说 边头上的一个两爪探针 与下面的探环消失不见了 但又不像是被一刀斩断 而是被融化掉了一样 正则道说 这是 明明应该打中圣王鼎 却如同击中虚空 太古怪了 火角节流川 田问金潘等人听了 也不敢妄下定论 各自沉思 清晨此时站出来 让我试试 说吧 他也不等人同意 便站出一步 急失古术 原来清晨一直在仔细听 一论广义说掩火池的事情 听到掩火池抱着真丽自尽 虽没有哭出声来 但泪流满面 几度差点悲哀的昏倒在地 罗刹阵内 见到圣王鼎堵物私人 就如见到掩火池一般情难自已 破掉罗刹阵 对清晨来说 其心不雅于火角节 清晨只想证明 掩火池你做了多么愚蠢的一件事情 为了研究一个破阵 不惜放弃自己的痴情一片 清晨打出的鼓 乃是黑灵鼓中的黑灵虫 此鼓不毒 却是个吃重之鼓 不亦消亡 本就是为了在建掩火池时 用来羞辱掩火池的 用到此处还算恰当 就见一团黑影 慢腾腾的从地面上 向圣王鼎爬去 却像一只笨重的黑甲虫 清晨高鹤了一声 那鼓也只是快了一倍 只是清晨所在位置 与圣王鼎不过二十步 黑灵虫虽慢 还是眨眼就到了 放置圣王鼎的黄白怪石脚下 清晨指挥着说 行 黑灵虫贴着怪石便往上爬 可刚刚爬到半分 原本黑漆漆的一团 却渐渐淡化 再上半分 就再也看不到了 清晨不敢相信 回来 可这黑灵虫 就这么消亡不见了 清晨厉声的说 不可能 无功降 去 一道酸腥之气 从清晨袖中飞出 直冲圣王鼎而去 可如同前者 又是消失不见了 清晨尖叫道 我不信 我的鼓不可能 这么快就被化解了 紧跟着 他又打出了几鼓 结果依旧如前 圣王鼎 顶文丝不动 所有的鼓 消失不见 清晨尔 清晨还要再施围 被清牙一把抓住 清牙说 清晨 冷静 再想别的办法 清晨 巴的一声哭 哭了一声哭出声来 跪在地上 烟火池 烟火池 我来了 见不到你 你却留下这么个 罗刹阵 继续欺负我 我恨你 我恨死你了 清牙好生安慰 这才把清晨 扶到了后方安顿 田问田羽娘等土家人 一直在默默补算 却无任何结果 田问 微微睁了睁眼 闷声地说 乖蛋 田羽娘也是愁眉不展 就算是依旧杂乱 也不该没有一点点 急凶之兆啊 田问站出了一步 向火小节流穿 金潘 郑泽道等人 拜了一拜 转身 对田羽娘说 土行于下 田羽娘会议 稍作安排 便有九个土家 正土行事站出 向田问等人一拜 也不说话 将衣裳解开 露出了一身 磷甲装 几人配合 便向沙地下极钻 看样子 是要钻到圣王顶下方去 有揭开整块地面的意思 这几个土家决动的好手果然厉害 眨眨眼的功夫 就钻出了一个深洞 彼此投尾相连的 就进入沙地下 再无踪迹了 众人知道这是土家的溃探之法 便都驻足观望 期待结果 约有半盏茶的功夫 从先前掘开的洞口中 突然传来了轻微的敲击之声 田问等土家人一听 其乎不好 等时有十余人上前 四下绝入 不出一会儿 从地下挖出一个双臂 齐断至尖 天灵盖被削去一半 连脑浆都可以看到的正土形势 已经满身是血 弃绝身亡 那正土形势一出地面 便被人当凶重击一掌 随即嘴也不张 如同腹语一样 机械地呼喊着 所有人到圣王顶下方后 都不见了 我追了一截 并没有觉得有意 可我后退几步 打算回报 却发现我的双臂没有了 天灵盖也没有了 没有征兆 没有任何征兆 说完之后 仍是一副死状 好像说这些话 并不是经过头脑思考 而是胸腹内自动发生 这是土家的一门绝学 叫土吞音 把临死前要说的话憋在体内 只要救出以后 死亡在半个时辰之内 都可以用土家的特殊手法 让这些话重新说出来 妖王爷林婉等牧家 医术高明之人上前一看 都是吃惊啊 林婉 花容失色 山口边缘 异常奇整 没有一点血肉粘连 各处平均 如果是刀伤 不该连力道方向 也看不出来 妖王爷检视了一番伤口 颤声地说 这不是力气所伤 更像是极强的酸腐之水 将机体瞬间融化所致 可又不尽然 我活了这些年纪 从未见过这样的伤势 倒是难住我了 水王流传哼啊 你们刚才没有听见吗 此人刚刚说过 他往前走 没有觉得异常 往后退 却突然发现 没有了双臂和头壳 刚才火家尊景旗 一边打过去 不也是如此吗 依我看 这个圣王鼎周围 不有一道看不见的界限 可进 但不可推 若中途后退 已经进入此界的东西 无论金铁肉身 必被切断 哼 罗刹阵不过是这种玩意儿 还敢说不可倒 水王流传说完 得意不已 转身命道 水新子 你笔直进入 拿起圣王鼎 再将鼎丢出来 大功一见 水新子 还是一副奉天张四爷 刘管家的相貌 只是索穿 衣裳不同 听水王流传 吩咐后 恭敬地说 水王大人 请问是赐我死的阵中吗 不错 水新子 你莫怪我无情 是你屡次违反水家家法 本该早死 而你今日就算不死 破阵之后 你也不能活 你此去 算你是将功折罪 我明白了 深感荣耀 谢水王大人 水新子笑了一笑 欣然上前一步 脚上发力 向着圣王鼎 击奔而去 水新子好快的动作 五六步 便跳到了圣王鼎面前 双手一抓 将圣王鼎 从石台上拔起 向水王流传就支了 水王流传伸手 必要去接 可是明明看到 圣王鼎飞在空中 伸手挥过去 却一把抓了个空 哪有什么圣王鼎啊 水王流传闷哼了一声 再抬眼看去 圣王鼎还是好端端地摆着 只是水新子 已经无影无踪 水王流传 力声地说 怎么回事 水王流传四下一看 众人皆是错愕 但好像并不是因为 水王流传 刚才有失态的举动 火小鞋问道 水王大人 你刚才好像在抓什么东西 这 这 水新子呢 他击奔进入阵中 还没有碰到圣王顶边消失了 水王大人 你刚才是看到了什么吗 水王流传心头一领啊 暗念道 此阵果然有识人心魄之能啊 我刚才执念所想 竟让此阵把我的想法幻化成真了 水王流传转念又想 突然涌出了一股寒意 笼罩全身 不好 我可能从刚才起 一直就是幻觉 刚想到此处 一柄利刃当凶刺来 水王流传知能都必无可避 只好用双手猛击 将刀身指住 手上被割得鲜血直流 就见一个和水王流传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持刀向水王流传宁笑 水王流传大叫 三弟 另一个流传笑道 是我 你是怕了吗 你是自作情虐 怪不得我 我怕你什么 说着 他身子猛退 避开了刀锋 两个流传 顷刻之间 就站成了一团 活小鞋等人听 林婉耀王爷说完了 土家死者的伤势 正在思考着是怎么回事 却见到水王流传 一个人手舞足蹈跳江出来 对着空气大战不止 看表情和动作 似乎是遇见了极为厉害的敌人 忙着四处奔走交战 已经是拼尽全力了 水家人见水王流传如此失常 但无一人敢上前制止 只是闭着 活小鞋心头也是突然一片烦躁 激得有些坐立难安了 心头一个机灵 不祥之感 层层叠叠的腾起 大喝了一声 所有人退出此地 无论看到什么都不要管 可是活小鞋大喝之下 却没有一个人动 不少人的目光 竟似游离了 活小鞋奋力叫道 清雅 清晨 有王爷 穆家各位 快放出麻药 把所有人麻痹住 包括自己 可穆家人依旧无动于衷 东张西望起来 好像根本就没有听到 活小鞋利吼了一声 一把向水妖儿抓去 想带着水妖儿先走 可活小鞋的手 竟从水妖儿的身上直穿过去 如同空气 水妖儿难道 也是幻觉不成 活小鞋正在错愕 却看到眼前的水妖儿消失不见了 转为一把利刃向自己当凶刺了 活小鞋且不论真假 双手一只 把持刀人的手腕架了 活小鞋定睛一看 心中冰凉了 这要杀了自己的人 正是一脸寒霜表情冰冷的水妖儿 活小鞋立声地说 妖儿 你是真是假 水妖儿一转身 又挥刀向活小鞋刺了 冷冰冰地喝道 活小鞋 你管我是真是假 我都要杀了你 刀光闪闪 刀刀刺向活小鞋的要害 极其狠了 活小鞋能够明显感觉到刀气阴冷 刀锋贴身而过的时候 连衣装也被划掉 怎会是幻境呢 活小鞋 闭开树刀 四下离开 哪里还有人在呀 自己分明处在一个四壁着火的房屋内 火焰的热量如灼在身 活小鞋大叫 妖儿 那我只好支住你了 他再不退避 迎头而上 可是火焰中突然有一个身穿忍装的大汉跳出 高举一把忍刀 向活小鞋当头劈来 活小鞋生生被逼退了几步 抬头一看 那忍者露着面目 分明就是自己的父亲 烟火池啊 烟火池喝道 你子还敢逃 让我杀了你 说着与水妖儿一起 齐头并进 都向活小鞋杀了 活小鞋惨叫了一声 爹 妖儿 说着连连后退 可是无论怎么退 都退不到这间着火的房屋边缘 炎火池水妖儿两个人逼得又紧 火小鞋左肢右突 显向还生 不得已只好把乌豪刀一把抽出 用以抵抗 炎火池骂道 居然用 你这任贼做父的逆子 说着公事更猛了 水妖儿也喝道 火小鞋拿命来 火小鞋见这样两个深爱之人 都要将自己除之而后快 是心如刀绞 一双黑眼猛然瞪起 大叫了一声 开什么玩笑 杀我 是我杀了你们 你们都只是我的幻觉而已 火小鞋避开炎火池的刀势 能避则避 先找水妖儿对战 火小鞋认定这是幻觉 但幻觉中也绝不能让人杀死 既然身陷其中 唯有战胜这两个人方可 火小鞋虽不擅长使用长刀 但一法通则白法通 将乌豪刀作为一柄长匕首使用 亦是可行的 水妖儿的身手尽管灵动 但他不管不顾 一味薄命拼杀 反而体现不出水家的优势 三四招之后 火小鞋卖了个破绽给水妖儿 若按常理 乃是两败俱伤的局面 可火小鞋有火盗双脉 收发随心 这便称不上是破绽 而是一个陷阱了 水妖儿一刀刺诱 火小鞋本该避无可避 却生生身子反应把劲道拉回 水妖儿一次落空 火小鞋就不客气了 乌豪刀一闪 呲的一声轻响 冻穿水妖儿的尖头 抽刀便回 火小鞋暗喝了一声好 心里骂了我 让你这个假妖儿杀我 火小鞋本该刀身一撩 便可把水妖儿炸开 可就在这时水妖儿腰间的一个小皮带里 一个灰白色的小脑袋钻了出来 一双机灵的眼睛满是巨医 火小鞋眼光一闪 见到此物三个字脱口而出 小小鞋 小小鞋 正是那只九品零丢 火小鞋之前因要主战 一直让水妖儿把九品零丢带在身上 九品零丢在木盼地宫里 就有不受木盼幻觉困扰的特质 自己的幻觉里出现了九品零丢 莫非 莫非是 青客之间火小鞋心里如大锤猛击天旋地转 一切都明白了过来 他所见的幻境中 烟火池 房屋全是假的 只有水妖儿是真的 幻觉和真人居然能掺杂的一起 虚实结合让人无法分辨 罗刹阵的置换能力 绝非此前未开阵时 清万饶须公 穆古寨穆盼帝公可比 火小鞋哀嚎了一声 哪管烟火池是否要杀他呀 气了乌嚎刀 一把将水妖儿抱在怀里 嚎啕大哭 妖儿 妖儿 我不知真的是你呀 妖儿 妖儿 烟火池 已向火小鞋的颈部斩来 可是他人形一旦 刀影虽从火小鞋身上划过 一直是虚无唤影 未能伤火小鞋分毫 整个人便消失不见了 火小鞋所在的着火房间 也随之消散 火小鞋紧紧捂住水妖儿 流血的伤口急促地说 妖儿 你是怎么了 你是怎么了 水妖儿急喘了几声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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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为什么想要杀你 好像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噩梦 一个噩梦 没伤着你吧 小鞋 水妖儿努力伸出手 摸上了火小鞋的脸颊 我们都被罗刹阵骗了 你忍着点 我这就给你疗伤 火小鞋含泪撕开了水妖儿的衣巾 从怀中迅速取出了金床药 撒在了水妖儿的伤口处 可是伤口血流如注 根本扶不上药 那只九品灵雕 在火小鞋水妖儿身旁乱跑 急得吱吱吱叫 一双玉手伸出来 帮火小鞋摁住了伤口 这样不行的 火小鞋 火小鞋侧头一看 竟是林婉 林婉头发凌乱 脸上点点血迹 面色惨白 看起来刚才也经历了一番波折 但他手上不停 手上金针直闪 将水妖儿的伤口缝住 把金针丢在了火小鞋怀中 火小鞋背后一样缝上 再给他伤药 说罢起身就跑 林婉清醒地甚早 追其缘由 可能是他曾经与木谷寨木叛身心合一 化身为木叛的一部分所致 罗刹镇木叛之眼变得出他 所以林婉只是略受影响 就能完全清醒 火小鞋抬头望去 眼前景象已是真实 而这种真实 让火小鞋宁肯相信 看到的不是真的 罗刹镇内 几乎每个人都在奋力搏杀 有的是一个人狂舞 如水王流川一样对着空气厮杀 有的则两三个人打成一团 势必要对方性命 更有七八个人对七八个人 列出阵式对战 到处都祸跪祸躺着人 跪着的要么弃绝 要么呆若木鸡 要么泪流满面 躺着的多数看着已死 有的人身上血流不止 有的中了剧毒 有的则毫发无损 只是睁着眼睛死了 临晚四处奔走 见到撕打之人 便撒上一把药粉 让人昏厥在地 正则到苦灯河上两个人 正在与看不见的几个对手大战 同时俩人也互不客气 生死仇敌一般 一碰面就大打出手 招式毒了 都有置对方于死地的态度 金攀举着手枪 从火小鞋面前大步走过 爬爬冲着人群放枪 一边生死历劫地打叫 滚出来 有本事就滚出来 让我打抱你的脑袋 王八蛋 不远处 乔大乔二两个人滚成一团了 互相猛揍 乔二大叫 让你叫我儿子 乔大爷大吼 让你叫我西瓜 刘峰则站在两人身边 用左轮手枪对着自己太阳穴 扣动扳机 吴师 则垂下了手 重新将转盘拨得飞转 爬得一停 再对着自己脑门 小咪咪地说 该你了 接着冲脑袋开枪啊 金家枪队 七八个人排成一排 笔直站着 一个人走出来 依次猛抽个人耳光 抽完之后归队 下一个人站出来 如前者一样 依次猛抽每个人耳光 几个人已经被抽得蹊跷流血 还是硬挺着站的笔直 绝不躲闪 在一旁 田问面色发黑 好似中毒了 盘腿闭目 坐在地上 一动不动 田与娘 面朝下趴在地上 不知生死 而地面上到处都是挖出的洞口 田瑶疯了似的 从一个洞口中伸出脑袋 赤裸上身 脸红扑扑的 如同喝醉了酒一般 喝了一声干 缩回身去 不一会儿 又再次伸出脑袋 喝了一声又干 又缩回去 重复不休 不知何意 活脚鞋生死历劫的大吼 全部都停下来 停下来 任何人都无动于衷 低沉的声音 从活小鞋的身后传来 活小鞋 穆王大人 你这样是没用的 活小鞋扭头一看 见一个教书先生模样的人 垂手速立 紧紧盯着圣王顶 双眼如一潭深水 看不出他的任何思维 活小鞋脱口而出 流传 你是哪个流传 我是这个流传 刚才自己与空气对打的流传 也是流传 不过我这个流传 不知情感为何物 不知何为畏惧 没有值得回忆的 更没有值得我惦记的 随波而来 随波而走 你要我假装恨人 我就会恨 你让我假装爱人 我就会爱 七情六欲 我都可以假扮出来 只是我知道 我就是流传 不是别人 所以我不受任何幻觉影响 流传低头看着水妖儿 水妖儿 本来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甚至比我更高一筹 只可惜 你太爱火小邪 结果让罗刹镇 给你颠倒过来 因其爱而生其恨 因祈求火小邪生 而不顾一切 让火小邪死 为罗刹镇放大了 威力的木盘之眼 所造成的复杂幻境 理确不好对付啊 火小邪说 水妖儿 水妖大人 请指教 你那只九品灵雕 天生不受幻觉影响 近乎于腰 若说破阵 只怕它比我们更有用 你若舍得它 就放它出去 摇顶上的青藤 只要它能触碰到圣王顶 可能罗刹镇五行轮转 会生出其他变化 不过 极凶难料 我明白了 火小邪说了一招手 换了九尾灵雕上前 小小邪 去咬圣王顶 去吧 九品灵雕吱吱叫了一声 跳下地 就要向圣王顶跑去 只是它停了一停 向火小邪看来 又叫了两声 十分不舍的样子 火小邪低声说 快去吧 它不想再看九品灵雕的眼睛了 九品灵雕像人一样低下了头 小眼睛里豪光闪闪 如同哭了一般 猛然四足发力 向圣王顶击奔而去 九品灵雕如同贴地 飞剑身子一跃 直跳到圣王顶下方 张嘴便向圣王顶上的青藤咬去 可是只咬了一口 根本就未见咬断 他便刷了一下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火小邪低低地啊了一声 想伸手却无力抬起 就听尖锐的嚎叫之声传来 我的小鸡鸡啊 我的小鸡鸡啊 以大掌柜连滚带爬地跑了出来 向着圣王顶直冲过去 还我的小鸡鸡 火小鸡高贺了一声 不要去 却已经来不及了 以大掌柜离圣王顶约半尺的距离时 整个人如同九品灵雕一样 刷的消失不见了 火小鸡脑海中锐响了两声 一切恢复了平静 罗刹阵内 一下子鸭雀无声 所有打得不可开交之人 全部呆立住了 如同时间停止了一样 一动不动 半赏之后 才有轻微的哀压声传来 一个个人跌倒在地 看着眼前的景象 猴头发苦 无法言喻 正则道腰间鲜血淋淋 应是受伤不清 但他勉强站住 扶住苦灯和尚 两个人双双跌坐在地 苦灯和尚的胸口 被挖了一个血洞 鲜血鼓鼓直往外冒 黯然地叹道 阿弥陀佛 从未想过你 我会自相残杀 世间助法 皆是虚空 不敌人之妄念 正则道 正则道 惨声道 苦灯 坚持住 你不能死 苦灯叹了一声 生亦和爱 死亦和惧 唯独是这种死法 是我不想见到的 则道 大事当前 你因误伤了 我就如此悲伤 往后怎么能称雄天下 我一时半会儿不会死 请你振作 正则道只好默默点了点头 又有哭声咒起 只见百雁抱着王孝仙 已经哭成一个泪人了 乖宝 乖宝你醒醒啊 我不想杀你 我怎么会想杀你呢 我怎么会有杀你的念头呢 是我疯了吗 一定是我刚才疯了 王孝仙蹊跷流血 脸上青筋暴露 显然已经是身中剧毒 毒气攻心 只剩最后一丝气在 他挣扎着说 小猫 刚才 我也想杀你呀 幸好 幸好是你赢了 别伤心 别哭 你好好活着 我死了也开心 我宁肯是你杀了我 我现在比死还要难受啊 王孝仙举起了一根手指 百艳哭道 鬼宝 你要说什么 王孝仙露出了一丝笑容 我还欠 欠你一万次呢 再找个男人 要爱你的 替我还 还上吧 说完他嘴里 咕咕两声 满口黑血 笑着死去了 百艳摇了摇 王孝仙 猛然尖叫了一声 一低头 稳住了 王孝仙的嘴唇 将王孝仙 死死抱住 将他嘴里的黑血 吸数 吸入了口中咽下 头一低 死在了 王孝仙胸前 就在离王孝仙 百艳尸身旁不远 青崖 一直跪在 贾大掌柜的 尸身前发呆 和百艳 王孝仙一样 是青崖 亲手杀了 贾大掌柜 青崖想来 也明白了一切 伸出手 慢慢地 将贾大掌柜 双眼合上 低声地说 我从来不相信 我是喜欢你的 也从来不相信 你是这么恨我 如果刚才是一场噩梦的话 我宁愿噩梦中的你 我才是真实的 老贾 来世再见吧 青崖垂头不语 一行泪却已经流下 青崖是真真正正的风 他披头散发 娇滴滴地 在遍地尸身中行走 却如同在花园里一样 满脸笑意 青崖一弯腰 好像捡起了一朵花 娇羞不已地 比划在自己的面前 似乎面前有一个人似的 动情地唱着独角戏 火池 这朵花好看吗 知道你会这么说 那你给我戴上吧 你真讨厌 看彩虹 好大的彩虹啊 火池 我们去看看 听说如果能走到彩虹上 所有的心愿都可以实现 快走吧 你说陪我一天的 说着 他好像牵住了谁的手 向前跑去 清晨 此时只活在自己的记忆里 看着无比欢乐 却让人心酸不已 林婉给田问 喂下了数颗丹药 关切地问道 田问 感觉好点了吗 田问缓缓点了点头 无碍 林婉两颗都大的泪珠 滚落在脸颊 又背又洗 幸好我清醒得快 不然真的会杀死你了 田问看了一眼身旁的田羽娘 我娘她 我一清醒过来 便看到娘 想要杀你 我给她施了麻药 没事 林婉说着 掏出了一个小囊 在田羽娘 鼻下放了放 田羽娘 啊的一声 就醒了过来 田羽娘一醒 就使劲挣扎着抱住了田问 老力长留 儿啊 娘没有伤着你吧 田问伸手拍了拍田羽娘的肩头 娘 受委屈了 田羽娘哭得更厉害了 我刚才若是干出蠢事 真不想活了 她一扭身 把林婉搂在怀中悲喜交加 林婉啊 好闺女 谢谢你及时阻止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林婉含着眼泪说 一定是木判之眼 反转了我们的情感 越是爱的人 便越想杀了她 越是恨的人 反而爱得可以为之而死 林婉悠悠地看着田问 田问 为什么刚才我们都反常之时 你却看都不看我一眼 不理不睬 是你对我 田问伸手止住了林婉的话 微微有些尴尬 我恨 我恨就不理 林婉扑的一声破涕为笑 他柔声地说 呆子 谢领盗宗田官 跌跌撞撞跑来 他扑通一声 跪在了田问林婉 田与娘三个人面前 含泣泪说 天妖 她刚才恢复神志之后 却自尽身亡了 田与娘大惊失色 什么 为什么呀 他说 他是个贪生怕死的人 神志不清实地所作所为 丢进了图家的脸 实在无脸见人 不堪回想 唯有自尽 求得一丝尊严 田与娘大叫 那你为什么不阻止她 我 他找到我 对我说了这些话 让我转达的时候 已经浮起那单 心脉剧烈 无从失救了 田与娘啊的一声 顿时昏厥了过去 田问将田与娘扶住 林婉又失药力 这才将田与娘催醒 田与娘一醒过来又哭道 田瑶啊 我的儿啊 你这是何必呢 谁不贪生怕死啊 你到底做了什么呀 非要走这样一条路啊 林婉 林婉 你清醒的快 你可知道 他做了什么 林婉低声的说 田瑶大哥 确实做了一些 不雅的事情 很不像他平时 到底是什么呀 林婉脸色微红 娘 求您 暂时不要问了 田与娘可能想到了些什么 再不言喻了 只是低头抹泪 田与娘坚决不让田瑶成为土王 刻意培养田问 可能就与田瑶的某些从不适人的不雅习惯有关 至于到底是什么 田瑶既然死去 就当做一个谜 随着田瑶之死 永远消散了吧 金潘垂头丧气的坐在地上 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拼命抓自己的头发 乔大乔二两个人脑袋肿的和猪头一样 五官变形 颤巍巍的爬将过来 凑在了金潘身边 乔大知悟道 师父 你没事吧 乔二满嘴是血 说话漏风 他嘴里的牙齿 刚才被乔大打落了接近一半 还好啊 金潘颤抖 刚才我觉得 我所有的钱都被人偷走了 我身无分文 依旧有无数双眼睛在暗中盯着我 我只好开枪打 可是越打越多呀 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眼睛 贪婪的眼睛 还好 还好 师父没有 没有要了我们俩的命 没有要了我们俩的命 是 是 刚才我和大虚果 针刀针枪打得头破血流 师父你看我 牙都被大虚果打得掉光了 师父 二子下手真狠的 习习乓就想要我的命啊 闭嘴 让我安静会 师父 你的钱没有丢 刚才是幻觉 师父 现在没事了 闭嘴 金盘破口大骂 紧接着继续抱成一团 在地上瑟瑟发抖 嘴里喃喃地说 我不是个穷鬼 我有钱 我有的是钱 拿走我的命可以 谁也不能拿走我的钱 乔大乔二无奈 谁也不敢再对金盘说什么了 金家枪队队长刘峰 就在不远处站着 手中拿着左轮手枪 将转盘打开一看 里面一颗子弹都没有 刘峰耸了耸肩 将左轮手枪丢在沙地上 十分纳闷 到底是哪个赌输了 还是根本就没有子弹呢 接着他仰头大叫 强队所有人归队 动作快 马三多和剩余的二十多个山匪 一起挤的一团 全部是口吐白沫昏迷不醒 有的体弱的尿了一裤子 他们只是山匪 刚才罗刹阵发动的强大幻觉 他们这些普通人连承受的资格也没有 要说是因祸得福 罗刹阵不会搭理这些小人物 并不尽然 马三多他们是极深度的昏迷啊 如果不救醒他们 他们便要一直昏迷下去 直至脱水死去 火小杰给水妖儿包扎好伤口 刚才那一刀虽未致命 仍算重伤 而且乌豪刀本身就有毒 伤上加伤 使得水妖儿嘴唇轻子 看着极为虚弱 妖王爷并无大碍的 赶来火小杰此处 想必他也是度过此劫 全身而退 妖王爷医术高明 赶忙给水妖儿解了几击 乌豪之毒在妖王爷眼中 并非极致 所以镇住毒素攻心 尚不算难 火小杰问道 谢妖王爷 你还好吧 妖王爷十分沉默 神情沮丧 他低叹了一声 好似不愿回想 轻声地回答道 无论谁年轻时 总有一点荒唐的念头 我本以为我忘了 此生对我来说 已经活得足够了 再没有什么可以追求 只求死得其所 火小杰见妖王爷如此 也不好再问什么 心中对水妖儿的愧疑 反而越发浓厚 他低头问道 妖儿 你感觉好点吗 水妖儿紧紧攥着火小杰的手 眼中泪光闪烁 小杰 我真想忘了刚才 幻境中的一切 我没事 你放心 说着 他一行泪已然流下 火小杰心如刀绞啊 妖儿 我们离开这里吧 罗刹阵以玩弄人的心灵为乐 除非是无情无义之人 否则是破不了此阵的 水妖儿 露出一丝笑容 好 此时一只 肃立在一旁 凝视着圣王顶的水王刘川说 恐怕没有人走得了 火小杰抬头一看 就见原本清晰的洞穴四壁 正在急速地向后退去 越退越远 直至天边 一个无限广大的空间 没有边际 也没有顶部 火小杰这数百号人 在这片空间里 只如沧海一宿 渺小至极啊 水王刘川又说 我们的身体都在麻木 失去尽力 逐渐变成比常人还不如的人 你们感觉到了吗 火小杰果然也有同样的感觉 听力 耳力 目力 嗅觉 触觉 全部在慢慢地迟钝 全身发软 动作越来越吃力 这种意象和感觉 很快传递给了所有人 此地变得无边无际 虽惊慌 但尚能接受 眼下苦修数十年的倒数 竟在飞快地消失 如果这样下去 连一个寻常人都比不上 火家人体感敏锐 最先乱成了一片 尊敬齐大喝道 怎么像是中了火家的火药针呢 金盘试图把枪举起来 可是原本轻松的枪支 好像重打千斤 需要费吃奶的力气 才能把持住一会儿 就忍受不住 只能放下了 田温动了动身子 一觉的身体重如千块 孕息调整 全无效力 临晚差一不已 我的味觉和嗅觉 消失了 这 这不像是毒 而是魂魄和身体的联系 被阻断了 水王流川平静地说 水甲倒数 被废了 伊润广义死前 言语阻止火药鞋等人破罗刹阵 并不是单纯的恐吓 而是所言不虚 伊润广义 是这个活在世界上的人中 最了解罗刹阵真相的一个 可他却死了 再也不能开口 五行合纵 轻则必辙其二 重则五行 祭灭千年 这个预言 即将变成真相 而且是祭灭千年 这个谁也无法接受的真相 所有人心中一片死灰 尽管没有人愿意承认 有人不顾一切的 想向外奔逃 但是没跑出几步 身子就越来越沉重 最后沉重到只能趴在地上 连手指也动弹不得的地步 反而越是靠近圣王顶的地方 还感觉稍微轻松一些 很快 圣王顶四周再度聚满了人 粗略一看 仅有不足三百人 乃是五行世家最后的精华了 突听头顶上方 通的一声疲肉爆裂的声响 两团黑影 先后从众人头顶上方跌落 砸进了沙土之中 正在众人面前呢 一个黑影全身包裹在 透出鲜血的黑沙之下 看起来软塌塌的 只是一团碎裂成团的皮肉 仅在黑沙之下 露出了一只儿童大小的 翼壮血手 皮肤惨白 黑色斑纹交错 看起来颇为瘆人 而另一个跌落下来的黑影 盖的一层正胡乱变换颜色 五色斑斓的青纱 依稀看得出是个人形 微微有些起伏 好像还是活着的 无人说话 也无人有力气说话 现在无论发生什么 都好像是正常的 半晌之后 彩沙的颜色变换一停 渐渐恢复成 与地面一体的颜色 有男人的声音 在沙下嘶哑地笑道 最后竟是如此 水王流川 默然上前了一步 甲三说 你回来了 沙下的男人笑了 不得不回来 好在影子死在我的刀下 你是二哥吧 不妨把大哥也叫出来吧 我想我活不了多久了 水王流川说 三弟 你记得你是谁了 另一个与水王流川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也默默走出 与水王流川并肩站立 记得了 记得了 临死之前能想起我是谁 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啊 大哥 你上前来 刚刚走出的水王流川 面色冰冷 虽不情愿 但也木然地走上几步 沙下的人笑着说 时至今日 大家的倒数全无 生死一线 我想我也不必隐瞒了 大哥 你我三人都是水王流川 此乃水家最大的秘密 我的水家伸手 虽是三人中最强的 却为情所困 是我不听大哥训诫 最终落得烈心散破 做了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水家三蛇 请大哥 请大哥不要再纠结了 你没有错 错的是我 但大哥你要问我是否后悔 我还是会回答你 我不后悔 大流川 大流川答道 你终于愿意说你错了 沙下的人笑道 此生我只说这一次 二哥 你来 二流川上前两步 三弟 你还有话要对我说吗 二哥 你虽说在我们三兄弟里武力最弱 却是领会水家心法得以大成之人 你千变万化 仍能不失本性 三弟我极为佩服 水家这些年来里里外外 其实都是你在操持 若没有你 水家难存至今日 只可惜啊 二哥 你无情无欲 无悲无喜 这样的人生你都能承受啊 二流川平静地说 三弟 你一向瞧不起我 今天的你 也不像以前的你 所以你刚才说的 对我没有任何价值 好啊 二哥 如果不是我们处在这样的状况 可能你根本不容我叫大哥二哥 并说出有关水家三王的话吧 二流川说 二流川说 正是 而且三弟 我还有三个分身 水家一共是六位流川 你说的数字少了 大流川 大流川一插一道 二弟 你还有三个分身 是的 是我之前不想告诉你 大哥 你这十年 今天是你第二次见到我本人 沙下的人笑道 高明啊 真是高明啊 二流川说 三弟 你的话已经够多的了 你可以去死了吗 好 二哥 请你照顾好我们的女儿 二流川说 是三弟 你的女儿 而且你的女儿 在重蹈你的覆辙 水妖儿 听到此话 挣扎着站起来 水家三蛇 是我亲爹 二流川一笑置之 并不答话 大流川沉上地说 是的 水家三蛇 就是你的父亲 他在十年前 烈心散破 人格化为三个 从此替换了 原来的水家三蛇 张四爷的妻子周九 乃是你的母亲 水妖儿 水妖儿极力要往前走 想看看杀下人的真面目 大流川伸手阻止住 水妖儿 我劝你最好不要看她的样子 她现在的样子 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水妖儿 你和火小邪在一起最多七年 便会与她一模一样 人不是人 鬼不是鬼 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 又是为什么而生存 杀下人 嗨嗨一笑 大哥 谢谢你 我死以后 请你们将我烧成灰烬 我不想任何人看到我此时的样子 大流川点了点头 三弟你放心 此事无需叮嘱 好走 杀下的人连笑了数声 再也不动了 没了声息 身上盖着的薄纱颜色变了几遍 光滑褪去 最后仅是一片灰白 再无声气 大流川叹了一口气 水家再无彩蒙障一发 此计 从此失传了 说着 他伸手丢出一屋 正中灰沙之上 紧接着腾起了一团火焰 灰沙一碰几着 很快大火熊熊将杀下人笼罩的 水妖儿轻轻啊了一声跪倒在地 看着烈火出神 毫无表情 火小鞋陪在水妖儿身旁 也是沉默 大流川又走上几步 十分吃力的 将影丸的尸体拖过来 丢在火焰之上 一并燃烧 火焰 渐渐熄灭 仅剩下一个焦黑丑陋的肉团 再也无法分辨身份 大流川 招呼几声 水华子水信子等水家人上前 与大流川一道 抓起地上的尸杀 把水家三舌和影丸的尸体盖住 只不过是小小的一捧黄沙而已 便从此永远的 埋葬了水家最大的秘密 有时候天大的秘密 也仅仅埋葬在毫不起眼的杀力之下 两个水王流川依旧尽力 除了穿着略有不同 实在难以分辨谁又是谁 其中一个水王流川说道 这便是结束了吗 另一个水王流川说道 除非罗刹阵以为 这就是结束 而不是我们 无人说话 甚至没有人再觉得悲伤 五行世家的大道 只是静静地看着圣王顶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下来 到底过了几分钟 还是一个小时 没有人说得清楚 就听得脑海中嗡嗡声乱响 似的人眼冒金星 眼前一片惨白 可白光过后 所有人的眼前看到的 又是另一番景象 一棵巨大而翠绿的树 正生长在圣王顶的位置上 而圣王顶不见了踪影 到底这是每个人心中的幻觉 还是真的有一棵树存在 谁也弄不清楚 也不想弄清楚 所见即是真吗 答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除了这棵大树之外 树下有一个打扮 十分平常的陌生男子 站在树边 正和大家一样 出神地看着这棵树 火小鞋恰好 能够看清此人的长相 可他此时情感已经变得 和身体一样迟钝 只是哼了哼 烟火池 烟火池根本不觉得身边 围坐了这么多人 看了一会儿之后 他突然消了起来 回头念叨 灵波 你不要藏了 你不觉得很辛苦 很无聊吗 出来说说话吧 一侧有轻笑声传来 但并没有见到人 烟火池依旧笑眯眯的 看着一侧 不久之后 一个人影慢慢的浮现出来 并越来越清晰 正缓慢的向烟火池走了 此人的样貌 竟与水王流川 有几分相似 只不过穿着一身黑衣 并无表情 眼神极深 他走上前来 将一块彩杀一斗 收入袖中 与烟火池不远不近的 并肩 并肩站立 两个水王流川 均轻贺了一声 灵波大人 同样 灵波并不觉得 有火小杰这些人存在 他和烟火池 只是存在于众人的脑海中 或者是以前的影像罢了 烟火池见 灵波走近 说道 你也看到这棵树了 灵波回答 不错 我们两人 有共同的幻觉 你确定这棵树 只是我们的幻觉 当然 这种地方 怎么可能突然长出 如此大的一棵树呢 灵波 我得叫你一声前辈 你不觉得我们平时 所见所闻所感的东西 也是假的吗 眼见为实 烟火池 你是不是要拿佛教的一套来说教啊 不过你想说什么 我洗耳恭听 烟火池抬头看着大树 好似自言自语一样说 佛说 三千大世界 一个大千世界 又包含三千个中千世界 一个中千世界 又有三千个小千世界 而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小千世界中 微不足道的一人 而我们这个小千世界佛又说 一花一世界 一臣一世界 灵波冷言地说 烟火池 你是个盖世大道 可当贼王之王的人 怎么改了喜好 开始研究这些虚无缥缈的佛力了 因为这个我亲手打造的罗刹镇比我想象中的更有意思 不妨 不妨说一说 怎么个有意思 灵波 我知道你对破解我的罗刹镇 抱有强烈的兴趣 可是现在我告诉你 这个罗刹镇一旦完成 是根本破解不了的 连我在内 因为罗刹镇是一个只取无尸之地 只取无尸 比如说 把圣王鼎放在镇中 龙嘴灯一亮 五行世家的珠子可以放入龙嘴 就再也取不出来 只能放东西进去 而拿不出来东西 便是只取无尸 笑话 宇宙苍穹也不会存在这样的地方 你不信我吗 我当然不能随便相信你 除非你说出原理 哈哈哈哈 灵波 你太相信我们自身的感受了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每个人都在另一个人的梦中啊 周公梦也 爷梦周公 不仅如此 另一个人可能同样是我 此话怎讲 灵波 你几乎可以变成任何一个人 音容笑貌 性格举止 唯妙唯笑 甚至连你都觉得自己就是这个人 可你就是你 你 不是他 灵波 灵波点了点头 嗯 可以这么说 眼火迟接地说 罗刹阵 就可能打开这扇门 让我找到我的本源是谁 离开这个世界 回到真实的世界中去 我是谁这个问题 可能因此得解 哈哈哈哈 真是荒谬 烟火池 我看你这么多年研究罗刹阵 已经快要疯狂了 哈哈 我就是个疯子 灵波 本来 我是想做一个无道可道的防盗阵 所以盗齐了五行世家的重宝 结果发现 除此之外 还有更让我着迷的东西 我还是很欣赏你的 烟火池 看来我有必要把你拉回到 现实中来 我让你继续疯下去 嗯 灵波 如果我这么说 另一个世界 我已经去过 而且是好几次 去过 哈哈 好 我听听你怎么去过 见到了什么奇闻呢 可我每次去都会回来 回来以后就会失忆 不仅仅是我在那边见到了什么 经历了什么 也包括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好在我有火到双脉 每次回来都能慢慢恢复记忆 只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我一点都想不起来 等等 我知道你会问 你凭什么这么说 告诉你吧 我每次进去 回来以后的穿着打扮 年龄大小都有所不同 我一共进去了五次 最长的一次 有近一个月 最短的一次也有三个时辰 虽然我不记得那边有什么 但我知道我在那边 最长的一次 生活了有几十年 丁波 听到这里 你是不是也开始半信半疑了 确实有趣 丁波 既然你和我一样 能见到这棵树 那你也能进去 你要不要试一试 让我试试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丁波长笑不已 怎么 你不敢 不敢 哈哈哈哈 恰恰相反 我现在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我想去看一看 不过 你可能不像我一样 能够回来 回来 如果真像你所说的是 另一个世界 我何必回来呢 这个世界 我知道的太多 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 你说 怎么去 很简单 直直地走过去 千万不要后退 千万不要后退即可 手掌 手掌 直墨树内 灵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脚步不停 一个加进 整个人 便直墨进树内 再没有半分踪迹了 掌火池 掌火池点了点头 轻声地说 灵波 倒是唯一可以理解我的人 只怕以后 再见不到他了 掌火池也向树前走了几步 突然站住了 他笑了起来 朗声地说 哈哈哈哈 深儿 爹和你说的聪明术 就是这一刻 爹做的罗刹阵 因为有万事云铁和木盼之眼 可以将爹所说的 和所做的事情 全部记录下来 爹这次一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深儿不用担心 爹每次走之前 都要说几句话给你听 深儿啊 罗刹阵不是不能破 而在于你舍不舍得 又能舍得多少 如果有五行合纵 若五行皆可舍弃 以其进来 应有破阵的希望 可说了这些 爹仍然不能确定 爹造出这个罗刹阵 可能对世人来说 是一个大错 有可能被人利用 来闻守圣王顶 江山永不旁落 如果这时 深儿你要自己把握 破不破阵 只在乎你对此事的看法 按你自己的心思去做吧 爹不管天下是谁的 也不在乎道德信义 因为爹觉得这些 可能都不是真的 爹在这个世界上 只在乎深儿 比爹能更胜一筹 为了深儿你 爹就最后再去一次 回来以后 爹会将罗刹阵 暂时封闭 然后好好的 陪你长大成才 深儿 真地 我去了 炎火池笑了一笑 这一段 深儿会不会看得到呢 喂 武判之言 千万记清楚了 不要瞎编 说着 他身子一起 搜的一下 钻入了大树内 不见了踪影 这棵大树 随着炎火池的进入 树叶立即枯黄 落叶纷纷 接着再长出嫩芽 绿意融融 一变又一变 越来越快 如同岁月轮转 每一次发芽落叶 都像是过去了一年似的 这样三十个网梯 仿佛是说过去了三十年 终于不再变化了 一个身穿忍装的男子 从大树躯干中一跃而出 一落地 立即长喘了一口气 回头看去 却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到 此人的面貌 正是炎火池 炎火池再度出现 却有些疑惑 好似对这个地方极为陌生 上下左右看了个遍以后 方才起身 小心翼翼地走了几圈 确定无人 炎火池按着脑门 回想了一会儿 突然想起了什么 拉起衣袖 用一把小刀将手心割破 挤出鲜血 滴在地面上 鲜血立即渗入地下 地面随之一跳抖动起来 火小鞋等人眼中的大树 便立即消失不见了 炎火池一看不妙 犹豫了一番 将面罩拉起 拔腿便跑 身影向着火小鞋方向跑来 眼睁睁便要撞上了 可突然之间就消失在了空气中 嗡嗡之声 再次在众人的脑海中响起 一片白光遮住了视线 再睁开眼时 又只剩下圣王鼎 孤零零地坐落在中央 沉默片刻之后 众道终于清醒过来 水王刘川说 另一个水王刘川说 爹的选择没有错 如果我是他 我也会这样做 而火小鞋虽不说话 但心里明白 伊润广义所说的 炎火池穿着忍装 亲手杀了母亲珍丽 并想杀掉幼年的火小鞋 这不是编造撒谎 而是确有其事 因为火小鞋亲眼看见 炎火池失去了记忆 穿着忍装返回 火小鞋站直了身子 平静如水 朗生地说 于公于私 罗刹阵都必须回去 其一 我们在此等死不如一事 其二 五行世家合纵来此破阵 到现在可谓惨烈 仅剩下我们这二三百人 就算我们尽数在此消失了 也不堕中华威名 其三 大家可曾想到 为什么只有圣王鼎 不会消失呢 水王刘川说 也许灵波所去的地方 不允许圣王鼎 这样的事物存在 另一个水王刘川也说 也许是圣王鼎 聚集了五行之气 火小鞋说 不错 既然炎火池说 这里是只取不失之地 那么只要取出圣王鼎 此阵必毁 取顶即破阵 破阵即取顶 五行世家 现在我们倒数全无 形同废人 无法取巧 只能靠舍 不舍不得 同等条件 换圣王鼎出来 一个水王刘川笑道 不舍不得 同等交换 这都是有为贼盗的事情 我们这样做了 还叫什么盗贼呀 只不过 做了一辈子盗贼 不妨做个圣人 英雄 正则到此时 上前一步说 五行合纵 即五行之血气 那就是说 每家都要挑出一个 所属五行 气媚高绝之人 五人一起上前 一起去撼动圣王鼎 林婉说 若木叛之眼是血 还需每个人将血液释出 田问沉声的说 此法可行 金潘犹豫了一下 向火小邪看来 可见得火小邪神态坚决 金潘呲得一声笑 这生意不好做呀 但不好做的生意 才更要做 火小邪高声的说 那好 既无意义 哪家先派人出来 火小邪话音刚落 就听清晨又哭又笑 跌跌撞撞地跑出来 高声叫道 我要去 原来清晨 从刚才看到 烟火池的幻影一幕起 神志已经略微清醒 不再是那般的疯癫了 清晨哭笑着 罗刹阵我要破 我要打碎烟火池的心魔 可我更想它 只要是它去过的地方 我都想去 突然 突然他孩童一般 哇哇大哭起来 火池 我终于来了 你知道我来了吗 说吧 他不管不顾地自行向前走去 清牙将清晨一把拽着 清晨 我不想拦着你 但你一个人去 还是破不了阵 水王刘川说 既然穆家已有人选 那么各家是否各自推举一人上前破阵 水家和清晨同等级别的 水信子 由你去吧 水信子微笑着躬身一拜 欣然 说吧 他走上一步 水王刘川向火小邪看来 目光深入潭水 火小邪笑了一声 土家可有人合纵 不等田问田羽娘吩咐 谢领尊者田官已经昂首走出 沉声拜道 土家谢领尊者田官愿望 田羽娘急哼力声 田官 田官笑了 田官若能解土家危难 能解五行世家危难 能解中华之危难 使我之荣幸 田羽娘再无话说 田问也微微点了点头 田官大骄 稳步而立 火小邪看向了金盘 金盘盘算了一下 看向了刘峰 刘峰爽朗一笑 迈步走出 金家刘峰愿与木家土家水家同往 金盘面露一丝通袭之情 刘峰 保重 刘峰笑了 金王大可放心 刘峰生为金家人 死为金家鬼 而且此番一去未必是死 若有一片新天地 我仍会为金家事业操持 这个生意做的划算至极啊 火小邪 火小邪沉声的诱问 火王大人 火家派谁 苦灯和尚当即就要站出来 让郑泽道死死拽的 一旁尊火堂堂主尊锦旗见状 反身向郑泽道苦灯和尚一拜 火家只要有两位在 定有光复腾达之 我这个老朽 一生与炎烈为敌 未能实际给火家 做出什么贡献 炎烈一死 我心已了 我又佩服炎火池 能做出此阵 若不去尝试一番 实在遗憾 由炎道为火王 苦灯做法滩 我欣慰之急 就让老朽为火家 做最后一些贡献吧 郑泽道低头轻叹了一声 眉头紧皱啊 他微微晃了晃头 尊堂主 你去吧 水王流川 见五行都有了人选 略做安排 牧家清晨 土家田官 金家流风 水家水信子 火家尊景旗 五人割开手心 血流满掌 各具方位 即面对圣王顶龙嘴灯所在 各自站定 水王流川 对火小邪说 牧王大人 有你号令指挥吧 火小邪默默点头 长嘘了一声 第一步 清晨等五人 齐晨等五人 齐齐向前迈出了一步 火小邪又喝道 第二步 如此这般 清晨五人 渐渐地 向圣王顶 走去 清晨一直又哭又笑 嘴里 嘴里只是不住地低念着 火池 我来了 田官 双目炯炯 无比的坚定 流风 嘴角微笑 神态洒脱 尊景旗 虽没有了火家身法 但一步一稳 依旧动作干净利落 水信子虽无表情 却突然说 此生在水家 有太多心愿未了 此次终于能摆脱水家的控制了 两个水王流川听了 均是不言不语 不足十步 五人已经到了圣王顶的面前了 离顶尽在一臂之内 脱小鞋深吸了一口气 沉声地说 各位抬手 三声过后 一起伸出手去 同时握住龙嘴灯 哪边有力 便向哪边或推或拉 力求将圣王顶取下 大家可明白 五个人均微微点了点头 活小鞋清楚地念叨 一 二 三 七 五人都是成名大道 一样的配合不在话下 当即伸出了沾满鲜血的手掌 向圣王顶抓去 猛然之间 个人的手掌周围一道 微微的红光荡起 五人均握住了圣王顶上的龙嘴灯 可是明显可以看出 五人均神色大变 好像感受到了不可思议之事 极淡极淡的红光泛起 猪然间将五人笼罩在内 清晨尊景奇好像在高声叫喊 不过外围的火小节等人 根本就听不到清晨的声音 清晨等五人几乎同时 不由自主的向着圣王顶又迈出了小半步 突然人影一旦 消失无踪了 圣王顶随之微微一颤 火小节等围观之人 全部啊的一声轻骄 而圣王顶只是微微颤了颤 依旧纹丝不动 一片沉寂 谁都明白 五个五行大道的修师徒劳无功 只换得圣王顶微微动了一动 可怜土家四门呢 发秋神官天窑 因罗刹镇幻境自杀 谢岭道宗田官消失镇中 摸金都尉田令 探索罗刹镇孤山地下失踪 班山尊者田令 死于罗刹镇外的忍君交诈 土家四门宗主就此消亡 清晨尊景奇 但愿他们得偿所愿 能去寻找炎火池的印记 水信祖 曾经张四爷府上的刘管家 也是火小鞋接触到的第一个五行士家之人 一去无踪 终于得偿心愿 脱离水家掌控 至于金家枪队的刘峰 盖世的神枪手 一生忠于金家 带领着金潘进入金家之人 可能会在另一个地方 再为金家之锐 伴赏之后 这才听到青崖惨声呼喊 妹妹 他喊了一声 顾不上自己的身份 掩面而泣 药王爷倾咳了一下 我觉得 该我上了吧 我这个残驱 半死不活之人 应该是我了 说着 他就要往外走 火小鞋挥手拦住了药王爷 对两个水王刘川说 一下子就消失了 五个五行世家的元老级人物 现在不宜再派 清晨之类的人物上去 显示几轮 普通的五行合纵 一个水王刘川笑道 沐王大人 你也是十分残忍 只不过这样很好 难能可贵呀 另一个水王流川平静地说 至少前面五个大道 证明了一件事 就是此法确实 有可能破阵 郑泽道跟随说 尊敬旗的牺牲十分值得 沐王大人的建议十分合理 我们五大贼王 不到最后一刻 不能轻易出场 田问田与娘 均沉默不语 金潘同样是一言不发 目光 已在桥大桥二 金家枪队众人的身上 看了又看 一个金家枪队的枪手 按捺不住 跳出来大叫 刘队长死了 我也要随刘队长去死 金王大人 请派我出去吧 尊火堂几个尊敬旗的弟子 脸仗得通红 一起上前 跪在了郑泽道面前 纷纷喊道 与其等死 还不如让我随尊堂主壮烈吧 活家道义 宁肯入阵死 不可袖手亡 请派我去吧 土家谢领一宗正土行事 亦是不少人上前 虽不说话 但去意坚决 穆家黑之 有几人站出来 哀声说 穆王大人 清晨总先主走了 我们与清晨总先主 是生死同命骨 请穆王大人 让我们去死吧 只有水家 无任何一人站出 这却是水家的风格 只需水王流川发令 无人敢说不去 一时间情死之声一片 活小鞋黑着眼睛 勃然大怒 统统闭嘴 什么死不死的 你们没有看见吗 烟火迟能够回来 舍得五行世家的名号 我们全部消失 不作慈祥 破阵无望 否则我们统统困死在此 无所作为的烂城 稀泥酸辣 一片安静 啪啪啪 有一人掌声响了 正是水王流川 穆王大人 说得好 敢舍千年五行世家 才必有一得 另一个水王流川 轻轻的一笑 有趣 眼下五行世家 所剩百余人 无外乎上中下三等 上等为贼王和各家元老 如火小鞋 水妖儿 正则道 苦灯 金潘 桥大桥二 田问田与娘 林婉 三位卖长 两个流川 水华子 青崖耀王爷等 中等 为穆家普通先主 火家各堂的行都 土家四门中的 印封守前 车网行前 坠顿即为 金家几个枪队的组长 水家普通伐主 下等则为一般道众 既有此动议 很快各家便派出了五个下等道众 依照潜力 再向圣王鼎探去 只是此行 效果远非 清晨等五人可比 刚刚 伸出手去 没等触摸到圣王鼎 便全部消失无踪 又是四祖人上前 虽然仍旧是毫无斩获 却积得圣王鼎周围的空气 泛起了一层淡红色光芒 若隐若现 不再消失了 活小蝎眼中黑气翻滚 绝无一丝怜悯 犹豫 再次拆遣 再是五祖二十五人 连号令都不用再喊 一祖五人先后站定 自念一二便上前去 一起伸手 一起消失 哪个不是在俗世里 可以响当当的人物 却在罗刹阵里被集体废了倒数 如同飞蛾扑火一般 消失在这个世界 不知去了哪里 生死未卜啊 尽管火小蝎说 掩火池能够回来 未必是死 可现在就像是说 你消失了 其实去了天堂一样 没人告诉你准确答案 悲壮 惨烈的气氛 依旧是浓浓的弥漫 可五行世家的这些大盗 没有人犹豫 不论结果是生是死 生亦何欢 死亦何惧啊 既然已有这么多大盗 一路为罗刹阵牺牲 甚至自相残杀 最终倒数全无 衰弱不及常人 一切恍如过眼云烟 还要贪恋什么狗活之师呢 既然是贼刀 不敢冒险又是什么贼刀呢 归根到底 定不能损五行世家 在此世的威名啊 哪怕结果是全部消失 也不能让日后的东洋倭寇 看五行世家活生生 困死在罗刹阵内的笑话 五行世家千百大盗 丢不起中国人的脸啊 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哪怕是盗贼 是人不齿的行业 同样是中国人 比一些虚假正义 道貌黯然 狼心狗肺 欺世道明的所谓君子圣人 更能代表中国人 五行至尊圣王鼎 封建帝国之代表 得之可得天下 失之可失天下之物 还是安静地安置在眼前 天若有灵 可知五行合纵的 绝死拼搏之心呢 如此的漫长 又是如此的一瞬间 加上最早的清晨 田官流风水信子 尊景齐 为破罗刹阵 而消失在罗刹阵内的 五行道中 已经有七十五人了 圣王鼎 未动分毫 只有贱浓的血色光雾 弥漫不散 这光雾 虽说不散 只要五行道中 稍有迟钝 便会开始淡化 火小杰全身邪气滚滚 浓黑的眼中 看不出一丝迟疑之气 让人见着害怕 绝不能让这一层出现的血光淡去 火小杰围坐此下 火小杰冷冷喝到 普通盗贼不再上前 改为更高一级 穆家普通先主 火家各堂行都 土家四门中的 印封守前车网行前 坠盾即为 正土行事 金家几个枪队的组长 水家普通法主 又是五组二十五人 统统消失 但这二十五人 已经能够触摸到圣王鼎 甚至有一组人 焊得圣王鼎动了几栋 游圣最初的清晨等人 金家围圣五个枪队组长 全部耗光 已经无人可拍了 圣王鼎外笼罩着的光雾 也已经成为鲜红色 火小杰力声说 各家元老 派人出来 穆家是谁 要王爷呵呵一笑 扶着胸前伤口上前 走到了穆家方位 小龙儿子 等了许久了 迫不及待 田羽娘淡然的一笑 既然穆家的药王爷 那土家便是我了 田问沉呼了一声 娘 她眼底已经泛出了泪光 此乃田问罕见的动容 田羽娘十足爱怜的 看了一眼 田问 娘永远站在你一边 水家水华子十分主动 站了出来 我乃水家水华子 亦是水王流川大人的某个分身 我应该搭配得起药王爷和田羽娘 火家苦灯念了声 佛号站直了身子 我家火法谈主苦灯 陪同各位大人 郑泽道面露不舍呀 紧紧咬着牙说不出话 苦灯和上面带微笑 念了一声 火王大人请多保重 苦灯此生无憾 我去也 金家乔大不知从哪里冒出了蛮力 一把将乔二推开树部 乔二一屁股跌坐在地 大声的叫道 大西瓜 轮不到你 乔大早就大踏步站上了金家方位 乔二你放屁 我怎么也是师父的大徒弟 个子都比你大 我都站在这里了 你别丢人现眼了 乔二 乔二跪地放声大哭啊 大西瓜 我会来找你 乔大已经把手掌划开 鲜血横流 儿子 你这个乌鸦嘴 我们五个这么牛 估计这次就破阵了 说着 他对已经各占了方位的药王爷 田羽娘水华子苦灯和尚叫道 喂 有我来喊耗子吗 水华子笑了 请 火小鞋大师父 金盘二师父 弟子乔大脑袋为你们破阵 乔大放声号令 五个人稳步上前 田羽娘满眼是泪 却不敢回头再看一眼田吻 这五个人很快 便没入了血光之中 就见五人抓住圣王顶龙嘴灯 僵持了片刻 圣王顶突然之间 被推得倾斜了半分 可以看到乔大兴奋的张嘴大叫 可听不到任何声音 而就在此时 五个人骤然消失了 圣王顶 当郎郎在石台上颠了几颠 可惜被青藤拉扯着 未能轻覆 但位置确实被挪动了 田问伸手去抓 也知此事无法挽回 颤抖着手垂了下来 一丝泪从眼角滑落 他低念了一声娘 林婉更是情难自已 紧紧紧搂着田问结实的胳膊 热泪翻滚 乔二精神高叫道 大西瓜 你妈妈的 说着 他连滚带爬 站到了圣王顶的金家方位上 大吼 金家金王二徒弟 乔二爪子来了 谁和我一道啊 沐家青之总先主 青牙神色黯然 走了出来 嘴里喃喃地说 老贾 你死了 我实在不想自己留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我会去哪里 但愿此生只是梦幻 土家一位卖长 上前长身一拜 踏上前去 水家一位相貌平常之人 从水家人中钻了出来 一抹面目 顿时换了一张面孔 向两位水王流川笑道 轮到我了 两位流川均是点头 火加酒堂一法 排行第二位的药火堂 堂主药景民 他之前身负重伤 苦苦支撑至此而不死 算是命大了 要请您上前向郑泽道败道 火王大人 还好不需什么伸手 只考量火性 我临死之前总算还有点用 晚性啊 让我陪老尊去吧 郑泽道低声说 去吧 去吧 很快又是五人位列五行方位 乔二如乔大一般大叫 火小鞋大师傅 金盘二师傅 二弟子乔二为你们破阵 闭上 闭上 为了大西瓜就是闭上 说吧 他又哭得稀里哗啦 大西瓜 大西瓜 我的好兄弟啊 儿子来了 金盘鼻子一酸 死死忍着不落下泪来 嘴里咬得鲜血横流 背过身去 再不敢看乔二的身影 嘴里只是低念叨 乔大乔二 你们这两头猪 为什么最后连说话都一样啊 青崖双眼卑逼 只是叹了一声 老贾 老贾 另一个梦里再见吧 五个人割破手掌 齐齐向前 血光之中 圣王鼎被提起了半分 但马上跌落 当狼一声 鼎身歪斜 而乔二 青崖 耀井 民能五人 就在圣王鼎被提起的瞬间 消失不见了 啊的一片惊呼之声 剩下的几十个五行世家道中 无不扼腕叹息 未等火小鞋开口 反而是田问最先大声说 该我了 火小鞋立声叫道 好 说着也要上前 水妖儿挣扎着 一把将火小鞋拽住 火小鞋低喝了一声 放手 水妖儿看着火小鞋 就是不肯松手 这俩人全无伸手 也无力道 火小鞋只好扭伸 要把水妖儿的手掰开 而水妖儿咬紧牙关 就是不松啊 火小鞋立马道 你太自私了 坏我大事 水妖儿看着火小鞋 低声说 在你心中 是破证重要 还是我重要 火小鞋立声说 田问舍得 我也就舍得 突然有一个女子声音 高声的叫道 不对 火小鞋 你不能代表牧家 你牧姓不足 还是我来代表牧家吧 我虽然不是牧王身份 但牧姓比你火小鞋 高出数倍 火小鞋扭头一看 说话人正是林婉 林婉 迈步向前 牵起了田问的手 田问 你也希望我陪你 对不对 田问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点了点头 两个人牵手 骑步 走到了各自方位 火小鞋 目刺尽烈 还在坚持 一定要把水妖儿的手掰开 水妖儿 滴上水 除非 你和我一起去 火小鞋狂吼 不想 我不允许 你和我一起冒险 水妖儿目光一揉 可是我想 一个水王流川 哈哈大笑走出了几步 好了 火小鞋 林婉说的没错 让他来代替 穆家吧 水家是我来 第一号流川 金潘 摇头晃脑的走出来 金家 金潘 坐上金王的位置 才没几天呢 火小鞋 骂道 潘子 过来帮我 金潘 摇了摇手指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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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小鞋 对你老婆好点 你们应该在一起 还是你兄弟我来破阵吧 说着 他不搭理火小鞋 向郑泽道看来 喂 火王大人 站出来吧 郑泽道 黑黑的笑了几声 抱歉 我命格里是水火双生之人 火性只怕不如火小鞋 纯粹 火小鞋是沐王身份 却又临晚替代 我为何不能找人替代 金潘破口大骂 郑泽道 你真是无耻啊 怎么有你这种王八蛋 郑泽道毫不生气 我说的是实话 怎是无耻 我火性不纯粹 和你们一起 岂不是害了你们 这番耽搁下来 圣王鼎外 本已经赤红的血光 正有淡化之势 火小鞋大吼 要来不及了 郑泽道 不论是不是你派人出来 郑泽道高贺了一声 火小鞋 我是为了大家好 我说的 水王流川大人 也不会反对 水王流川横利一声 嗯 郑泽道的确不合适 火将还有更合适的人选 郑泽道叫道 听到了吧 火小鞋 人不能逞一时之勇 损害大局 火家自有人选 闹小宝 出来 一个一直蒙面的火家 灰衣人上前 将面罩扯下 那容貌 正是闹小宝 闹小宝说 火王大人 我已不是烟火堂堂主 只是个寻常弟子 也可以吗 当然 火家火性 至真至纯之人 非你莫属 你不是堂主 圣四堂主 甚至你有成为下任火王的资格 闹小宝 闹小宝抱了抱犬 愿被火家鞠躬斥 说罢了 快步上前 站上了火家的位置 水王流川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正则道啊 正则道 亏你想得出来 不过你选的对 就是他闹小宝 火家火性第一人 你不叫他出来 我也会叫他出来 多谢岳父大人夸奖 闹小宝此时对火小邪一笑 笑容依旧干净纯粹 恍如十一年前火门三观的那个闹小宝 火小邪 对不起你啊 你来火云庄 我恩将仇报居然想杀你 惭愧得很 所以我一直躲着 蒙着脸不敢见你 请你让我替代火王大人去吧 火小邪只是力哼啊 要来不及了 闹小宝点了点头 双肩一抖 两团鲜艳的火焰 腾在了肩头 漂浮于机体之上 不灭不减 不知是何记忆 不同于火家任何一人呢 闹小宝又说 能与众位贼王大人合作破阵 三生有幸 水王刘川笑道 静火延伸 终于见到能够静火 浮尖的火星 欺人了 闹小宝 你足足的勾搁了 田问低贺了一声 走 于是迈步向前 刘川 闹小宝 临晚金潘 再不言语 立即迈步 同向圣王鼎走去 五人 没入血光之中 水妖儿 方才松开了火小邪 火小邪 只是屏息静气 看着五人的动作 如同没有感觉到水妖儿松开了自己 五人伸出手去 握住了龙嘴灯 竟将圣王鼎再次提起 僵持在半空不动 明明流传五人都有发力的动作 可是圣王鼎只是被他们持在了半空 无论如何也拿不下来 虽听不见这五人的任何声音 但可以看出流传在急促的讲话 还是没有用处 好像五个人的力量 全部消失在了圣王鼎之内 无法作用 五个人的身影 不同于之前探阵的遭遇 不是突然不见 而是开始慢慢的淡化 郑则道在外竭力大叫 曲钉下来 曲钉下来 怎么啦 你们是怎么啦 曲钉下来呀 阵内的水王流川 依旧在无声的快速说话 可五人已经不可阻止地 渐渐淡去 隐约之间就见田问伸出手来 和林婉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两人相视而笑 幸福而又甜蜜 无怨无悔 打了一声 圣王鼎从空中掉下 在石台上震了几阵 安静了下 而刘川 田问 林婉 金磐 闹小宝五个人 已经再也看不到了 他们 同样消失 雪光再次赤红 浓烈的 居然无法再看到圣王鼎啊 郑泽道惨忽了一声 输了 我们还是输了 他双腿一软 跪倒在地 本以为能养他 为什么 我已经做了所有努力了 活小鞋突然立上去 郑泽道 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你参不参加 郑泽道哈哈惨笑 金王没了 土王也没了 牧家残兵 在谈什么机会 活小鞋立声地说 还有我 水妖儿 另一个流川 土家麦掌和你 我们虽凑不成最强的五行 但足够一试 哈哈 火小鞋 你连水妖儿也要搭上吗 你好瀚的心啊 你已经疯了 火小鞋 忍输吧 等到日本人再次回来罗刹镇 从外部打开罗刹镇 也许我们还能活下去 火小鞋骂道 郑泽道 你这个懦夫 我是 使食物者为俊杰 一润广义杀了我父亲 我感受胯下之辱 隐忍七年 你夺走我的妖儿 为了得到圣王顶 我虽恨你入股 我还是与你合作 苦灯是我的叔叔 他走了 酒堂一发没了 这些还不够吗 我做的还不够吗 火小鞋 你看到的烟火池 根本就是个幻觉 烟火池可能根本就没有去 所以根本就没有回来之说呀 你和他一样都在做梦 罗刹镇只是还原了烟火池的一个梦 我只相信 得到圣王顶 登基称帝一事 是实实在在可行 谁理解我 谁理解我 火小鞋冷行立声 可以 你可以不去 让小鬼子来救你吧 也许他们占领中国之后 能分你一杯羹 说着 火小鞋从怀中摸出了两颗木广珠 丢在了脚下 我去了 水妖儿拉住了火小鞋 火小鞋冷冷地看着水妖儿 你要阻止我 不是 请让我和你一起去吧 没有你的世界 活下去又有什么意思呢 火小鞋一双黑眼 凝视着水妖儿 黑色渐渐淡去 火小鞋柔声地说 妖儿 随我来吧 说着 他把水妖儿扶起来 两个人彼此搀扶着 向圣王顶走去 另一个流川眼中更深了 也迈出了一步 向前走去 并且说道 火小鞋 火小鞋 我相信 炎火池离开过这个世界 灵波也离开过 但炎火池回来了 灵波没有回来 那他一定是不想再回来了 所以我对此行非常感兴趣 走吧 我陪你一趟 说着 他手中一扬 两颗水灵珠 落入水家人面前 一个水家人赶忙将珠子收起 恭恭敬敬地 向水王流川 拜了再拜 火小鞋长声地说 各家愿意来的 就都来吧 土家还剩两位卖掌 其中一个将两颗土盘珠取出 递给了另一个卖掌 一言不发 也向圣王顶走来 金家枪队中一个枪手健壮 将两颗金镍珠也取了出来 放于地上 金王大人 恕我不能为你保管了 说着 他也向前走去 穆家最后剩下的两个普通仙主 略向穆家弟子打点 迈步向前 火家 一剩最后几个刚烈之人 绕过正则道 再不看正则道一眼 跟随而上 最终包括火小鞋 水妖儿 水王流川在内 一共有十三人 全部来到了雪光的边缘 赤红血色浓郁 根本就看不见里面的景象 火小鞋紧紧紧搂住了水妖儿 两个人依偎在一起 火小鞋低头吻了吻水妖儿的额头 问道 五行世家毁在我手 你觉得我做错了吗 水妖儿 水妖儿柔声地笑了 对错 又有何妨 只要我俩还在一起 妖儿 谢谢有你 水妖儿轻轻嗡了一声 闭上了眼睛 带我走吧 不管将去哪里 火小鞋抬起头 看着一片血色 无数的身影浮现在眼前 火小鞋朗声说道 大家听好 割开手心 我数三声 便与我同时入内 一 二 三 进 众人齐齐迈步 踏入了血光之中 黑暗 光明 光明 黑暗 颜色 气 声音 寒冷 炎热 疼痛 酸甜苦辣 爱恨 愤怒 平静 绝望 高兴 一切的一切 交织出现 到底是什么呀 又在经历什么呀 我 好像又有时间流过 七年 还是三年 火到双脉 是的 是火到双脉 唯一记得的东西 火小鞋大口大口的喘了粗气 心脏剧烈的跳动 几乎能够拖出胸膛了 他睁不开眼睛 耳中嗡嗡乱响 身体又酸又胀 口中发苦 恶心的想吐 有很遥远的声音传来 却听不清是什么 火小鞋心里默念着 妖儿 妖儿 可妖儿是谁 火小鞋不知道 微光 从沉重的眼皮子下透进 声音有些清晰 顶 顶 火小鞋暗念了一声 顶 什么顶 他身子一软就要跌倒 挥手一撑 手中却扫中了一件雾势 好像下意识的 火小鞋将这件雾势 一把牢牢的抓住 从半高处摔了下来 所有不适的感觉消失了 火小鞋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猛然睁开了眼睛 低头一看 手中正抓着一个有五条盘龙五个只脚的顶 不过是挤拳头大小的东西而已 激动万分的声音直刺耳中 火小鞋 沐王大人 你成功了 火小鞋 沐王大人 顶 顶啊 火小鞋缓缓抬头一看 自己正身处一个半球形的洞穴中 满地都是尸体 只有几十个人站在一旁 向自己阴切万壮地看来 其中一个 白面无虚 呼喊声几乎是声嘶力竭 快离开那里 快离开呀 一个黑脸大汉 带了十多个山匪打扮的人 也在冲火小鞋 勾声大叫 大哥 大哥 火小鞋并不认识这些人 相反 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感充斥了全身 火小鞋伸手一摸 自己腰间皮带上别着一把匕首 顿时拔出在手 抓着顶 刷的一下 从地上跳起 直扑那个白面无虚的男人而去 白面无虚的男人面色一寒 正要后推 哪里比得过火小鞋的身手 一柄尖刀立即横在了自己的咽喉处 火小鞋架着此人怒喝 你们是谁 这里是哪里 白面无虚的男人虽然被制住 却很是镇定 火小鞋 你忘了吗 我是郑泽道 郑泽道 火小鞋脑海中嗡的一响 彩光乱冒 是我 火小鞋 你是五行世家的穆王 我是火王 我们都是五大贼王 火小鞋 清醒一点 你成功了 你破了罗刹阵 拿到了圣王顶 五行至尊圣王顶 火小鞋脑海里又炸成了一团 历声喝道 水妖儿的 你们认识水妖儿吗 认识 当然认识 火小鞋 我们不会伤害你 我们现在还是手脚酸麻 手无腹肌之力 先放开我 我可以把你想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郑泽道摊开双手 不做任何抵抗状 火小鞋半信半疑的将郑泽道放开 立即刷刷刷的后退几步 持刀相对 狠狠的说 说 你们是谁 为什么打扮成这个样子 这里又是哪里 水妖儿是谁 郑泽道松了松筋骨 眼睛却直勾勾的盯着火小鞋手中的圣王顶 说来话长了 要不我们先离开这里吧 这里非常的不安全 郑泽道刚刚说完 突然愣了一愣 在腰间一摸 感觉有些微烫 立即伸手一掏 摸出了两颗火煞猪来 两颗火煞猪正在发出强烈的红色光芒 正则道大呼一声 火煞猪亮了 一个土家卖掌 也拿出了两颗土盘猪 同样是黄色光芒大声 极为耀眼 金家的两颗金镍猪 同样大亮 白光灼灼 木家的木广猪 绿光四溢 水家的水灵猪 黑光深淤 五对猪子 同时发出光芒 将这个空洞照得五颜六色 火小鞋被这十颗猪子的光芒一闪 尽数投进眼中 突然间脑海里本来混乱的色彩 全部归章起来 画面在眼前飞速地闪过 所有的一切 轻刻之间回想起来了 火小鞋张着嘴巴 嘴里哽咽着 全身颤抖 两行泪 奔涌而出 直挂脸颊 流进了嘴里是又苦又咸呢 火小鞋撕心裂肺地大吼了一声 小鞋撕心裂肺地大吼了一声 大哥 你怎么了 郑泽道拦住了马三多 骂道 马三多 是我救醒了你们 你最好听我的不要乱动乱嚷 现在火小鞋神志不清 你要乱来可能会害死了他 可是 可是火大哥他 他死不了 忽然火小鞋说出话了 是的 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正则道 谢谢你的吉言 火小鞋慢慢抬头 冷冰冰地看着身前歪倒在地上的圣王鼎 在我想起来水腰的下落之前 没有弄清我去了哪里之前 我不会轻易去死 火小鞋身子一正 端坐在地 毫无表情 目光呆滞 水家尚存的十几个弟子 突然手捧水灵珠跪倒在地 其中一个高声大喝 水灵珠亮起 以水家律令 水家愿尊火小鞋为中华帝王 行水家首顶之责 土家弟子西树跪下 捧着土盘珠跪拜道 土家愿尊火小鞋为中华帝王 行土家首顶之责 金家弟子西树跪下 捧着金镍珠跪拜道 金家愿尊火小鞋为中华帝王 行金家首顶之责 穆家弟子西树跪下 捧着穆广珠跪拜道 穆家愿尊火小鞋为中华帝王 行穆家首顶之责 正则道一下子便呆住了 火家众人看着正则道 不知该如何是好 正则道瞪着眼睛 有些歇斯底里的问道 火小鞋 火小鞋 你可记得你我的约定 我们可是机长盟师了吧 火小鞋说 我做不了帝王 我也不愿意做帝王 我只想要回我的腰儿 正则道 这个烂顶送给你了 将五行信物放入龙嘴灯吧 你从此名正言顺了 此话当真 火小鞋抓起了圣王顶 向正则道丢了过去 正则道一把抱住了圣王顶 再也不肯放手 火小鞋面无表情地说 正则道 祝你当个好帝王 正则道呼吸急促起来 抱紧了圣王顶 向众人说 圣王顶在我这里 我才是你们该尊为帝王之人 金木水土四家虽有所不愿 但也转为跪拜正则道 愿尊正则道为中华帝王 行首顶之责 火家弟子也是齐齐跪下 跪服称帝 正则道志德意满 一副天子之尊 神态甚至隆重 肃然地说 各家 请速将五行猪归入龙嘴灯 随我守护此顶 离开这污秽之地 各家持猪弟子无奈 纷纷上前将各家宝珠 放入一颗到龙嘴灯内 顿时圣王鼎宝光浮动 通体透亮 夺木生辉 真是个人间难得一见的宝物啊 正则道哈哈大笑 好 五行世家听了 国后大政 就此立国 各家各行其事 驻大政皇朝 温顶中华 火小贤冷笑道 陈则道 你忘了吗 我插阵 是一个有取无师之阵 哈哈哈哈 火小贤 你既然取了圣王鼎 此阵已经毁去了 火小贤 只要你听从我的调遣 我可遵你为大政皇朝国师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哈哈 未必吧 正则道还是笑 火小贤 何必说丧气话 话到此时 正则道呼绝圣王鼎 急烫 几乎把持不住了 但正则道 绝不肯放手 宁受手掌 灼烧之苦 惊声说道 怎么 几声催响 圣王鼎 就在正则道 手中 炸成了粉末 正则道 一把没捞到 只抓到了 几个残片 有见五颗珠子 还在滚动 弯腰便要去抓 谁料到 那几颗珠子滚了 几滚 咚咚咚咚咚 炸了五响 全部化为了碎末 不仅是这五颗珠子 另外与之配对的五颗珠子 几乎同时也炸成了碎末 正则道 整个人都呆住了 呵呵呵笑了三声 突然咧嘴傻笑 这一定是我的幻觉 这是场梦 我还在罗刹镇的幻觉里 不可能 怎么可能呢 绝不可能啊 他站起身来 哈哈狂笑 指着地上的碎末 又哭又笑 你们相信吗 啊 圣王鼎 五行士家的信物 变成了一堆粉末了 你们相信吗 啊 你们相信吗 郑泽道又突然怒发冲冠 狂吼头 你们都不相信 所以我绝不相信 大政国千秋万代 我就是开国皇帝 我是开国皇帝 假的 这是个假的圣王兵 郑泽道大吼完 又嚎啕大哭 我是什么 我的努力 我是多么多么的努力 受尽屈辱 处心积虑 所有人为我而死了 我连句谢谢也说不出来 因为我失败了 我为了什么 我为了什么呀 郑泽道退开众人 跌跌撞撞地向外跑去 一路狂吼乱叫 火家人看了郑泽道几眼 追了上去 火小鞋低声地说 圣王顶毁了 罗刹阵便破了 火小鞋正要起身 却见到原先放圣王顶的石台下 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人 死人全身都缠着密密麻麻的垫线 背着一个硕大的包裹 露出体外的衣裳 几乎破成了碎片了 满脸胡须神态憔悴 而且昏迷不醒 火小鞋一眼便认出了死人 大叫了一声飞扑上前 此人正是金潘 火小鞋大叫着金潘 把金潘从地上拽起来 脚下却已感觉到嗡嗡的震动 原本城放圣王顶的不规则石台 一片片的瓦解开来 夹杂的树枝正在枯萎的青藤 正在向下方陷落 火小鞋大吼 罗刹阵陷落了 所有人快走啊 金家最后几个枪手 和马三多等人赶上前来 帮助火小鞋将金潘扶住 众人再不敢耽搁 急匆匆的向外赶去 火小鞋迈过圣王顶的粉末之上 却停了一停 大叫了一声 马三多 扶他出去 不要管我有多远就跑多远 马三多救到 大哥快走 所有人快走 火小鞋大吼了一声 蹲下身子 将外衣脱下 把圣王顶的瓦砾收拾起来 包入了衣内 火小鞋只觉得 哪怕是圣王顶的碎片 也可能对寻找水药而有所帮助 大不了 再见一个 罗刹寨 火小鞋刚刚把圣王顶碎片包好 陷落已至脚前 火小鞋把腿变走 却看到了他丢弃的乌豪刀 就在一侧 正随着杀陷往下沉去 火小鞋略略犹豫了一瞬 还是平移几步 将乌豪一把抓起 险象还生 差点随之陷入地下 乌豪 依润广义临死 所赠给火小鞋的宝物 纪念所谓的父子情感之用 火小鞋对此刀 说不出是爱是恨 但也不忍乌豪从此消失 毕竟有些情感曾经是真的 等火小鞋冲出罗刹镇 却发现原本一大片的沙漠 早已经陷落殆尽 为胜无数条巨型的石梁 交错成一片乱麻一样 往下看去 身达千丈一百 岩浆正在地下四处翻滚 红光一片 巨大的水汽冲出 温度极高 若人被水汽冲击 当即会被烫死 水龙眼 水火交融之地 随着罗刹镇的毁灭陷落 再次露出了真面目 自然造化成的巨力 绝非人力可以阻挡 更为不幸的是 在原本沙漠边缘的罗刹镇外壳 增援的日军已经攻击到此处 机枪扫荡成一片 如果日军能出现在这里 很可能意味着 留在万年镇内的五行世家普通道众 以及一路留守不防的道众 不是被日军剿灭 就是被驱散 火小鞋想到此处 废气翻滚 哇的一声吐出了满口鲜血 几乎站立不住了 而身后安置罗刹镇的孤山 正在加速向下陷落而去 土石崩解 地面震动 连这片看似无边无际的巨大山东 看来也将不保 火小鞋狠狠喘了几口气 压制住胸口的郁闷 眼神飞快一扫 很快看到金家人马三多 正护卫着昏迷不醒的金潘 沿着石梁向前摸索 马三多的山匪队伍 险向还生 不时有人惨叫着掉落下去 火小鞋不容有变 急追马三多等人而去 万年镇 原本悬浮在上空的金家飞艇 早被击落了 庞大的残区被烧得只剩下的金属骨架 到处都是炮火硝烟 爆炸仍然在万年镇持续的 此时已是黄昏 若按火小鞋他们进山的时间 应是过了整整一天了 日军的增援部队已经陆续赶到 正在对万年镇狂轰滥炸 火小鞋全身沾着鲜血 背着半裸的金潘 正在密林中狂奔着 身后跟随的只剩下了马三多 和一个金家枪手 马三多肩膀上 被子弹击中 鲜血淋淋 乱枪之声 在不远处响成一片 有大批的日军追来 马三多再也坚持不住了 一头栽倒在地 火小鞋停下脚步 赶忙将马三多扶起 马三多惨然笑道 大哥 我跑不动了 你们快走吧 这一带的地形 我还算熟悉 我有把握把小鬼子掩开 火小鞋喝道 不放誓 跟着我走 就算此地被小日本子包围了 我照样有把握带你们逃出去 马三多欣慰地笑了 大哥 我能见到你们这些大盗的本事 见到小鬼子的罗刹阵被毁 我这辈子都值了 我刚才还打死了两个日本鬼子 转雷格 转雷格 更值了 大哥 马三多是条汉子 不想当你的累赘 求你了 就让我为你死吧 我能为火大哥这样的英雄赴死 死得光荣啊 大哥 不要把我的这个光荣偷走了 火小鞋无言以对 他拍了拍马三多的肩膀 保重 马三多爬起身来 眼中没有丝毫忧伤 反而是笑容满面 边向一边蹒跚跑去 边说 大哥 我只要还能活着 一定会把大哥的事流传下去 大哥 你保重 后会有期 火小鞋再次心如刀脚啊 狠狠地扭过头去 不再看马三多 背着金盘飞奔而去 不久之后 一声巨响 火小鞋转头一看 就见一座山头火光冲天 密密麻麻的子弹撕破了夜空 尽数向这座山头扫去 三个月之后 青海湖中 一夜小粥飘浮着 上面孤零零地坐着一个人 明月当空 清清冷冷 此人 就是火小鞋 他已经是满面胡须 面黄棘手 火小鞋看着明月 两行清泪长流 默默地念了一声 摇耳 直至哽咽 一个被封死的瓦罐 投入湖中 咕咚咕咚 向着深不见底的水中沉去 瓦罐里装着的 是圣王鼎的残片 从此 圣王鼎 便在这个世界上 永远地消失了 1938年12月22日 日本提出禁卫三原则 即 善林友好 共同防攻 经济提携 1938年12月29日 汪精卫公开投敌叛国 1939年1月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 在延安举行 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 忠心议题 是决定抗战方针 以及容共 防共 宪共 反共方针 中共中央发表声明 与国民党合作 但不合并 1939年5月30日 陈云 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议文中 根据党的性质和任务 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 一 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 二 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三 遵守党的纪律 严守党的秘密 四 百折不挠地执行决定 五 做群众模范 六 学习 1939年 日军在南昌战役 长沙战役 都遭到重大伤亡 八路军在尊化 活捉日本天皇表弟等六人 日军中将阿布龟秀被击毙 1939年12月30日 汪精卫与日本签订 知日新关系调整纲要 即日汪密约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条约 日军三个月占领中国的美梦 宣告完完全全的破产 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日军的底气似乎被抽空 天皇在公开场合表示 日本国与中国的战争 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失误 特别是一部分来自中国的民间力量 起到的作用 远远超过蒋介石政府和共产党政权的力量 只不过中国国内没有人承认 也没有任何披露 1942年秋 青海湖边 一个简陋的窝棚外 走来了一个翘生生的女子 她看着窝棚外没有燃尽的灰炭 发了一阵呆 静静地坐了下来 窝棚里 没有人 这个女子望着湖面 只是静静地发呆 直到夜幕低垂 有一个乞丐一般的身影 不知是何时冒出 站在了这个女子身后 女子一时半刻没有察觉到 直到这个男子平静地说 你有什么事吗 这个女子错愕地回过头去 看到眼前这个平静 如水的男子 突然大滴的眼泪流下 跳起身来 一把将男子抱住 颤声地说 小蝎 我回来了 火小蝎一双清亮的眼睛中 隐隐闪出了一丝泪光 但她坚定而又果断地 将这个女子推开 阻止她再靠近过来 女子哭道 小蝎 我是你的妖儿啊 我从罗刹镇回来了 火小蝎淡淡地笑了笑 水妹儿 你还是走吧 可我就是水妖儿啊 火小蝎后退了几步 我承认你装得很香 非常的香 我几乎会认错 但是你刚才说错了 水妖儿是不可能回来的 为什么 因为我记起了我和水妖儿的一些事情 可我就是水妖儿 在另一个地方 我和妖儿有过一段很开心的生活 无忧有无虑 无忧无虑 骑马放羊 尽管我记不清所有的细节 但我只确定一件事 水妖儿 水妖儿已经死了 所以她永远不会回来的 你撒谎 水妖儿知道自己即将散心裂魄 她不想让我看到她如同水家三蛇那样丑陋的模样 所以 水妖儿选择了自杀 因为这样 她就可以把最美好的形象和记忆留给我 水妖儿 水妖儿 她死在我的怀里 我绝对不会忘记 火小鞋说着 望着茫茫的天际 那你 为什么不去和她一起死 而要回来 我记不得我回来的理由 但我终于有一天 想明白了这件事情 你明白了什么 因为妖儿 她活在我的心里 只要我的心还活着 妖儿 她就会和我在一起 火小鞋摸着自己的胸口 闭上了眼睛 好像一切的美好都在她的眼前 火小鞋缓缓睁开眼睛 冲水妖儿笑了笑 忘了我吧 水妖儿 如果你坚持下去 你这次是最后一次见到我 水妖儿咬了咬嘴唇 我和水妖儿 我和水妖儿一模一样 为什么你心里就不能让我来代替她 走吧 水妹儿 火小鞋 我今生今世都会恨你 这就是你呀 水妹儿 水妹儿一抹眼泪 拔腿就跑 火小鞋望着水妹儿的背影沉上地问 你怎么知道罗刺针的事情的 水妹儿头也不回地说 因为正则到 正则到如何了 他疯了 水妹儿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之中 这句话只是远远地飘了过来 火小鞋慢慢地坐下 吹燃了柴火 看着姚毅的细小火焰 火小鞋轻轻地说 姚儿 尽管美好的时光非常短暂 我们没能如约厮守终身 但我已经很满足了 姚儿 我很想你 1945年冬 青海湖边 正下着鹅毛大雪 火小鞋锁住的小草棚 几乎被大雪埋住 只有一个小小的出入口 一点火光 在草棚里闪烁着 一行三人 踏着厚厚的积雪 走到草棚边 站住了身子 他们穿戴着厚厚的皮草围巾 盖住了面目 只能看出 有两人眼神如电 另一个则目光略显茫然 三个人谁也不说话 只是在草棚前站着 并不入内 很快便堆成了三个雪人一般 草棚里 有人柔和地说话 进来吧 外门冷 一人转身要走 却被另一人拉住 第三人一句话不说 竟直钻进了草棚里 火小鞋披着两张狼皮 正考着一只野兔 他的胡须长置胸前 看着像个野人 但目光依旧清澈透明 三个陌生人坐定 一人正坐在火小鞋的面前 将头上的围巾解开 呵呵呵地傻笑了两声 火小鞋看了一眼 正则到 正则到本已毁容 戴着假面 经如此寒冷一动 脸上假皮松动 显得皱皱巴巴的 甚是丑陋 正则到依旧傻笑 在没有往常的豪杰之气 可能是他脸上很痒 所以边说话边抓耳脑腮 火小鞋 火小鞋 终于找到你了 火小鞋拿起野兔 吹了一吹 撕下一条腿给正则到 有什么事情吗 一言没有什么事情 就是想找你说说话 正则到接过兔腿 呼吱呼吱地便往嘴里松 也不怕汤 正则到 你是怎么啦 正则到摸了摸头 我可能是疯了吧 不过疯了的感觉挺好的 火小鞋轻笑了一声 无欲无求啊 正则到依旧傻笑 好像不理解此话的意思 火家怎么样了 火家 炸飞了 炸成灰了 火家人都跑了 正则到笔 或者爆炸的样子 怎么 好多炮弹 就炸成灰了 很有意思 谁干的 正则到抓了抓脸 比划了一下手枪的形状 一个少年的声音响起 爹 不用说了 火家这样被毁 所有人倒解脱了 没有火王信物 还有什么火家存在的必要 彼此争夺火王权势 有何意义 不如鸟兽尽散 正则到身边的两个人 都拉下了面罩 露出了两张十二三岁少年的面孔 说话的人更显得少年老成一些 正则到嗷嗷了几声 是 是 是 那个 颜念 颜姐 不要叫我爹了 这个才是你们的爹 颜念立即斥子了 我不姓颜 这不是我爹 我姓郑 你这个疯子 能不能闭嘴 颜姐 你赶毛 拉住了颜念 哥 不要这样 颜念伸手 指着火小鞋的鼻筋 好 你是我的爹 我们是你的骨血 可是你骗走了我娘 又骗走了我姨娘 你这个十恶不赦的浑蛋 火家被你毁了 五行世家也被你毁了 你还钱不够吗 我今日来不是为了叫你一声爹 而是想亲手杀了你这个王八蛋 突然之间 颜念不知从哪里 变出了一把小刀 向着火小鞋当凶刺去 火小鞋本可以轻松避过 可他根本没有躲闪之意 硬生生地挨了这一刀 颜念没想到火小鞋会不躲不避 手中一松 弃了此刀 你 你 你为什么不躲 颜锦 双手将颜念牢牢地抓住 摁倒在地 几乎哭了起来 哥 你在干什么呀 郑泽道更是惊慌 但又不知道怎么办 只能挥着双手 呜呜直叫 颜念死死盯着火小鞋 嘴巴不饶人呢 火小鞋 你说话呀 你为什么不躲 你是不是就是想死 那你去死吧 还死皮来脸的躲在这个青海湖边干什么 你是不是怕你的仇人们来杀你 是不是 王八蛋 我恨我是你这个王八蛋的儿子 我娘 我娘在哪儿 我姨娘在哪儿 让他们回来 火小鞋看着胸口的血 顺着刀尖透了出来 一把将刀拔出 用手把伤口按住 对颜念柔和的笑 是啊 我是一个混蛋 我害了所有人 唯独自己不死 我的确该死 你刚才这一刀很准 可惜流了余力 离我的心脏还差一毫 说着 火小鞋把小刀递上 你可以再试一次 我不会躲破它 颜念大骂 你以为我不敢吗 他伸手就要独刀 严谨玩命的把颜念拖开 已经哭出声了 哥 哥 你不要杀我们的爹 他再坏也好 再可恨也好 他毕竟是我们的亲爹呀 我们以后再不要 见到他好了 不要杀他 求你了 颜念骂道 火小鞋 你自己去死啊 你自己去死 你还是个男人 就去死吧 你这个垃圾 害人精 你害死了我娘 是你害死了我娘 我这个爹也让你给逼疯了 非要带我们找你 为什么 为什么偏偏是你 他骂着骂着 哇的一声也哭了起来 扑倒在地狠狠地锤打地面 痛哭失声 火小鞋紧咬了牙关 两行泪 依旧忍不住夺矿而出 面对自己与水妖儿的孩子 居然落得个父子相残的局面 能怪得了谁呢 一切都是命运的捉弄啊 火小鞋 你这个邪火之人 注定五行难容 危害五行世家 必须除掉你啊 这句话不知道是谁说的 火小鞋已经忘了 却翻翻滚滚滚地在火小鞋 耳中萦绕不散 好像所有人都在与火小鞋 这样说话 郑泽道的狂吼之声 响了起来 把火小鞋拉回到现实 颜念 颜金 你们再敢对火小鞋不敬 就永远不要再叫我爹了 郑泽道圆睁着眼睛 再无吃傻的模样 一副火王的尊严之气 继续打喝 我这次来 就是想最后见火小鞋一面 我今天无论发生什么 都与火小鞋无关 你们是火小鞋的亲身骨肉 如果再干出不孝不敬的事情 我在黄泉之下也不会饶了你们 听到没有啊 郑泽道突然恢复 我清醒 倒是奇怪 颜念严谨看着郑泽道是张口结舌 郑泽道又怒喝道 听到没有 颜念和严谨赶忙答道 听到了 听到了 郑泽道神情一松 嘴角抽动了几下 露出了不知是哭是笑的表情 火小鞋 火小鞋 请你照顾好你的两个孩子 我没法照顾他们了 可我 可我也舍不得他们 但是 但是我疯得实在太久了 疯得实在太久了 我想告诉你 我对水妖儿是真心的 是真心的 我和你一样爱她 所以我不恨你 我不恨你啊 从我身边把水妖儿带走 你能给她 给她快乐 我 我只恨我自己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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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火小鞋 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正则到头一低 全身颤抖地坐立不安 只是不断地重复着最后这一句话 声音渐落 火小鞋感觉正则到状态不对 赶忙上前将正则到扶住 一摸正则到脖颈上的脉搏 却发现正则到脉象全无 居然死了 正则到就在她的忏悔中 死在了火小鞋的面前 正则到若不发疯 他会如此吗 火小鞋将正则到立即放倒 猛锤正则到的胸口 大喝着 正则到 醒来 正则到 可是正则到已经魂飞天外 再也无法回声了 火小鞋啊的一声叫 贪坐在地 炎念 炎锦两个人 也是愣了 呆望着正则到的尸身 沉默不言 火小鞋突然发作 身子一闪 便将炎念 炎锦两个人 前胸揪住 倾金直冒 他这样的尽力 炎念 炎锦两个娃娃 决然不能挣脱的 火小鞋立骂道 他进来之前吃过什么东西 说 说呀 炎念半嗓才说出话来 是 是爹 他非要吃的 他说 他想正常一点和你说话 不想让你觉得他疯得太厉害 炎锦也呆傻了 我们来到这里 爹 他非要我们俩给他吃 他 他疯得厉害 我们拗不过他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药 是不是两颗绿色的药丸 闻着有骨子浓烈的臭味 是 是 火小鞋一声长叹 松了手 含着眼泪说 这是 穆家的 新魂丸 只用于疯癫 痴狂 或者垂死之前 意识不清之人 用意留下身后话 剧毒之物 服用之后 必死 这种药丸 青云客栈 有兽 只卖给五行世家之人 你们的爹 是带着必死的心思来到这里的 言念严谨 恶然 突然两人都明白了什么 扑上前去 抱着正则道的尸身 嚎啕大哭 火小鞋哀声地说 你们的爹 想必是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疯癫了 你们节哀吧 鹅毛大雪中 紧挨着火小鞋的毛棚 多了一个小小的土丘 大雪很快将土丘盖住 一片洁白 丝毫看不出这是一个坟墓 一块不规则的大石上 刻着几个大字 火王炎道 长眠在此 火小鞋 颜念严谨 呆在墓前 身上均是厚厚的一层血 颜念严谨 脸上的泪水 也已经结成了冰灵 火小鞋低声地说 你们恨我吗 颜念点了点头 我恨 归根到底 我爹还是因为要见你才死的 你们不怀疑我在骗你们吗 也许是我毒死的你爹 你说到绿色的药丸 我就相信你了 你这个混蛋 就凭你 不配毒死我爹 是我爹想死的清白 颜念 将颜锦一拉 小锦 我们走 我们去哪里 天下之大 哪里不是家 可是 可是 可是什么 你想和这个无赖待在一起吗 走 颜念强行拉着颜锦就要走 颜锦一步一回头 看着火小鞋 欲言又止 两个小人 渐渐地没入风雪之中 火小鞋追出了两步 却又站住了 一夜无眠 第二天中午 火小鞋走出毛棚 风雪已经停歇 在很远的地方 一个人影 正在艰难地向火小鞋 所在的位置走来 火小鞋心中一热 把腿就向前赶去 奔到近前 方才看清是谁 颜锦 动得满脸通红 看着火小鞋 说不出话来 只是直喘粗气 火小鞋一把将颜锦 搂在怀里喜极而起 锦儿 严谨胆怯地说 爹 我 我还是想和你在一起 想为正泽道爹爹首领 念儿呢 他和我吵翻了 自己走了 他说他不想依靠任何人活着 其实我也可以 只是 只是我 我不想做孤儿 说着 严谨大哭了起来 火小鞋拍了拍严谨后背 锦儿 谢谢你 谢谢你 爹在这里 爹在这里 爹会一直陪着你的 1949年10月 火小鞋和严谨两人 正在替正泽道的坟墓 拔除荒草 烧了几张纸钱 默默对望 方觉得时光如梭 严谨 严谨分别 已经有四年了 这一对父子 为正泽道首领三年之后 严谨 也成长为一个健壮的青年 而且在火小鞋的严传身教之下 严谨的道树 亦有大成 严谨虽说不及严念这样聪明 但是生性善良 执着倔强 火性精纯 又有火道双脉的体格 所以修习火家道树 精进飞速 纸钱刚刚烧碗 严谨说道 爹 有人来了 火小鞋说 知道了 说着火小鞋站起身来 约七八个男子 一身不知是哪里的制服 看起来疲惫不堪 见火小鞋终于站起身来 连忙打起精神 规规矩矩的肃力 显然对火小鞋十分的尊敬 你们是金家人 一个男子干嘛说 是 我叫刘锦 金王大人 让我们向您转达一些消息 我们沿着青海湖找您 已有快一个月了 金王 金潘 是 金王大人 名叫金潘 穆王大人 我已经不是什么穆王了 叫我严慎 哦 以前我叫火小鞋 现在改为真名 严慎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就说吧 刘锦咽了口口水 是 严慎大人 你知道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是共产党的天下 哦 是共产党 还真让我猜对了 共产党确实有能力得到天下 不需要什么圣王顶 是 但是金王大人说 共产党得了天下 实在出乎他的意料 你腿子怎么能翻身呢 他花了许多的钱 还是打不赢共产党 看来人心所向 连钱也不好使了 所以金家没法在中国混了 于是金家在前年 就在有步骤的 清空中国的财富 向西方世界 特别是美国转移 金王帮了美国政府很多忙 包括研制原子弹 在日本上空投了两颗 逼迫日本无条件投降 摊子的炸弹有这么厉害 两颗就可以让日本投降 日本战败是注定的事情 竟是由这种办法 这个原子弹威力很大 一颗丢下去 就能炸毁一个城市 死几十万人 这么厉害 严申大人 金王大人现在已经身在美国 受美国政府保护 算得上是美国最大的隐形债主 所以金王大人想请你 请你和 刘锦显然不认识严谨 火角邪笑道 他是我儿子严谨 请您和您儿子严谨 去美国生活 他给你们买了几千亩土地 还有一个城市 你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在美国生活 美国 是的 而且您的另一个儿子严念 也在美国帮着金王做事 哦 严念怎么认识金潘的 严念在上海闯荡 做了几件偷盗的大案 刚好偷的是金家控制的银行 所以才认识了 后来一问 才知道这么有缘 金王大人立刻把他收为义子 现在严念大人也算是金家人 严念过得好就行 我对美国没有兴趣 异国他乡的不习惯 您听我说 严慎大人 金王说了 共产党是翻脸不认人的 火家就是被当作旧社会帮会组织清剿的 还有土家 土家千年的地堡 被几十吨炸药炸烂了 这两家人全部流落江湖 四处被警察通缉 您留在中国 贼王之王这么大的威名 早晚会被共产党找到 若你不听他们指示 一定会杀了你的 严慎大人 金王现在就是共产党的最高级通缉派 罪名是偷窃国家财产 通敌卖国 帝国主义的柜子手 根本无法再回到中国国内了 潘子啊 潘子 你也有今天呢 严慎大人 您看您去美国吧 我们立即安排水上飞机 接你离开中国 不用不用 老苦人翻身做主 人人平等 我不去看看 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岂不是冤枉了别人 严慎大人 可您是贼盗中人呢 那我就接受改造 当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严慎大人 您不了解共产党啊 那我就应该去了解 他们的宣传尽管肉麻 但说的都是我想说的心里话 我觉得很好 何况我有两个小兄弟 和我以前一样 都是荣行的 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不靠圣王顶得到天下 那就是民心所向 又都是你腿子穷苦人出身 非常非常的好啊 我很想看看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些的 去吧去吧 你们回去吧 告诉金潘 我不打算去美国 我知道他其实不想见我 火小鞋越说 心里越是有些高兴 严慎大人 金王是有些怨恨你毁掉罗刹阵 结果让共产党捡了个便宜 你到美国去 金王也不会立即见你 只是金王吩咐了 就算这辈子不见你 也不想让你留在中国受罪 受罪 我在青海湖边一住就是十年 也没有觉得受罪 严慎大人 你不去也要去 绑也要把你绑过去 您虽说本事高 但我们天天都会跟着你的 火小鞋拍了拍手笑道 锦儿 把东西收拾收拾 这个地方我们待不住了 刚好我很想出去看看共产党的天下 严谨喜道 好啊 遵命 爹 此行一驱 金家人当然再也追不上火小鞋和严谨 可是两三年的快乐时光后 等待他们的大大超乎他们的意料 一切本不该有的 却都降临在火小鞋和严谨身上 以至于不忍再细细表述 1953年春 火小鞋严谨在沈阳市同时被捕 抓获火小鞋严谨的功臣 乃是浪德班扁猴两个人 耗时半年 人力调动7890人 捕获手段绝密 关押地点绝密 浪德班扁猴因抓获反共 残余敌特分子黑帮恶势力头目火小鞋 以及骨干分子严谨 年生三级 浪德班升为辽宁省总参谋部副参谋长 扁猴升为总政治部副政委 专门负责扫除旧社会残渣余孽 荣行首当其冲 天下乌贼 1954年 每天被注射麻醉剂的严谨 半梦半醒之时 在万人大会上 被公开枪决 社会舆论 一片赞誉之声 1955年 活小鞋继续接受劳动改造 以求政府宽大处理 活小鞋只知道严谨被调派到其他地区关押 1957年 浪德班扁猴被打成右派分子资本主义投机犯 解除一切职务 关押在与活小鞋同一个监狱 两人先后自杀 1958年 已是少将军衔 一级战斗英雄特级军功的马三多 从南方调回东北 偶然打听到活小鞋身陷淋雨 并且为了防止活小鞋越狱 每日给活小鞋注射大量麻醉药物 都是杜冷丁一类的 生不如死啊 马三多极为震惊 本想上书中央说出活小鞋是谁 却临时改变了主意 1959年 活小鞋关押的特级监狱 发生犯人暴动 活小鞋失踪 随后马三多被发现服用大量安眠药 已经在家中死亡 绝笔遗书上只有几个字 是谁救了中国 是共产党 可是除了共产党就无其他英雄吗 目睹大哥含冤 英雄被整成狗熊 悲愤交加却无力申告 夜不能眠 万分惭愧 痛不欲生 唯求一死告慰大哥 大哥保重啊 马三多去了 1961年 活小鞋在福建沿海被民兵组织抓获 被捕食 骨兽如柴 口齿不清 无法进食 体检结论 人体奇迹 这个人能够摆脱药物依赖 逃亡数千公里 活到现在简直是人体的奇迹 1962年 活小鞋被关押于中南地区某特级监狱 从此再无任何音讯 1976年 老太龙中一步一鞠躬三步一寝室 绝口不提自己是谁的活小鞋患有严重的手足抽搐症 心脏病 哮喘病等等慢性重症 被认为改造成功 允许保外就医 终于出狱 1977年 活小鞋从医院失踪 长江浮尸一具 被认为是逃跑的活小鞋草草火化 至此 活小鞋消失在世界上 而且任何一个卷宗都查不到活小鞋此人 只有一个简短的新闻样稿 只是尚未刊登 看起来似乎与活小鞋严谨毫无关系 说1953年4月 号称五大贼王之一的盗窃杀人流窜犯张三 以及同伙李四 在沈阳市被英勇的人民公安置秦 1954年5月 经法院审理 张三李四罪证确凿 验名正身 押赴刑场 处以枪决 广大市民拍手称快 听老妇人把所有的故事讲完 我哑口无言 老妇人轻轻擦了擦眼泪低声地说 活小鞋没有死 他参与的一生都在寻找严谨的下落 可是因为严谨在所有卷宗中都是化名 如同大海捞针 直到活小鞋死去也没有严谨尸骨埋存的下落 我紧慎地问道 那您是 老妇人已经没有了眼泪 反而平静地说 很早以前 我是奉天荣行的一个女贼 可我也是严谨的妻子 她被捕的时候 我已经怀有身孕 而你 严正 是我的孙子 你父亲出世以后 我就与他分开 眼睁睁看着他被人收养 只求收养的人家 未来他的子孙 能以严正 父性 我从来没有一天照顾过你父亲 罪孽呀 活小鞋和严谨 谁能抓得到他们 是浪德班 瘪猴 以我做诱饵 骗了活小鞋和严谨的真情 而我到最后 还蒙在鼓里 我这一辈子 都在数我的罪 我大吃了一惊 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老妇人接着说 活小鞋离开青海湖之后 一路所见的一切 确确实实让他欣慰 这就是他想要的心中国呀 可后来一切都变了 老妇人站了起来 严正 我知道你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跟我来吧 我们去一个地方 清晨 这个台阶很快走完 我们三个人停在了一座毫不起眼的新墓碑前 一个目光和蔼可亲的老人肖像 映入了我的眼帘 我心里 我心里轻轻轻的叫着 老爷子 我的曾祖父 墓碑上没有出生日期 也没有死亡日期 只有三个名字 只有三个名字和一句话语 我抹了抹眼泪 我抹了抹眼泪 侧头一看 只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 坐在一个荧光闪闪的轮椅上 勾露着身子 已尽暮年 身后的推车人 看着亦有七十多岁 不过双眼依旧锐利 步履稳健 两个人穿着军事极为华贵 好像每一个扣子都是钻石的 这两位老人来到墓碑前 轮椅上的老者 看了看我 毫不客气地骂道 火小鞋的曾孙 有火到双脉 却是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 可笑 可笑啊 和火小鞋一样可笑 我知道这个老者来头不简单 丝毫不敢生气 轮椅上的老头说 严正 你怎么一点脾气都没有啊 你是不是在骂我呀 骂我这个老不死的是谁呀 我是金潘 金王金潘 我吃了一惊 你就是金潘 小畜生 你还敢直呼我的名字 你是不是以为我只是个传说呀 啊 滚一边去 看你碍眼得很 严念 这个小子从此交给你管教了 我唯唯诺诺地推了两步 却也知道 轮椅后那个目光锐利之人 就是我爷爷严谨的哥哥 严念 严念 上上下下扫了我几遍 一言不发 再不看我 转为和金潘一到 盯着墓碑上老爷子的照片发呆 谁也不知道 他对我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金潘默默地看了一会儿墓碑伸出手来 严念 打电话给他 严念低声应了 摸出一个小巧的机器 拨了几下 轻声地说 痛了 说着 他把一个蓝牙耳机挂在了金潘的耳朵上 电话里有一个女子的声音说 金潘大人 从耳机里传出的细小声音 我听得却格外清楚 金潘低声地说 水妹儿 火小鲜死了 我现在在她的坟墓前 如同她的遗嘱要求 她只剩下骨灰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 我知道了 我管你叫错名字了 我是水妖儿 水妹儿 你永远对我这么说 你如果是水妖儿 为什么不来看火小鲜和我最后一眼 没有这个必要 水妹儿 承认吧 只要火小鲜不承认 你不能成为水妖儿的 因为水妖儿只活在她的心里 金潘大人 你无论为火小鲜做过多少事情 你也是个奸商 而不是火小鲜认识的潘子 嘟嘟嘟 电话挂断了 金潘 剧烈的咳嗽了起来 颜念赶忙 把蓝牙耳机取下 轻拍着金潘的后背 金潘半上才恢复了平静 看着火小鲜的墓碑 凝视两久之后 才突然黑黑笑了两声 火小鲜啊 叫你不听我的 叫你不去美国 你满足了吧 埋在这样一个公共墓地里 难道这就是你的心愿呢 做个普通人呢 火小鲜 从1938年我们见了最后一面 到今天已经73年龄200天了 兄弟呀 都他妈的快一个世纪了 结果呢 还是见到个死人 一块冰冰凉的石头 火小鲜 老子从1970年开始 逼着美国和中国合作 终于打开国门 能让老子派人进来找你 结果中国有十亿人呢 老子要从十亿人中 把你这个隐姓埋名 东躲西藏的老贼头挖出来 挖了老子多少年呢 结果十年前终于找到了你 你却不愿意见我 你怕我笑话你呀 你觉得你错了 你不敢见我呀 何必 何必啊 何苦啊 我们都要入土了 金盘巨烈地咳嗽了两声又说 我赚了太多太多的钱 做了太多亏心眼的事 结果我没有孩子 所有的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唯独幸运的是 你的儿子颜念就是我的儿子 霍小鞋 好像你说的 盘子 你为了什么呀 现在这个问题 我还是回答不上来呀 我为了什么呀 我为了什么 我现在又死了 还是回答不上来 所以呀 何小鞋 我羡慕你呀 金盘说得激动 再次咳嗽不止 他伸出手来 颜念赶忙 向金盘手中塞了几颗药丸 金盘颤巍巍地放入口中 吞浮了下去 这才稍微喘上几口气的 我小鞋啊 从你的棺材里爬出来 和我说几句话吧 我知道这不可能了 你如果不想我 为什么老要听我最喜欢的那几首歌 叶上海 叶上海 她是一个补业城 哎 我唱得太难听了 我小鞋 我最后为你做到了一件事情 可惜你还没有看到 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遗憾 遗憾 活小鞋 我说过 我们是兄弟 不能同日生 但可同日死 我比你晚了几天 没关系 我赶来了 就在你坟前 还来得及不 还来得及吧 活小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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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子来了 活小鞋 盘子来了 金盘 低声念着活小鞋的名字 深深的看了活小鞋 照片一眼 面对着墓碑 慢慢的低下了头 一颗泪 便低落在地面上 画了开去 淡淡淡的微光 洒在金盘的脸上 是如此安详 颜念低声的说 金王金盘 去世了 他最后的心愿已了 无人说话 生命的消逝 如此的平静 平静的不能撩拨起 一丝波澜呢 颜念站出一步 冲活小鞋的墓碑和金盘 各居了一躬 对活小鞋说 爹 我还是恨你 但我尊敬你 你是个伟大的人 我缓缓地抬起头来 太阳已经拨开了尘雾 大地一片光明 我竟然发现 漫山遍野都站满了人 足足有数千人之多 男女各异 老少兼有 还有半数是外国人 金发碧眼的白种人 和皮肤有黑的黑种人均有 全部看向活小鞋的一个方向 颜念 看出了我眼中的诧异 颜政 虽没有了五星世家 但这些 都是盗贼 颜念突然笑了一声 挥了挥手 十分客气地向一侧招呼道 两位大人 请来 说话之间 有一对年约三十的男女 缓步走上 男人 身材高挑 相貌俊了 只是面色肃然 表情如雕刻一般 不露神色 女子 则秀美绝伦 温柔大方 美貌设人心魄 简直是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女一般 这一对男女 双手紧紧对卧 走上前来 对颜念 微微点头示意 颜念深深看了两位一眼 金王金盘 穆王火小鞋已死 两位可否想起什么 男子沉声地说 火小鞋 女子则柔声地说 抱歉 还是什么都记不起 颜念呵呵一笑 这世间难道只有火道双脉 和金王的电磁之力 才能够来往不同世界 恢复记忆吗 哈哈 也罢也罢 田文大人 林婉大人 你们是否能够想起自己是谁 并无所谓 关键的是 你们终于回来了 我听到田文林婉 这两个名字一个机灵 不禁问道 你们是土王田文和林婉 颜念轻笑道 正是 我义父金盘穷一生经历 终于将林婉田文找回来了 那男子眉头微皱 略有伤感地答道 抱歉 那女子也柔声地说 可惜我们忘了一切 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 所有事情一片空白 唯记得此名 说着 他一纸墓碑 墓碑上正是火小鞋的名字 我突然有些兴奋 声音一大 问颜念 那 那是所有消失在罗刹镇里的人都回来了吗 颜念 哈哈笑了两声 神色肃穆 再不搭理我 看着墓碑高声地说 我等道中 共同祭拜两位失去的贼王 颜念高举起手 朗声高鹤 一鞠躬 数千号人整齐划衣的深深一鞠 这种无形的力量 让我也不由自主地弯下腰去 二鞠躬 三鞠躬 三鞠躬完毕 颜念看向我突然问道 颜政 全世界的大盗云集在此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我根本就回答不出来啊 颜念突然一笑 指向了火小鞋的墓碑 他想要的 就是我们想要的 颜政 我老了 该看你的了 所有人齐刷刷的向我看了 其中一个思思文文教书先生打扮的人 虽然是远远的看着我 但明显的可以感觉到 他的眼睛如一潭看不到底的深水 我一下子 我一下子睁大了双眼 突然明白了颜念的意思 逐渐消散的沉雾中 好像火小鞋水腰儿两个人 斜着双手正向我微笑着 微笑着 五大费王 如果您会看得到 我的地啊 赞手 我 Beadaholique.com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